作试制作播出 第201章 福西二人对视一眼 还没有说话 倒是朱夫人的女儿朱晴 开了口 没错 三个月前我到亭中乘凉 就看见了那面镜子 把日光射到我眼里 当时我就和弟娘提起过 没过几日 祖父便开始腹痛 起先看了大夫 抓了药 不但没有好 否则痛得越来越凶狠 给人这就去和对门商议 朱大官人 朱夫人 你们和那户人家 是否有仇 赞朱笑匆匆离去 夜耀光出声制止 这二人都是被问得一愣 随即摇了摇头 那户人家半年前才搬来 深居检出的 平日里很少遇上 从未接仇啊 夜姑娘何出此言 中元节那一日 夜耀光将中元节那一日的 见闻简略地说了一遍 然后大致形容了 那一串风铃的模样 难怪那日觉得浑身阴冷 半夜却又睡得安稳起来 一早见那风铃碎在地上 还以为是昨夜风大之故 朱夫人想着就已是寒毛直树了 多谢夜姑娘向助 夜姑娘便是帮宪令大人 寻找目前师身的那位高人 朱笑的目光促然亮了 看向夜遥光的目光 也多了一丝敬畏 要说目前一案 孟林求了一挂 只想目前先是被溺亡后 被焚尸 证据全无 但是孟林是有脑子的 和目前找回来的二叔 愣是将吕氏给炸出来 而将目前二叔带回来的人 正是朱笑 所以他知道 很多常人不知道的内幕 比起世人对县太爷孟林的称颂 朱笑更加钦佩的是夜遥光 况且目前一案也是很轰动的 毕竟是生母为了聘头 杀害了亲子 夜遥光也是听了后来温婷战讲过 却没有想到朱笑 竟是知道这件事的内幕 确实是为县太爷 看了看目前的生辰八字 这下 如果刚刚朱笑还是有些怀疑 这会儿就是一点疑心都没了 他也相信 这一再地对他们家 用如此阴损之法 绝非巧合 铁姑娘 宁人这就派人去彻查 一定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朱笑的目光多出了一丝愤然 他们一直是与人为善 竟是被人如此毒害 朱大官人 稍安勿躁 其实此次 我主动地寻上门来 是想要抓住给对方支招的 一个帝师 我想 做出了如此倍得之举 已经是坏了我们这一行的规矩了 如今 既然被我见到了 自然是要清理风气的 夜遥光自然不会将自己的私人恩怨说出来 虽说夜遥光觉得是一个人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可总还有那么一点意外不是 所以这话也不能说得太满 夜姑娘有声吩咐指管说 夜遥光从袖中取出了一张黄表纸 然后将天灵也取了出来 指尖凝聚着五行之气 从天灵的体内抽出了一缕缕的煞气 以阴煞之气画了一张符来 诺 朱大官人 将这个符挂在于纳或人家大门正对之处 用不了三日 他们必然会再请人 为他们解难 这几日 朱大官人派一些可靠之人 看好他们的一举一动即可 夜遥光将符纸递了过去 又从怀中取了一张画煞符 至于贵府的煞气 将这张符纸挂在令尊的卧房 五日内便可见笑 但令尊亏损的身子 还需寻大夫条理 多谢姑娘 多谢姑娘 夜遥光笑了笑便是起身告辞 朱孝夫妇极力地挽留 却也没有挽留住 朱孝亲自地将夜遥光给送了出去 还将一个荷包 递向了夜遥光 朱夫人说道 小小心翼 还望夜姑娘切莫嫌弃 夜遥光却是第一次推辞了 因为这一次并不是别人求上门 而是她主动上门 是有自己的目的 可无奈盛情难却呀 即便是拒绝了 对方还是坚持要给 夜遥光就只好当作 是中元节为他们府中驱轨的酬劳 便是收下了 朱孝府中给了五千两 是一笔不少的数字 带着五千两接着逛 几乎是把整个镇上都给逛遍了 也没有寻到一件心仪的礼物 远看着夕阳西下 琢磨着 是不是要明日快马加鞭的 去一趟其他地方看一看时 忽然流水般动人的琴声 就这样飘了过来 这是摇琴的声音 从上辈子夜遥光 就非常喜欢听摇琴曲 虽然自己没有那个闲心去学 但要说欣赏 他绝对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现如今这位弹琴之人 绝对是一个高手 脚步一转 目光落在了穿过一道小巷 只能隐约看到一个小门面的琴行 地理位置这样看来 真心是有些偏僻呢 鬼使神差的便是这样走了过去 这家琴行的门面不大 里面确实别有洞天 这里什么乐器都是一印俱全 但琴是最多的 夜遥光踏入店门的一瞬间 琴声便是止住了 一个四十多岁 笑容憨态可居的老者迎了上来 姑娘 您这是要什么乐器呀 我就是随意看看 夜遥光其实没有想要买乐器 逛了一圈 又沿着蜿蜒的楼梯 走到了二楼 然后她的目光 顿时就被最里面墙面下 正中间摆放的一架摇琴 给吸引住了 摇琴都是采用木为琴身 一般都是由硬木制成 这一把琴的琴身 竟是白玉 很光洁润滑无瑕的整块的白玉 还不是一般的玉 这琴上有十三个原点标志 是琴灰 古代一般用金银玉精致而成 而这个琴竟然是宝石 还是翠绿的如松石的绿宝石 光彩夺目 琴弦也是银丝 这琴可真是奢华的无与伦比了 掌柜的 我可以看看这把琴吗 夜遥光指着这把奢华的 但是看起来又不是很张扬的琴 掌柜一愣随即点头道 姑娘自可以看 不过这把琴也就是一个摆设 根本无法弹奏 只是一人寄放于此 不过这把琴因着无法弹奏 又要价极高 放在我这里已经快三年了 夜遥光穿戴都是极好 掌柜虽然生意不咋地 但见识不少 是个有钱的主 说不定还真的愿意买回家 也不一定呢 细长白玉般的手指和琴身 有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 夜遥光情不自禁地 就拨动了两下琴弦 两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掌柜的脸色大变 看向夜遥光的目光 极其地不可思议 语调中都有些打劫了 这 这琴不少人因为美观而碰过 可从来没有人拨响过琴弦呢 是吗 那看来 他与我是有缘的 这琴 要价多少 掌柜地伸出了五根手指 啊 五万两 十下古琴百两 已经是很高了 上万两 基本都是古董了 这五万两的琴 估摸着整个太和镇 都会望而却步 倒不是没有人拿得出 而是买回去摆在家中的土豪 估摸着太和镇是真没几个 就算有啊 也是未必真心喜欢 难怪放了三年都没有卖出去了 他的卖相 如果拿到帝都那样繁华的地方 定然是不愁有人买 可五万两 他到现在 也就是从仲瑶凡那儿 得到了一个十万两 之后 从傅康城那儿 得过一个五万 其余都是一万两 想了想 这五万两 还真不是一笔小数目呢 虽然现在身价 有十几万两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或是制作播出 叶瑶瑶光 滑过了琴端 他觉得这下琴真的是和温婷战 那金贵内敛的气韵 很是接近 而且他自己也真是爱极了听 摇琴曲 把这个送给温婷战 时不时让他来一曲 做他免费的小琴师 似乎也是不那么贵了呀 既然和我有缘 我便买下他 古友一至千金为红颜 他这会儿开始一至五千金 为他的小相公了 抱着包好的古琴 离开了琴行 叶瑶瑶光的心 其实还是有些低血的 这来到古代赚钱了那么久 他都没有一次性地 为自己花过五万两呢 这在帝都都可以买一栋 超级豪宅了 更别说是这个地方 瑶瑶 你抱着什么 刚是回到了家 就听到了叶瑶光的马儿声 温婷战回头看着叶瑶光 包好看着像琴似的东西 就有些好奇了 后日是你的生辰 这个 当然是给你的生辰礼物了 这么沉 原本还猜测 这是琴的温婷战不确定了 哪有这么沉的琴啊 当他抱着去了院子 放在石桌上掀开了琴套 这才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琴 他从未见过 也从未听过这样的琴 很华美 却不张扬 这还真是送到了他的心坎了 当下挥手一拨 这动人的旋律便是飘了出来 走在了前方的叶瑶光 脚步一顿 不是说极少有人能够播想琴弦的吗 他突然之间想起这事 又感觉 温婷战 真的是没有浪费他这五万两 这琴音 至极好 不如俯上一去 叶瑶光 折身走了回来 在石桌和温婷战 隔桌而坐 双手托起下巴 做好了欣赏的姿势 夜间吧 用了晚膳 我再附琴与你听 温婷战 动作非常的轻柔 将琴用琴套盖好 谢谢你 瑶瑶 这个礼物我超喜欢 我也很喜欢 说不出原因 就是喜欢这把琴 以往能够让他热爱的 只有法器 虽然他不是一个 富弄风雅之人 这些东西呢 也实在没什么太大的兴趣 可是他就是喜欢了 而且还不惜为此割肉了一把 他也觉得稍稍有些意外呢 叶瑶光是知道温婷战 为什么会拒绝他 姚琴和一般的琴不一样 姚琴有六计 七不弹 六计是指 一计大寒 二计大暑 三计大风 四计大雨 五计迅雷 六计大雪 七不弹 指的是文丧者不弹 奏乐不弹 适容不弹 不敬申不弹 衣冠不整不弹 不焚香不弹 不欲知音者不弹 今日之日不犯计 但温婷战 刚刚是从私塾回来 这一身风尘 微沐浴也不曾焚香 所以才会拒绝 吃过了饭后 温婷战陪着叶瑶光 去散步之后 慕乐玉 叶瑶光亲自摆琴焚香 准备点香之时 他觉得那香格外的不一样 不由取出来闻了闻 喜欢吗 叶瑶光回过了头 看到朦胧的月光之下 披散着一头的长发 拙了一袭雪白的宽松外袍 广秀在他行走间格外的飘逸 秀发轻轻飘扬 竟是有那么一点的仙气呢 甚是浩文 叶瑶光将整块的香放下 温婷战在乱香面前坐下 取出了切香的刀具 动作十分优雅地 切了两小块 然后用香池 一手挽着长袖 将枝咬起来 投入了香顶之中 很快的 一股轻烈的香气 便是飘散了出来 比之前闻的香块 还是要香的 香学乃是古代一种 不可缺少的文化 与茶道齐名 到了现在 基本有些败落之下 前世中 叶瑶光基本没有接触过 这一世 到时候有些残留地来自于 柳氏的教导 在她的认知中 很少有香焚后 比焚钱 更让人喜欢的 焚过之后 香气更为清爽 是一种异摇光 前所未有的体验 前世中 她不沾香水 与人打交道 非富即贵 那些人 已有男有女 但都会用世界顶级 动辄几十毫升 上万 上十万的香水 她虽不排斥 也没有觉得不适 但从来没有一种香 让她闻了之后 觉得身体会有一股 独特的放松感 这香奶我亲手调制 还未取名 瑶瑶觉得 给她取什么名号 放下了手中东西 温亭湛 抬眼看向了 叶摇光来 清风如何 如意里清风 让人放松神经 舒缓压力 嗯 清风 极好 说完 温亭湛 暗动在 琴弦的 细长的手指 就拨动了 每一根琴弦 都拨了一下 这是在试音 试音之后 温亭湛 唇角未扬 叶摇光 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句话的意思 只见温亭湛的 手指一拨 琴声 就这样流泄了下来 也许是 年纪不够 阅历不够 于技术上 听惯了 摇琴曲的 叶摇光 觉得温亭湛 并没有多么高明 但他又分不清楚 是因为 这把摇琴的独特 还是温亭湛的本事 他的琴音 自有一种 独特的空灵 配合着 清风的淡香 飘过了鼻息 叶摇光觉得 他是可以 沉入另一个世界 漫天繁星 纷纷飘露 能感受到 宁静的夜 飘落的星 明亮的月 那声 那井 那风 那香 都是融为了一体 让他忍不住的 青阳唇角 闭上了眼睛 这一切 都是太过舒适了 仿佛是浸泡在 温泉之中 将一身疲乏 随之消去 从来没有人 可以光凭一手 曲 就将它催眠 而且不是强制 不是无聊 而是一种 神魂舒适的 憨然 等到温亭站 停下的时候 叶摇光 已经是熟睡了 他不由上前 动作轻柔地 将叶摇光 抱了起来 送他回到了 自己的房间 送一轮明月 服了你忧愁 容一片净土 碎了你轻丑 只一缕清梦 偷了你温柔 于是 叶摇光 竟是没有被 生物中给叫醒 他豁然睁开眼时 外见的天 已经是大亮了 听到了呼呼声 原来是揽祸金子 也趴在身边 呼呼大睡呢 坐在床上 回想起了 昨夜发生的事情 觉得实在是 太不可思议了 他是一个很警觉的人 他也是一个 极为敏锐的女人 竟是那么轻易地 就睡着了 而且温亭湛 将他抱进来 都没有惊动他 迷迷糊糊地 洗漱完 叶摇光 也不去修炼了 走出了房间 发现温亭湛 早就已经去了私塾 他显着没事 就去了杜厚林家一趟 将他要将柳氏夫妇周边的土地 买下的事情 给说了一遍 杜厚林觉得 叶摇光这是不忘本啊 是孝道啊 于是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当天给他操办下来 现在整个村子中 对叶摇光的一举一动 可都是看得紧 知道叶摇光又买了地 这家家又是一番的激动 不过这一次 叶摇光很谨慎 他亲自选择了六家人 给他帮忙 修建陵墓嘛 叶摇光不需要多大的规模 又去了柳氏夫妇的坟前 贴了几张符纸 虽然不动坟 但是在外面修建东西 也是会打扰到 先人的亲近的 这是令他们绵绕的符 做好一切 这一整天就这么过去了 回到家时 温亭湛已经回来了 换上了一身长服 坐在书房中 看着书呢 你老实交代 我昨晚为何会困倦的 那般厉害 叶摇光走入 目光不善地 盯向了温亭湛 温亭湛 头也不抬得翻了一页 随口道 有清风 自然不能少了明月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call 每集点赞 多多评论 第二百零三集 从寻找龙贤夜开始 道摇灵发生了很多事情 温亭湛觉得 既然叶摇光还是繁胎肉体 就算是修炼者 也吃不消劳累的挤压 不表现出来 不代表这些东西 就不存在啊 否则夜摇光 也不会今日 没有习惯地醒来 这些压力和劳累 是需要 适当地释放的 所以 他弄了那个香 它是从别人手中 购置到了一块 奇异的香料 然后亲自地调制而成 啊 是那个香有问题 可以啊 你真是早有欲吗 嗯 温亭湛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若不是叶摇光 送了他一把摇琴 他也会在近日挑个时机 让叶摇光 好好的休息一晚 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学会调香的啊 调香是一门烧钱的学问 就连叶摇光柳氏 也只是书面教导了一点 说了一些香料的种类而已 先生是个爱香之人 时常会指点我一二 温亭湛眼眸犹如被风吹动的湖面 微微地晃动了一下 三年前便开始学习了 三年前 三年前不是柳氏夫妇相继去世的时候吗 那样的情况下 他是怎么想着开始学习制香的呢 合上了书 温亭湛抬眼看向了叶摇光来 爹娘逝去 你我日益捉襟见肘 家中不适生产 总会坐吃山空 你身子柔弱 我也不忍让你日后受苦 而我尚且年幼 以我当时的能力 最多也就只能考个秀才 纵是如此 也不会有人愿意聘起年幼的我去坐馆 那时候我便想 我要和瑶瑶如何活下去 后来有一日 见先生在制香 香料素来是大户人家的必备品 我想着学会一门手艺 不求精细 但求能够有微薄的收入 让你我可以糊口 若能筹够银两 让我继续求学 待到我能够近视极地便好 若不能 也能够让我们熬着过六七年 待我中举 自可去寻个书院做先生 不知怎的 易瑶光听后 觉得鼻头莫名的一酸 三年前 他还那么小 父母双双离世 小小的肩膀上 还有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未婚妻 可是 他没有茫然 依然积极地面对生活 并且早早地 给自己做了规划 原来 就算没有他的到来 他们的窘况 也只是暂时的 易瑶光突然之间 想起了老和尚原恩 说 若非他横空出世 温庭湛定然是要成为 老和尚的弟子 难道 因为他没有来 真正的易瑶光 便是会死了 所以温庭湛 才会生无可恋 看破红尘吗 战哥 若是没有我 情不自禁地 易瑶光竟是把话 问了出来 问到一半 他又是顿住了 但是想到温庭湛 其实早就什么都知道了 于是 他又深吸了一口气来 若是没有我 没有若是 就被温庭湛 拔高的声音给打断了 此时他的面色 有着不符合年龄的阴沉 妖光一睁 温庭湛立刻发现 自己的口气不对 抿了抿唇后 开口道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从来不去多想 你怕吗 怕吗 怕什么呢 怕他吗 那一双漆黑的 温润内敛的眼眸 微微地移动 随即又变得亲密 瑶瑶 我怕不怕 并非用嘴来说 我的举动 是最好的证明 姑娘少爷 晚上摆好了 又离的声音 适时地响起 温庭湛先一步 站起身来 往外走去 叶瑶光 耸了耸肩 这家伙似乎非常不喜欢他 提起这个茬呢 一提就会炸毛 晚膳 也是吃得格外的沉默 吃过之后 温庭湛依然和叶瑶光 一起散步消食 然后回到书房来看书 叶瑶光早早地便是歇下了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今日也是有些困倦 等到第二日醒来时 又觉得自己的精神 比以往要好了几倍不止 盘膝而坐 开始修炼悟心之气 只见 一层层薄纱似的青烟 开始围绕着他 叶瑶光快速地手绝一转 围绕着他浮动的白烟 竟然促然散开 随即又刹那凝聚 成为了发丝一般 极细的一股股 叶瑶光睁开了眼睛 他掩饰不住的喜悦 竟是长了修伪 聚气成功 现在已经是进入了 筑基中期 虽然进步并不大 但是修炼意图 每一点进步 都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 看来两年内 他急急之前 应该就可以凝结精丹了 拉开了房门 就去寻起了小相公 此时 温婷战正和魏卓一起练舞着 看来 温婷战是要把魏卓 当作心腹来培养 否则也不会这么早 就教他这套剑法 见到温婷战要收拾 叶瑶光默然身形一闪 一掌就朝着 温婷战的面门劈去了 温婷战脚下一定 身子快速地往后转 同时手中的剑花 一寸寸地挽起 真的是做到了 手工两不误 剑花在叶瑶光的眼中 如是烟花般绽放 他身子一翻 手中天灵飞出 温婷战身子一转 敌中剑朝着叶瑶光的天灵 划过 剑气绕着天灵两圈 剑身一弹 就将天灵弹到了已经战定的 叶瑶光的手中 叶瑶光伸出手 抓住了飞回来的天灵 进步神速 剑法奇特 去年温婷战 初出习武之时 他也是刚刚开始修炼的 那时温婷战 于他而言 真的是不堪一击呢 不能辜负瑶瑶一番心思 先是默契了丹药 再是果子排毒 后是龙咸叶脆体 若是还不能胜过常人 还真是无言存事呢 快去洗漱更衣 吃过了早膳 我们去镇上 他们这儿 有提前一天过生的习俗 那么今日 就是温婷战的休暮日 也就是温婷战 正式的生日 叶瑶光打算和他 一块去镇上走走 叶瑶光进入了厨房 田嫂子早就已经是 和好了面了 水也已经烧开 叶瑶光亲自拉面 这长寿面一定要细 且只有一根 将面下了锅 让田嫂子搅动着 她则是去了另一个灶头 弄起了汤底 很快的 一碗长寿面 就这么做好了 撒上一点葱花 亲自断到了 温婷战的面前 寿仙 今儿是你的早膳 长寿面 谢谢瑶瑶 温婷战 闻着一股子清香 便是开动了 吃完了长寿面 便是直接去了镇上 没有任何目的地 随处逛着 走到一个 套东西的地方 温婷战突然停了下来 用竹圈子 套摊贩摆在地上的东西 此时周围 已经是围了不少的人 二文钱一个圈 不少人玩了 要么就是空手而归 要么就是赢得一些 不值钱的小物件 但大家也都是图个乐子 有收获自然是高兴 没有呢 也就是 叹口气作罢了 想去试试 这玩意儿啊 对她而言 根本就是小儿科了 她想要哪个 就想要哪个 没有想到 这样的活动这么早 便是出现于古代了 前世中 在一些广场上 倒是看到过 瑶瑶 你看那对耳当好看吗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抠 第二百零四集 叶瑶光顺着看了过去 是一对粉玉雕琢成桃花的耳当 花瓣中间还点了细碎的粉玉宝石 作为了花蕊 精巧又别致 透出了低调的奢华 这样的小摊子上 竟然有这么好的东西 不过摊主很是刁钻 这东西被放在了 倒数第二排的中间 前后左右都是大件 竹圈子原本飞那么远 就是有些立不到了 就算立到了 也会被四周的东西给碰歪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套到的 前世中一摇光是没有耳洞 今生柳氏 早早的就给一摇光穿了 还给他买了一对小丁香 但后来也是当了 所以现在一摇光是有耳洞的 公子要掏几回啊 一回 只见温婷战取出了一块一两的碎银子 递到了摊主的罗面上 一回啊 摊主的脸色一僵 他可没有九百九十九文 前来找补啊 不须找补 摊主立刻高兴地 将一个竹圈递向了温婷战来 多谢公子长 握着轻飘飘的竹圈 温婷战只是随手一扔 真的只是随手一扔啊 然后那个竹圈子 看上去明明是朝着那对 耳当旁边的大肚高瓶飞去的 却是被平言一撞 直直地落了下去 在地面上转了一个圈 所有人都是瞪大了眼睛 那竹圈子晃了两下倒了下去 将那一对耳当不偏不倚地套住了 摊主顿时脸色难看 这可是花了一两银子 从一个落魄的外族人手中换来的宝贝啊 拿到当铺中可以当五两 他都舍不得当呢 放在这里一个多月 可是吸引了不少的顾客 他从没想过会真的被人给套走 呦 这位公子好厉害啊 姑娘的耳当好漂亮 哎呀 我们表公子 套了一百多个都没套到呢 四周围绕的男男女女 都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 摊主便眯着脸 也只能乖乖地把东西取出来 十分肉痛地递向了温婷站来 他本是想哭一哭 说这是祖传的宝贝 放着只是为了带来集气 不是物件 但也不好意思张口说了 喜欢吗 被人送礼物谁不欢喜 而且四周的人都是一脸的羡慕 极度的模样 叶摇光也是有虚荣心的 喜欢 温公子的唇角一扬 犹如春风吹皱了一池的春波 这四周女孩都是一脸花痴地看着 若非温婷站看着还有些稚嫩 只怕有那大仔的姑娘已经是上前丢了手绢 递了荷包了 可真是妖孽 叶摇光的唇角动了动 这小子现在可真是越长越妖孽 越长越俊俏了 再过几年啊 只怕是要迷倒一大片的小姑娘了 杨阳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们走吧 叶摇光假笑了一下 拉着温婷站便是走了 叶姑娘 踩走了几步 听到有人喊她 回过头看向了伤员 竟是朱孝带着一个仆人 叶摇光带着温婷站 退到没有人的地方 很快地就见到朱孝跑了过来 叶姑娘 美人正要派人去寻你 可是对门有了动静 叶摇光立刻反应了过来 那煞符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日日对着他们的正大门 大门每开一次 就会流进去不少 现在已经是两天了 有动静才是正常 是 叶姑娘 今儿一大早啊 我就见着对门 请了一个老道士进府 朱大官人只管回去 我现在就去贵府旁边的茶楼 朱大官人点了点头 就带着家丁走了 叶摇光也快速地去了 朱家旁边的一家茶楼 茶楼正好携对着 那户人家的大门 才刚是坐下 茶水还没有上来 就见到一个老道士 被对面那户人家 恭恭敬敬地给送了出来 那老道士 打扮得倒是有那么些 先锋道鼓的样子 可是叶摇光是什么人 一眼就看出 这是一个半吊子的骗子 当即一个闪身 站在了老骗子面前 还没有开口呢 那老骗子一见到他 就跟见了鬼似的 转身就要跑 温庭站就和他一面撞上了 一把抓住了他的双手 将他一转 看似害怕他摔倒 又扶了一把 实则扣住了他手臂上的命脉 大街上人来人往 温庭站含着笑 拖着老骗子 从容地往前走着 很快也就没有人的目光 落在他的身上了 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温庭站一把将老骗子 扔在了地上 叶姑娘啊 叶姑娘饶命啊 我也是北逼无奈 我哪敢在您的头上动土啊 都是韩家人逼我 我若不为 他们就要杀了我呀 叶瑶光还没有开口说什么呢 这老骗子就已经是 吓得脸色苍白了 韩家 叶瑶光想到了很多可能 却没有想到是韩家 就因为他没有给韩家 改造一个王侯祖坟 就恨上了 韩家为何要让你动我温家的祖坟 是 是韩夫人说您 弄乱了他们家的祖坟 她才寻赏小人 逼小人说出一个 破坏祖坟的方法 小的爷只知道一些浅薄的东西 就说了说蛇蜀能勾出怨气 他派人画了温家坟地图给小的 小的这才全除了青龙味 好 好一个韩家 叶瑶光冷冷地笑了 也许是叶瑶光阴沉的面色 冰冷的语气 吓到了老骗子 他连滚带爬地跑进 叶姑娘饶命 这 这 这都不关我的事啊 他的话音还未录 叶瑶光手掌一扣 悬空在老骗子的头顶 那无形的五形之气 从他的掌心散出 凝聚一根发丝般的细线 直直地便是从老骗子的耳朵 中穿过去了 只见老骗子身子一僵 眼皮一翻就这么直直地倒了下去 叶瑶 温婷战连忙蹲下身来 伸手在老骗子脖子上探了探 发现没有死 这才松了口气 他破坏爹娘的风水 你还怕我杀了他 嗯 我怕 温婷战站起了身来 目光坦荡 瑶瑶 这世间多的是人为财死 鸟为狮亡 她虽然被逼迫捣乱爹娘的坟地 我心中自然是恨极了她 可她并非主谋 既然你我都不愿意彼此多沾杀孽 看在爹娘并未因此受到伤害 就饶她一命 我们真正要下狠手的 是韩家 他们都不是善男信女 但是冤有头 债有主 这家伙还不配他们多染上一丝的杀法 叶瑶光的眉眼顿时柔和了下来 其实他是故意为之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杀了这个老东西 就是希望通过这些事情 来软化温婷战的心的 虽然温婷战到现在 还没有在他面前发过狠 但他却能感受到 温婷战潜在的暴力的因子 他希望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放心吧 他不会有事 我只是伤了他的大脑 虽则不会让他变得吃傻 却不宜思虑 说着 叶瑶光的手一扫 五行之气就将老骗子身上的银钱 全部刮到了自己的手中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或是制作播出 第二百零五集 拿着老骗子的银钱 叶瑶光 去了熟悉的饭庄 将所有的银钱 给了掌柜 让他按着钱 熬粥 蒸馒头 送到了旅所去 就当为这老骗子 做下的罪行而恕罪吧 对方信得过 叶瑶光和温婷战 也没有必要派人看着 他从朱家 取走了那一张煞符 检查了一番朱家对门 没有出什么幺蛾子之后 就和温婷战去了 韩家的祖坟 瑶瑶 你打算动韩家的祖坟 我这个人啊 素来喜欢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之身 叶瑶光又是冷笑着 可祖坟影响几代人 这 我知道 韩家自然也有无辜之人 既然是韩夫人和韩仙 我自然抱在他们身上 叶瑶光给温婷战又是解释道 我想要哪一房倒霉 就动哪一块地 不要让他当不了官 做不了主 半身不随 犹如蛀虫一般 躺在床上 看着他的树地兴旺 依附别人 苟活一世 山上一阵冷风吹来 温婷战只觉得背脊一冷 这可是令韩仙一方的人 生不如死啊 大户人家 总有几个糟性地 树出弟妹 这些人 因为无法地继承家义 从来都被笛子 所看不起 若是韩仙下半辈子 要看着这些 曾经他瞧不起的人的 脸色过火 那是将他的骄傲彩碎 碾落成泥 当真是生不如死 见到温婷战的反应 叶瑶光突然笑眯眯地说道 你觉得我阴寒 不 我觉得瑶瑶英明 这是事实 温婷战也很喜欢 让敌人死 才是恩赐 要让他失去在乎的一切 每日 养人鼻息 求生不能求死无门 才是最痛快的报复 所谓的炖刀割肉 就是如此 那我们回去吧 叶瑶光折身 准备往回走 啊 温婷战却是一脸的茫然 这才刚刚到 什么都没有做就走了 不动手了 不动手了 韩家祖坟 已经是亡国破家之所 温婷战顺着叶瑶光 所指看了过去 顿时大惊 年初时 他们来时 这里明明是一个 藏风那气的上家之地 可现如今呢 竟是如此的凌乱 具体温婷战 也不知道如何来形容 但这样的地方 绝不是一个好地方了 这应该是傅冲的手笔 叶瑶光看着坟墓背后的山 原本这山形 有篓 有寺 藏法奇之 王侯崛起 山形犹如背负着一个巨大的屏障 在山篓之中 犹如树宫殿一般可以依靠 将藏地设置在气势停留的地方 后世子孙 便可封王 封侯 你仔细想 年初此地 可是这般 温婷战想了想 年初时 这里还真是犹如 叶瑶光所形容的一样 你看 现在形容金蛇 山形弯曲倾斜 没有任何的走势 这 就是王国灭家之地 能够这么短时间 改变一个地方的山形地势 唯有修为金丹之上的修炼者 和韩家有纠葛 有那个闲工夫的 不就只有傅重一人了 叶瑶光大概能够明白 韩家为什么要寻人破坏 温长松夫妇的坟墓了 应该是 温婷战将傅冲给引了过来 傅冲认为 韩家贪得无业 明明已经是 给了一个王侯之地 韩家还要去请 叶瑶光 这个曾经让他吃过暗亏的人 来看祖坟 一怒之下 才会赶了过来之后 动了韩家的风水 韩家呢 肯定不会怀疑 在他们心中地位崇高 来无影去无踪的傅冲 定然是认为 叶瑶光被他们所抛弃 另选其他人来弄祖坟 这才会动了 他们祖坟的风水 这样算来 还真是和他们两人 有那么一点关系呢 毕竟傅冲 是温婷战给引回来的 若是韩家人 在得知 祖宅风水被破坏 没有自以为是的认为 是叶瑶光 在求上门来 知道这个因果 叶瑶光还愿意出手 可如今呢 韩家人竟然是找了 一个不入流的半吊子 来动了他们家祖坟 那就扯平了 他也不打算 再插足 韩家的事了 如此决地 韩家 应该已经是落败了 一如叶瑶光所料想 去了一趟镇山的韩府 果然已经是被查封了 当下派人去寻过了孟林 官府查封的房子 必须从府衙购买 叶瑶光打算把这个宅子 给买下来 瑶瑶为何要买下 韩家的宅子 对于这个宅子 温婷战是很不喜欢的 先是楚家人 后是韩家人 这个宅子 就好像和他们相客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宅子 和我们相客啊 所以 我要把它买下来 改建成别的 也省得再住进一户人家 又寻我们的麻烦 温婷战听了 也觉得有些道理了 楚家 韩家都已经够糟心了 能够买得起 这么大一栋宅子的人 也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不如拽在自己的手中 回到家 用过了晚膳 二人一起散步时 叶瑶光突然说道 明天你去私塾请个假吧 我们要出远门 我们先去一趟府城 前府会摆满月酒 我答应了前夫人去官里 去府城 要五六日 早点出发 可以以防万一 再接着 九月初乃是杨大姑娘出阁 魏公子也寄了请帖给我们 我们不如出去走走 顺道 去看看阿尼亚 好 我明日去了私塾 就与先生说道 其实私塾 现在已经不能满足 他的求学了 先生对他有恩 并且先生喜欢他 常常去看他 既然他还没有去白鹿书院 九十日去了私塾 根本不上课 也只是陪着先生 专研学问而已 既然决定了 接下来的行程 叶瑶光自然要抓紧地 把柳氏夫妇的坟地 给弄好 这样才能安心地走 第二日送走了温亭站 叶瑶光上山 看了看坟墓 让在坟墓四周围起的半圆的墙 圆湖外围上 有七颗石雕珠 远远看去 就好似是一顶皇冠 除了修建的人 没有人知道 每一个足球大小的石雕珠里面 都有一块法器玉佩 这乃是叶瑶光 从自家的宅中 镇眼里 蕴养出来的 借此布置一个七要镇 这凡人休想再触碰 他爹娘坟墓一寸 虽说并不是他的亲生爹娘 可与他的身体原主有恩 也算是他半个爹娘了 工程并不大 五天便是完工了 完工的当日夜里 叶瑶光带着法器罗盘 和温亭站上了山 他将那几道清新符给撤了 然后翻手将锣盘 扔到了高空之中 两指一点 金色的光芒 顺着指尖的五行之气 汇聚到了坟墓上空 最中间的地方 接着 隐藏在石雕珠内的玉牌 开始缓慢地转动 一个转动过来 就会射出一缕 只有一摇光才能看到的 白色棉絮般的光芒 这些光 与中间的金光汇聚 等到七道光 全部都汇聚到了金光中间 一束金银相较的电光 犹如火箭一般 直飞上了天空之中 七药 因此微微移动 但也只是微微移动 很快便是恢复了平静 成了 温亭站除了感觉到 一点点不同的气流波动以外 什么也没有看到 不过 他确实能感觉到 和之前不一样了 嗯 我们给爹娘磕个头就回去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或是制作播出 第二百零六集 第二日 叶瑶光吩咐又离和姨宁 打包行李 这一出去啊 就是一两个月 就算轻车从简 也是要带足东西的 叶瑶光本来是打算 带着薛大 魏金和王牧 不带丫鬟 却是被温亭站 给坚决地否定了 他知道 叶瑶光如今 是来了月室 身边没有丫鬟伺候可不行 哦 不过温亭站 叶瑶光原本打算 带着怡方去 因为怡方本身 就身子柔软 非常肯吃苦 叶瑶光传授的 那一套女孩子练的拳法 怡方练得很好 但看到又离 飞快掩饰的 渴望的目光 叶瑶光最后决定 带着又离和怡方 两个人一块去 回来之后 叶瑶光将剩下的六个果子 给了大笨雄一个 给了魏卓 王森 薛大 一人一个 剩下两个 原本是要给最小的怡威 和一心小 习武的怡宁 但是怡威 她不愿意习武 年幼的她 在西班子 吃了太多苦头 又是怕疼 于是叶瑶光 也不勉强 怡方呢 本就是会一些 拳脚功夫 叶瑶光也打算 转而给了怡方 但当怡方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之后 又决定让给又离 又离从小 就是娇养的姑娘 身子骨本就是弱的 又离倒是没有辜负一方 每日都是非常勤奋 现在啊 绝对可以料到一个 没有功夫的大汉了 对付两三个柔弱的书生 也绝对不在话下 看着怡宁有些羡慕 却不嫉妒的眼神 姑娘 这回你带着两位姐姐出门 下回可又轮到我了 好 我保证下一次啊 带你一起去 让怡宁和又离 跟着怡方练身体 让又离教导他们学习 几人感情现在 也是和亲姐妹差不多了 第二日一大早 叶瑶光整装齐发 一路醒了三日 都是非常的平静 大家放慢了行程 颇有油上玩水的气氛 到了第四日 他们进入了封城 一进入封城 就觉得有些压抑了 日落黄昏 赶紧找了个最好的客栈 休息了下来 起料 薛大刚刚从掌柜那儿 接过了房门的门牌和钥匙 就听到那掌柜 语重心长地对着叶瑶光说道 姑娘 夜间可不要出客栈呢 这是为何 哎呀 我们城里出了妖怪 一月前到现在丢了不少姑娘 全都是未出阁的十三四岁 像姑娘这般大的 到现在也不曾寻回 叶瑶光和温婷战对视了一眼 他们终于明白了 这封城那一股压抑之气 缘合而来 谁家没有一两个代价的姑娘 只怕没有丢的人 现在都是惶惶不安的 哎呀 只有一位寻回来了 可那魔呀 真是吓死人呐 那姑娘 就剩了一个脑袋是完好的 身体还有一层皮 骨头和血肉都没有了 其余的姑娘 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只怕连尸骨都找不到了 不然老头子怎么敢说是妖怪作祟呢 现老爷已经派人去请法师来做法 可今天已经是第三回了 头两回的法师都已经找不回来了 温廷站亲自的将叶瑶光送到他的房间 又离卫金等人都在收拾两人的房间 叶瑶光吩咐一方将黄表纸 朱砂等东西给取了出来 温廷站见了 便是问道 我暂时没有察觉到妖气 可若真的是皮囊完好无损 骨血和肉不翼而飞的话 谁有八九是妖作祟啊 鬼只会吸活人生气 就无法食人之肉 邪羞嘛 会吸血 却也不食肉啊 虽然叶瑶光没有把话说满 可温廷站却是觉得应该是妖没错了 他读过一些智怪奇谈 只是没有见过所谓的妖 不由好奇 妖是什么模样 妖啊 妖呢 有美的 有丑的 有善的 也有恶的 其形态如人一样 千种面貌 那今晚就让又离和怡方与你同住 既然这妖怪专门是找十几岁的姑娘下手 那就得防范于未然了 自然不是让又离和怡方保护叶瑶光 而是不希望又离和怡方惨遭毒手 温廷站知道 叶瑶光一定是会保护他们的 听见没啊 少爷让你们今天晚上留下来伺候我 一方 去弄些水来 我要沐浴 晚上我们在何处用 就楼下吧 我们人多 那好 我去让厨房做点你喜欢吃的 在楼下等你 说完 温廷站转身而去了 她身子挺拔 腰间玄怪的玉佩 微微荡开了一圈波纹 闪动着温润的光 一如她的人 君子如玉 叶瑶光之所以提前沐浴 不是因为身上有风尘 或者疲惫 而是决定画幅 到现在都没有感觉到 一丁点的腰气 要么是这个腰 没有出现在她路过的地方 要么就是 不是腰 可是为了以防万一 她还是换了两张镇腰符 分别放在了她和温廷站 房门前悬挂的门牌后面 隐藏了起来 做好了这一切之后 才去前院的楼下 用起了扇篮 喂 你的功夫在哪儿学的 还挺凑合 你说话呀 我问你话 你竟敢不回 你哑巴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竟敢护士本 我 叶瑶光刚是走到了院子中间 摆在露天花藤树下的桌子旁 一个长得格外的好看 约莫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就围着温廷站 一脸的薄怒 这个小姑娘 穿戴格外的非凡 花藤树下 还站着两个丫鬟 两个小丝 丫鬟都是细皮嫩肉的 小丝下盘很重 一看 就是不一般的恋家子 瑶瑶你来了 快坐 卫荆 让小二上菜 原本拿着书 对小姑娘不理不睬的温廷站 突然站起了身来 见到叶瑶光走近 就被叶瑶光拉开了座椅 贴心地又是吩咐起了卫荆来 骄傲的小姑娘被忽略了 再一见 叶瑶光桃花般 妖艳绝色的容颜 更是目光充满了敌意 你是何人 看到呗 姑娘 小姑娘正是要发怒呢 她身边的丫鬟立刻出演 夫人估摸着要派人来寻您 姑娘我们快回吧 切莫让夫人久等 这个丫鬟看着年纪 并不像是这个小姑娘身边的人 估摸着 是他们口中夫人身边的人 所以这个小姑娘忍了忍 一扶袖子便是走了 终于清静了 王沐在一旁套了套耳朵 叶瑶光只当是没有听见 小二已经开始上菜了 温亭站先是一步地 夹了一块鱼腹肉 到叶瑶光的碗里 来瑶瑶 尝尝这道酱香鱼 用了本地特有的酱料 如此殷勤 所为何故 叶瑶光没有立刻吃 他拿着筷子的手 手背拖着下巴 明艳的目光直溜溜地 看向了温亭站来 温亭站则是一脸的疑惑 然后开始反省的 难道我平日对瑶瑶不好吗 这一问反倒是让叶瑶光一叶了 貌似平时温亭站对他 也是极为地体贴入微的呀 这虽然也不是第一次为他布菜 可他就是莫名地问了这么一句话 潜意识中 他觉得温亭站 应该是他方才看到他勾的小姑娘 所以心虚了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call 每集点赞 多多评 第207集 为什么认为他心虚 叶瑶光没有深思 而是用筷子夹起温热的鱼 细嚼慢咽的便是品尝了起来 嗯 味道真不错 佑黎 我们走时买一些酱料回去吧 是 姑娘 记下了 佑黎是蹊跷玲珑心 直到叶瑶光现在需要化解尴尬 忙是出声印象 刚刚小姑娘 怎么回事啊 叶瑶光亲手 为着温亭站 盛了一勺乌鸡参汤 递了过去 方才那姑娘在院子里踢箭子 一个不慎将箭子踢到我这 我便随手将只挡开 那姑娘不愤 便让她的下属动了手 温亭站用勺子 搅了搅鸡汤 觉得不烫了 才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 方才那两个下属 叶瑶光扫了一眼 功夫绝对是在温亭站之上 不过无冤无仇的 温亭站也没有得罪他们 心中肯定也明白啊 是他们姑娘过于刁满 才会不出权力 所以双方应该是打了个平手 小姑娘对温亭站是感兴趣的 那个小姑娘 身份可不一般啊 叶瑶光虽然没有看面相 但很多东西和细节都可以体现出来 温亭站自然也看出来了 两人用过了晚膳 就在院子中随意地走着 这个客栈很大 叶瑶光和温亭站 要了一个单独的小院 小院一分为二 乃是这个客栈 甲乙两个最好的上院 他们是住在最里面的甲院 必须要经过乙院 而之前那个娇贵的小姑娘 正好就是住在了乙院 此刻 她身旁还有一个穿戴 看似简单 却无不透露这华贵的妇人 这妇人面相 五月端重 信眼寒神 耳红而圆 口气有灵 面有朝霞之色 天中印堂 均有肉环 这是后妃之相 接着 叶瑶光又漫不经心地 扫过了方才 那个漂亮的小姑娘 伏羲隐隐而起 这是郡主之相 原来竟然是不知 哪位王爷的内眷 难怪小姑娘 那般的盛气凌人 不过 这位小郡主 眼角有暗红之光 印堂有若隐若现的黑线 不说一日 必有劫难 但也会化险为夷 叶瑶光也懒得开口 对方身份不一般 倒是只怕会麻烦缠身的 可毕竟是远远擦身而过 叶瑶光和温婷战 还是有礼地 对着那位王妃 微微地汗手 算是打了招呼了 小郡主看到他们 想要过来 却被自己的母亲 给轻喊了一声 这一声非常动听 没有任何压迫力 清禾之中 却有着一股子的威严 小郡主果然是怕解了生母 她不甘地跺跺脚 撇了撇嘴 就没有动了 叶瑶光和温婷战 只当什么都没有看到 一个转身 从小门进入了他们的院子 四间屋子 她和温婷战比邻 其实就只有两个门 是一个大间的屋子 进门之后又分了两间 又离和怡方 没有留在进门的房间 隔了一道门 总是多了一份危险 多个叶瑶光 进了门内的另一间 另一边是魏晶 王牧还有薛大 留在了外面 叶瑶光抱着金子 睡得很香甜 然而半夜 却被一道刺耳的叫声 给惊醒了 这声音短促而又惊慌 第一时间 叶瑶光便是悬身飞窗而出 恰好是看到了 对面的阁楼上 小郡主横躺着身体 悬空漂浮着 目光一灵 叶瑶光完全感觉不到 一丝的妖气 她一个纵身 朝着即将飞过屋顶的小郡主 靠近了叶瑶光 才感觉到一股 不正常的力量 在波动着 五星之起 互助全身 飞铃飞射而出 刀影飞舞 淡温扑斥一声 天灵似乎凭空 割开了一块布一板 没有任何的血迹 那力量 默然一缩 小郡主便是掉了下去 叶瑶光反手 将小郡主给接住了 这一晃的功夫 那一股奇异的力量 竟已经是消失不见了 尤瑶 温婷战 已是赶了过来 与此同时 暗处的几道身影 翻飞而来 一个人朝着叶瑶光 挥来一掌 温婷战身子一闪 同样是一掌 便是迎了上去 两掌相击 温婷战身子 快速地往后退着 叶瑶光 伸手稳住了她 另外一边 一个黑衣男子 也是退了两步 然后 在走廊摇唤的灯光下 错愕地抬头 看向了叶瑶光 和温婷战 郡主 郡主不见了 这时 房间内 陪伴着小郡主的 丫鬟惊醒了 看着空空如也的床榻 突然拔高了嗓子 大叫了一声 刚是冲到了外面 恰好看到叶瑶光 和王府僵持的护卫 这一嗓子 整个院子 都是亮起了灯来 和小郡主相邻的王妃 也顾不得姨态 披散着头发 裹着一件披风 就这么跑了出来 卓夺 派人将外面的人拦住 是 一名护卫 飞跃而下 带着两个人 守到了他们的院子来 你们的郡主 你们是打算 自己抱回去吗 小郡主 怎么也有三十公斤 丫鬟们 自然是抱不动 可金枝玉叶的郡主 哪里能够让护卫 沾手 这一下 就把所有人 给难住了 姑娘切莫动气 是下人失敬 还望姑娘误怪 这是王妃 走上了前来 叶瑶光 点了点头 一把推开 房门前的两个丫鬟 将小郡主 抱回了房间 放在了 她的床榻上 姑娘息怒 府中护卫多有冒犯 还请姑娘 原谅泽个 只见老嬷嬷 连忙忙着笑的 老身姓王 虽年迈 却也是有些见识 姑娘这一身装扮 多谢姑娘 对小主子出手相救 老身和夫人 定然会让府中的护卫 向姑娘请罪 她也是救主心切罢了 但我还是想问一下 护卫首领一个问题 王嬷嬷看了看王妃 见到王妃点头 才出去将护卫首领 卓风给叫了进来 姑娘 随着卓风进来的 还有又离 又离手上拿着一件 雪白的披风 走到叶瑶光面前 亲手地给她披上了 卓风先是向王妃见礼 这才对叶瑶光抱拳说道 是才是卓某鲁莽 姑娘无怪 卓护卫 以你的身手 怎么会这般晚的 才发现郡主有难呢 卓某方才感觉 有什么人将卓某束缚 有片刻的大脑混沌 待到卓某清醒之后 就见姑娘抱住了小主子 卓风如实回答 这一回答 让王妃和王嬷嬷 都是脸色一白 他们可是清楚地知道 卓风的能力的 能够悄无声息地 将卓风给束缚 这是何等人也 你可是有闻到什么气味 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比如冷 卓风沉默了片刻 似乎在极力地回响 卓某似乎感觉 身子突然有些沉 并未闻到特别的气味 不知姑娘 为何有此疑问呢 我是想知道 是什么妖怪在作祟 妖怪 王嬷嬷身子一颤 王妃也是身子晃了晃 卓风则是有些惊恶 然后又是有些疑惑 显然是不太相信 有妖怪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抠 想必封城的留言 诸位也是听说了 贵妇小主子 已经是被妖怪所盯上 信不信随你们 说完话 叶瑶光和温婷战 就要走了 怪力乱神 很多人没有亲眼所见 是绝不会轻易地相信的 第二天一大早 王妃和小郡主就走了 走了 那可算是解救了封城了 她已经是提醒了 可是对方不信 她也没办法呀 为何 若我所料没错 昨夜出现的 应该是影子妖 影子妖是没有妖气的 是人 在一个独特的情况下 被自己的影子 给反噬而成了妖 因为它是影子妖 所以它需要人的血和肉 来填充自己 一旦选中了猎物 就会把自己的影子 投射到猎物的身上 要摆脱她 除非没有影子 没有影子 那不就得死 只有死人才没有影子 瑶瑶的意思是 小郡主会将影子妖带走 温婷战算是理解了 叶瑶光的意思了 不由眉头一动 若是小郡主被她所害 她是否还会回来 小郡主不会被她所害 昨日 我看过了小郡主的面相 是有惊无险 叶瑶光又是轻轻一笑 已经被她碰上了 对方又不是和她有仇的 否则 她断然没有不理会的道理 之所以无动于衷 是因为她笃定了 这个小郡主 会化险为夷 自然就有人出手 去对付这影子妖了 那她也就用不着 故意地插上一脚 既然如此 我们启程吧 温亭站也是面色缓和 吩咐了薛大等人 时间上行程比较慢 还有三日 就是八月初一了 他们还需要两日 才能够到府城 所以还是不要耽搁为好 七月的天 正是流火一般的季节 虽是没有五六月的炙热 但由于今年雨水不足 所以格外地干燥 行了大半天的路 马儿也是有些吃不消了 路过了一个小镇 叶瑶光便是让大家都停留下来 歇歇了一会儿 过了最烈的日头 再往前走 叶瑶光等人刚刚在镇上 最为雅致的一间茶楼坐下 点了一些茶水 馒头 酱肉片 刚刚是端了上来 就听到了有一行 数量不少的人 到来的脚步声 回头一望 不由诧异 他们不是比我们先走一步 怎能还落在了我们后面 带头的是卓峰 正是小郡主等一行人 王沐见到这些人 也不由是疑惑的 过来的路只有一条 路上也没有看到他们 见到了叶瑶光和温婷站 卓峰显然也是一阵 他无声握着剑 对着叶瑶光抱了抱拳 随后就进入了茶楼中 要了几张桌子 王妃和小郡主都没有下车 卓峰倒是迎了一个人出来 这人看着 约莫四十出头 皮肤略黑 眉毛格外的浓密 带着一点犀利 眼眸很深 步履间犹如踏云般轻慢 身着一袭藏青色的长袍 身后跟着两个 穿着黑白相间挂子的童子 这人 坐在他旁边的叶瑶光点了点头 这是一个修炼之人 且修为比他要高 看来王妃还是把他的话听进去了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估摸着 会落在他们身后 应该是去等这个人 果然不愧是皇亲国戚啊 这么快 就寻到了高人 瑶瑶 叶瑶光夹起一个馒头 咬了两口 刚是咽下才到 担心我心里不舒服吗 我心里不舒服 在温婷战眼中 自然是叶瑶光千好万好 昨夜如果不是叶瑶光 他们家小郡主早就已经只剩下了一张皮囊 叶瑶光好心提醒 他们不信 转头又去找了别人 这不是打脸吗 我才不生气呢 快吃吧 温婷战只不过是偏心而已 她的年纪摆在那儿 又是一个女孩 人家怎么可能将金枝玉叶的郡主 交到她一个小娃娃手上 况且人家也没有求她 使她主动地提及有妖怪 也不存在一事凡二主 这样的情况 叶瑶光才不会生气呢 更不会强买强卖 再说了 有生意就做 没有生意 看个热闹 何乐而不为呢 影子妖 虽然在妖物排行榜上 连这名次都美 算是最不具攻击性的一类妖物 却是最难抓的 打不死戳不痛 除了将之恋化 根本是无法消灭 而且 这影子妖 已经是投入在小郡主的身子中了 还要在不伤害小郡主的情况下 恋化这个家伙 那是一件 极为棘手的事情 看着日头 已经是过了最热的半个时辰 幽默者 王妃他们 还想再等半个时辰 叶瑶光也不想在这纠缠 于是吩咐几人 准备出发了 正准备走时 卓风走上前来 对着叶瑶光抱拳说道 姑娘 是否要去府城 嗯 姑娘若是不嫌弃 不如同行啊 叶瑶光 却是摇了摇头 同行是冤家 冤家最好不要拒头 严巴 叶瑶光 进入了马车中 马车内 叶瑶光 利用了几件水晶物件 摆了一个阵法 相当的凉快 幽黎和怡方 都喜欢待在马车里 即便日头还有些毒 他们也更是乐意 早些启程 卓护卫 告辞 就 卓风还想说些什么 可薛大 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一扬边 便是走了 等到叶瑶光 和温婷战等人走后 卓风才走到 王妃的马车边 躬身说道 王妃 那姑娘 也许本事不一般 她已经看出了 卢先生的身份 既然如此 你为何没有把人 给留下来 掀开车帘子回话的 乃是王妃身边的 王嬷嬷 嬷嬷 姑娘说 同行是冤家 这小姑娘啊 还真是傲气 昨夜明明知晓了 王妃的身份 还如此地撂脸子 王嬷嬷皱了皱眉 有些不愈 原是我们先不敬她在先 她救了孕儿一命 我们未曾奉上谢礼 如今又寻了卢先生 也怪不得她 可是王妃 小郡主到现在都没醒 王御医 也看不出什么缘故来 那卢先生啊 也是到现在 没给个肿话 马车中 王妃看着 躺在自己怀中 昏迷不醒的孩子 眉头 已是染上了轻丑 你去告诉卢先生 本妃现在就要启程 是 王妃 你这是要去追赶那小姑娘 需要是我和王爷第一个孩子 我不能让她有任何闪失 王妃的手轻轻拂开了女儿额头上的刘海 她的目光之中满是流动着慈爱 既然那姑娘是个有真本事的 我们与她靠得近 说有个万一 她定然不会袖手旁观 所以 当夜瑶光隔着老远的距离 察觉到身后的动静时 不由伸手 揉了揉额头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或是制作播出 第二百零九集 瑶瑶 怎么了 原本还在看书的温庭站 见到夜瑶光如此 不由出声询问 麻烦跟上来了 温庭站闻言 目光往这后肩看了看 她现在的功力 还感觉不到这个距离 他们距离我们有多远 三里路 温庭站伸手掀开旁边的帘子 看了看天色 又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将手中的地狱制 随手翻到了封城 瑶瑶要想摆脱他们 也不是不可 双手正在后面 抱着脑勺的夜瑶光 身子往后靠了靠 说说看 我们快马加鞭 应该能够在一根踩点入城 他们纵然现在开始追我们 也可以让他们恰好 落在城门关闭之后 甩是甩掉了 可只怕是要结仇了 夜瑶光笑着又摇了摇头 他们应该是为了多一层保障 才会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 一个时辰之后 我们还是要在下一个镇上歇一晚 按照原计划 明早进城 他们请的人比不上瑶瑶 温庭站纳闷了 王妃舍了他们 特特去请了一个人过来 这会儿又紧跟着他们 这不是打了两边的脸 那人是个有真本事的 只不过这回遇到了一个不一般的妖怪 影子妖没有妖气 若非我昨夜与之交手过 换了我 也恐怕一时半会儿想不到这一点 影子妖入了小郡主的身体 小郡主一直在马车上没有见光 没有见光便没有暴露 那人估摸着 到现在也不能告诉王妃一个所以然 这才会让王妃心中起了疑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这王妃只是想自己的女儿平安罢了 日头偏西的时候 抵达到了下一个镇上 薛大找一步策马去订了客栈 在客栈门口 叶瑶光和温庭站也到了 刚是打点好 入住客栈没有半炷香的时间 王妃等人的车架也是赶了过来 可惜他们所住的客栈已经没有那么多客房 容得下王妃等人 却没想到 王妃竟然把大部分的侍卫 给放在了其他客栈 他就这样带着着风兄弟 以及卢先生三人住在了这个客栈中 此时叶瑶光恰好是在客栈的正堂 小郡主被一个戾气极大的丫鬟给抱了下来 这个丫鬟应该是今天路上才买的 夕阳的光打在小郡主的身上 她的身体被遮挡 唯有一个头印在了地面上 叶瑶光清楚地看到 静静躺在小丫鬟怀中的小郡主 投下的那一抹影子 脑袋轻轻地 犹如一个僵硬了的人 在活动筋骨一般转动着 叶瑶光指尖凝气 手臂一挥 发丝般细的五行之气 凝聚成了一枚银针的长短 直直地便是扎在了地面小郡主的影子上 那影子颤了颤 这才快速地缩了回去 小郡主的影子才恢复了正常 因为叶瑶光运气 产生了五行之气的波动 卢先生虽然不是五行修炼者 可修为已经是凝聚精丹 竟然很快便是感应到 但等他转过头来寻找时 叶瑶光已经伸手扶弄着垂到胸前的长发 这一点痕迹也没有让其看到 卢先生 你在寻找什么呀 卢先生黑密的剑眉 这附近有高人 啄风大惊 当即看向距离他们不远的 叶瑶光来 他们王府和卢先生打交道 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卢先生的本事 他们都是心知肚明 能让卢先生称之为高人 并且没有找出来 只怕比卢先生还要高出一筹 其实他不知道 是因为叶瑶光修炼的是五行之气 除非修为高出他很多 否则是不可能发现他的气息的 小镇的客栈 自然没有封城那样的规模 所谓的上房 也就是在楼上稍微大一点的客房 楼下云龙混杂 叶瑶光便把饭菜 叫到了屋子中来吃 正要吃饭 王妃身边的王嬷嬷 亲自过来敲门 请叶瑶光一道去吃 打着感激叶瑶光昨夜中 救下小郡主的旗号 叶瑶光客气地婉拒着 还请转告夫人 我们的菜已经是上齐了 如今四处旱灾 总不好浪费粮食 就不打扰夫人了 是老身打搅姑娘了 姑娘若是不弃 晚膳之后 老身再来请姑娘去喝杯茶 我们夫人啊 想要当面感谢姑娘 饭可以不去 这茶看来是拒绝不了了 吃过了尚后 我便去打扰夫人片刻 老人家无需劳动一番 那好 那好 吃了晚饭 叶瑶光和温婷站 消了消时 便是去到了王妃的客房 姑娘请进 我们夫人等候多时 房间中还有灼风与卢先生 而王妃则是隔着屏风 在内间 夫人 叶瑶光只是以长辈之礼 微微欠了欠身 姑娘多礼了 王妃的声音 亲和地绕过了屏风 我来引荐一下 这位是我府中贵客 延安卢方卢先生 卢先生 这位便是我向你提过 昨夜救下小女的姑娘 说来惭愧 现在还不知姑娘方明 我姓叶 叶瑶光含笑地看着卢方 延安卢方 她曾经听说过的 是很出名的帝师 在帝都 是许多达官显贵的座上宾 好 姓叶 卢方文言 曾听原恩大师提及过 叶姑娘啊 看来这卢方为人不错 否则不会被原恩看若眼 这也算是卢先生 和叶姑娘的缘分 如此甚好 正好将小女托付给二位 对方是一摇光 因着原恩的缘故 卢方一点也不排斥 于是便是爽朗大方地问道 叶姑娘 你既然与之交过手 你可知 到底是何物啊 是影子腰 影子腰 卢方先是瞳孔一放大 随即点头 哦 难怪呀 难怪我一点也没有察觉出来呀 竟然是影子腰 不知卢先生 可有应对之策 若是影子腰 我倒真有一宝可祥之叔父 不过 尚且需要叶姑娘相助啊 只见 他从身上的包袱中 取出了一面镜子 这镜子 桃木打造的八卦框架 框在其中 镜子的镜面 常人看来没有什么异常 可一摇光 却是看到上面 有一层层的五行之金的气息 在波动着 原来 这卢先生 是精气的修炼者 这面宝镜 的确是对付影子腰的上家武器呢 镜子 可以将小郡主的影子照出来 但是影子腰 未必会上当 若是卢先生信得过我 可否将这一面宝镜 暂时交给我 毕竟小郡主是女儿身 男的 确实不方便 有何不可呀 卢方伸手 就将宝镜 交给了叶耀光 今夜就由我守着小郡主 王妃最好将伺候的丫鬟 都给打发掉 久劳叶姑娘了 王妃 对着身边的王嬷嬷 使了一个眼色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朔室 制作播出 第二百一世纪 王嬷嬷绕过了屏风 走到叶耀光的面前 叶姑娘 请随老奴来 走出房门 恰好看到 平栏在楼梯间 等候她的温庭站 叶耀光还叮嘱了一句 早些休息 温庭站什么都没有问 点点头 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叶耀光跟着王嬷嬷 去了小郡主那 然后将两个丫鬟 一并带走 叶耀光将小郡主 垂下的床杖 给勾了起来 又打开床边的小窗 看了看月光 从窗外洒落下来的角度 伸手掐指算了算 又看了看天色 确定不会下雨 不会有乌云碧月 这才拉了一张椅子 斜对着小郡主靠着 双脚伸直交叠 搭在床尾的木脊上 闭目扬起了神来 当月光从窗外 洒落在 叶耀光的头上 一点点顺着她的身体 移动到她的腿脚 最后划过脚尖之时 叶耀光默然之间 睁开了双眼 被月光照亮的床榻 小郡主还紧闭着眼睛 可是床上 已经有了一抹身影 坐了起来 那影子很瘦 犹如是没有皮肉的骨架 叶耀光快速地 收敛了全身的气息 又是轻轻地 闭上了眼睛 宛若是一个平常的熟睡者 小姐 那一抹影子飞了起来 犹如幽灵一般 在床顶飘飞了一圈 然后悬浮在了 小郡主的上空 又在叶耀光的上方 飞了一圈 似乎在考虑 先把哪一个给吃了 犹豫了片刻 她决定 先吃叶耀光 白骨爪一般的影子手 隔空掐在了 叶耀光的脖子上 然后想要用力地 将这颗脑袋给拧掉 从脖子来吸收骨血和肉 可她的手刚刚用力 就好似是掐到了铁板一般 咔嚓一声 手就断了 当即便是意识到不对 想要前回到小郡主身体中 可叶耀光 却是比她快了一步 她将卢方的宝镜甩了过去 落在了小郡主的身上 正要从上方潜入进 小郡主身体的影子腰 煞时发出了老鼠一般 叽叽叽地惨叫 月光打在宝镜之上 蕴含着浓郁的 五行之气的光芒 被镜面反射出来 恰好就照在了 影子腰的身上 她犹如是坠入了油锅一般 剧烈地挣扎 叶耀光只肩拧起 五行之气 犹如发丝一般飞射出去 就要将影子腰给缠住的一瞬间 那影子腰竟然不惜舍了一层影 一股淡灰色的气流 从被宝镜束缚住的影子腰体内挣扎出来 叶耀光的五行之气 落了空 被宝镜束缚的影子腰 已经是淡化了 而真正的她 却在这一个空隙中 消失无踪 快步走到踏前 叶耀光取出了一道镇腰符贴在了小郡主的额头上 取下了小郡主身上的宝镜 将宝镜往上空一扔 指尖转动 悬浮在屋顶的宝镜 快速地以三百六十度的速度旋转 一束束的光芒 在叶耀光的操控之下 几乎是不间断地将整个屋子都照亮 很快便是看到了影子腰的所在 目光一宁 见到她要逃跑 手掌一挥 那五行之气飞射而出 却没有打中 只是拦住了逃跑的道路 来不及多想 叶耀光快速地反手往后一击 断了影子腰逃跑的路 这时 一直因为影子腰的控制 而没有苏醒的小郡主 却是醒了 张开眼睛 就觉得很刺眼 不由高鹤 给本郡主吸当 叶耀光哪会去理会她 就见影子腰快速地往上逃窜 她控制宝镜的手一扬 镜子立刻朝着那一个方向照去 另一手五指成爪 正要向已经被逼得 退无可退的影子腰扣去之时 被忽视的小郡主 用手挡住了眼睛 缓缓地睁开 这才感觉到额头上 是贴了一张符纸 于是 她一把扯了下来 你是谁 你要对本郡主做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住手 还不等叶耀光的花音落下 小郡主 已将手中的镇伏腰给扔了 影子腰一剑没有了符 顿时顺着小郡主鲜活的气息 往她的体内冲去 叶耀光顾不得其他 一个剑布挡在了小郡主的面前 浑身五行支气荡开 影子腰犹如是撞上了铜墙铁壁一般 又被弹了回去 接着 她把自己分散地引入到地面和墙壁之中 叶耀光转身 只见在小郡主的眉心一点 小郡主就这样晕了过去 她再一次将镇腰符 贴在了小郡主的身上 等她再用宝镜来寻找影子腰时 这影子腰已经不在屋内了 扫了一眼屋内躺着的小郡主 拉开了房门 此时守在门外的还有卢方 见到叶耀光面色不佳地走出来 便是叹道 怎么 逃了 她倒是狡猾 不在屋子里 还能够从屋子中逃出来 还知道有人可能守在正门 于是换了方向 这影子腰攻击力低 隐藏力却是腰泪之最 而且她还没有任何的腰气 很难分辨 若是不想消散于天地之间 必须尽快地寻找食物 叶耀光的目光往下一扫 卢先生 我们分头行动 影子腰只是处子之身的女子血肉 并不是挑剔 而是只有这一类对她才有用 如今最近的地方只有两个 一个是住着又离和怡方的住处 一个便是小郡主的丫鬟处 叶耀光将宝镜还给了卢方 快速朝着自己的屋子回去 她并不是很担心又离和怡方 因为屋子中还有金子 回到房间 又离和怡方还没有歇下 两人都就着烛光在忙活着 又离在做针线 怡方则在练字着 姑娘回来了 叶耀光见到金子正在床榻上 玩着自己新抓来的一只飞蛾 用它的灵力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正是乐此不疲地抓着呢 看你往哪儿跑 金子玩得欢 就说明这影子妖没有到这个房间 叶山老 别伤了眼睛 叶耀光只是诞生地吩咐了一句 然后又离和怡方收拾好东西 准备上前服侍她睡觉 不用 你们先歇着 我一会儿有事 两人听话地睡下 叶耀光在他们两人中间 又放了一张镇腰符 然后上前拧了拧 贪玩的金子 别玩了 仔细给我守着 我还没玩够呢 金子一脸都愤然 刚是看到小主人 主人就掐他的耳朵 不许瞪我 见到叶耀光面色不善 金子马上收回了眼光 有点弱弱地叫了一声 然后就一脸小媳妇儿样地 趴在了床榻上 叶耀光出了屋子 她以防万一 还是把罗盘放在了温婷站 等人休息的房间门口 虽然这影子妖不吃男子 但未必不会杀一两个 来制造混乱 做完了这一切 这才去寻找了卢芳 此时 卢芳在王妃丫鬟的房间 几个丫鬟都是黄花闺女 卢芳这么一个大男人 闯了进来 还真的是坠坠不安 好在 卢芳让着风领头 叶姑娘那边也没有 难道她已经逃离了此处 去了别的地方 不会啊 她为我重创 若是不尽快地吃东西 根本就没有跑得力气了 摆脱宝镜的束缚 影子妖就相当于断了自己的双臂 人需要治疗 影子妖也需要不足 不然没有力气如何逃跑 就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之事 不对 你们当中还有一个丫鬟 今日到客栈时 抱着小郡主进来那人 正在何处 几个丫鬟被问得浑身一颤 有一个大丫鬟 吻了吻心神开口道 回姑娘的话 那丫头睡觉憨声震天 方才一两个小丫鬟吵了几句 便抱着被子出去了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抠 第二百一十一集 去了什么地方 后面有一个矮房 那丫鬟的话音还没有落下 叶瑶光就像是风呱呱一般 消失在他们的眼前了 说是小矮房 其实就是一个 不知道搭建出来干什么的小棚子 叶瑶光还没有靠近 就已经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了 此时 卓峰也带着人跟了上来 卢峰应该是在 丫鬟们的房间施了法 也跑了过来 然而他们看到的 终究只是一具不完整的尸体 头颅犹如被大剪刀整整齐齐地剪下来 倒在了一边 他的脸上血色还没有退光 唇角依然带着一点满足的微笑 睡在这样的地方依然感觉到满足 想到自己被有钱人家给买了下来 以后不用再忍机挨饿 所以即便是被排斥到 睡到这样的地方 依然是笑得如此的愉快 然而 和他的面部表情形成鲜明对比的 乃是他的身体 那是一张轻飘飘的皮囊 血已经被吸得很干净了 血腥味完全是从脖子里流出来的血 散发出来的 饶使杀过不少人的灼风 看到了这一幕 也不禁身体发寒 叶瑶光缓步地走上前来 掌心凝气 刻意避开了卢方 凝聚的全部是五行之水器 水之器 一点点地凝聚成为了一颗透明的水珠 接着 另一只手不断地运气 缓缓地转动 四周 开始有了一缕缕 凡人看不到的阴气 围绕着水珠 开始飘旋 却迟迟不愿意融入水珠中 见此 叶瑶光不由开口道 姑娘 我知你是凶死 我会为你超度 你是要成为怨灵 厉鬼 还是乖乖地进入轮回呢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叶已经很深了 叶瑶光的声音也是很轻的 但是 她身后站着的除了厨房以外 个个都是觉得一股寒气 从脚底直传入了心底 整个身子都是忍不住的哆嗦 那一缕缕的阴气盘旋了片刻 最终还是选择涌入了叶瑶光 凝出的水珠中 叶瑶光反手一招 将水珠扣在了掌心 然后转身对着啄风挡 请务必善待死者 尸体 由你们的人处理 叶姑娘 人心人善 卢方不由眼露赞赏之色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耗费修为 去凝聚超度一个 不能给他任何利益之人 这是一件吃力且不讨好的事情 但求无愧于心 叶瑶光诞生说了句话 就走回了王妃丫鬟们的房间 丫鬟们都一个个 穿戴整齐地坐在屋子里 见到叶瑶光回来了 一个个偷来审视的目光 叶瑶光不着痕迹地扫了一眼 是谁将那个丫鬟赶出去的 几个人身子一鳞 其中一个不由自主地缩了缩 叶瑶光手一挥 隔空五指成掌 用力地一抓 那缩了缩的丫鬟 却被拉了出来 怎么了 坐在这时 王妃身边的王嬷嬷 和两个守夜的大丫鬟 也赶了过来 嬷嬷救命 叶姑娘 这是怎么了 这丫头可是冒犯了你 老奴啊 这就去禀告王妃娘娘 绝不姑息 叶瑶光冷笑着 这看似客气的话 实则是在告诉叶瑶光 打狗也是要看主人面的 哪里是得罪我了 附在小郡主身上的妖怪 已经被驱出来了 说到这儿 叶瑶光故意顿了顿 见到王嬷嬷面露喜色 才是画风一转 不过那妖怪甚是狡猾 我和卢先生 都没有将之擒住 若不是不将其引出来 那妖怪 可是很喜欢小郡主的 嬷嬷的脸色瞬间白了 叶瑶光很是欣赏地 看着她脸上的风云变换 这不 为了小郡主的安危 我特意想了一个法子 那妖怪受了伤 正求补品 我就借用王府一个丫鬟 来做诱饵 恰好选中了这个 不知道 嬷嬷是否舍得 这 王嬷嬷看着脸色煞白 拼命摇着头的丫鬟 然后看向了后赶到的卢先生 卢先生 非要如此不可 卢方没有犹豫 直接点头说道 此法甚好 只要小郡主身上 一直有镇腰符 影子腰是不可能再上身的 但是影子腰不除 终究是一个祸患 有些人自己为奴 却把别人看得 比他们低了一等 今日若没有这些人的 排挤和驱赶 外面那个丫鬟 就不会丧命 既然如此 何不让他们心中明白 自己啊 也不过是一个奴才而已 既然如此 一切听叶姑娘安排 比起了小郡主 一个丫鬟算什么 那王嬷嬷直接冷哼了一声 王妃供你一家子吃穿 你若是一个聪明的 就想想你老子和娘 翻着白眼的丫鬟身子一僵 接着脸色灰白的跌缩在地上 这一个变故 让屋子中所有的丫鬟 寒颤若惊 大气都不敢出了 起来吧 跟我走 丫鬟的身体颤了颤 软手软脚地站了起来 犹如是行尸走肉一般 跟着一摇光走出去了 卢先生 影子腰定然没有逃离出 这个客栈 他不敢逃这么远 虽然已经得手过一次 可他距离恢复 可还差着远呢 至少还得再来两三个人 这影子腰才能彻底地恢复 现在布个阵 堵住他 好 卢方纵身一跃 到了屋顶 将整个客栈的布局 看了个一清二楚 又是跑到最中心的地方 盘膝而坐 他手绝翻动 一张张的符纸飞跃而出 连成了一条线来 然后轰的一声 符纸在半空之中自燃 就见卢方信守地 从漂浮在半空中的火苗中 捏了一簇 然后弹向了前卫 接着又弹向了坎卫和坤卫 九宫八卫都落下了一簇的火苗 火苗没有落地 就已经熄灭了 此时叶瑶光正在看着身边的丫鬟 是不是很紧张啊 要不先去一趟茅房 丫鬟已经是心如死灰了 就像是一个提下木偶 听到叶瑶光的话 缓缓转弯朝着茅房而去 叶瑶光取出了天灵 滑破指尖滴了一滴鲜血在上面 又用着五行之气封了一层 将天灵的阴煞之气暂时地封住 然后天灵就如同一根簪子一般 粘入了丫鬟的发际间 叶瑶光自己则是一跃地到了屋顶上 目光一直落在丫鬟的身上 看着丫鬟走到茅房 这一路上拐了两个弯 也没有任何的动静 接着他很快就走到了茅房的门口 拉开茅房的门 掀开了厚重的布帘子 便是进去了 就在茅房厚重的帘子落下的一瞬间 茅房内点亮的烛光 就映照出了一抹甘如白骨架的影子 这影子从丫鬟的背后 缓缓地偏着头便是压了下来 脑袋偏偏向着丫鬟的脖子上 便是要咬下去 就在这时 一摇光指尖一动 天灵飞射而出 直直地便是扎在了 影子腰的身体之上 影子腰被天灵往后拉长了好大一段的影子 他似乎想要穿透天灵 可一摇光此时已经释放出了天灵的阴煞之气 这阴冷的气流 已是快速地覆盖了影子腰 影子腰的身体 就如同是进入到了湖水之中一般 不断地波动 看你这次还能往哪儿跑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call 每集点赞 多多 第212集 身后的一切 丫鬟完全不知道 他真的是上了茅房 然后非常木讷地站起了身子 掀开了厚重的帘子便是走了出来 到了嘴边的补品 就这样走了 影子腰自然是不甘心的 但是 他此时 却是被天灵定住 完全地挣脱不开 他的手 只好无限地伸长 随着丫鬟一道伸出了茅房 也要光见此足尖一点 玉手一扬 五行之水目亮气 犹如两个银丝般交织而去 在那一只手 马上就要抓住丫鬟的一瞬间 将之给束缚住了 叶瑶光恰好落地 一把 将丫鬟往后一推 身子一个翻转 也是到了影子腰的面前 指尖用力地一拉 天灵飞出来的一瞬间 影子腰 也被叶瑶光给整个的 从茅房中拉了出来 面目猙獰 犹如漆黑的鬼魅 他朝着叶瑶光咬了过来 叶瑶光周身萦绕的五行之气 将其砰的一声 就给弹了出去 却又被叶瑶光 用天灵和五行之气束缚着 飞弹出去之后 依然没有逃脱 你是逃不掉了 影子腰 此时也知道 自己真的是逃无可逃 于是他的身体 轰然一爆 炸开了一抹抹的黑影 引没到了四面八方 叶瑶光手中束缚的那一截 已经是快速地消散 可是叶瑶光 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剩下的 就交给卢先生了 影子腰 是无痛觉的一种妖怪 所以他会在 最为危险的情况之下 毫无不犹豫地 让自己四分五裂 这不是自裁 而是置之死地 而后生的方法 这么做的代价也很大 但只要躲过了追捕 他就能无声无息地 从心地凝聚 再吃掉足够多的补品 依然可以重生 这就是影子腰 最难对付的原因了 如果没有炉方 叶瑶光自然是要动用 紫灵珠的 可是炉方在 他也就不用了 此时的炉方 已经在整个客栈 画出了九宫阁内 一张张透明的火网 凭空地出现 影子腰分裂出去的部分 一是遇到了火网 就是被烧得干干净净 有些残雨的部分 躲了起来 依然是逃不过 卢方的宝镜照耀 最后 宝镜扫过了 整个客栈的每一寸 确认已经没有 任何一点点的残留了 这才收回了阵法 一跃而下 老夫行走天下二十年 遇到妖魔鬼怪 也不少了 这还是第一次 遇到影子妖王 虽则算不上凶残厉害 幸福起来 却是最为费力呀 这时 卢方看向 叶瑶光的目光 已是越发的赞叹 叶姑娘小小年纪 便已经铸鸡中起 还是水木双灵根 难怪连元恩大师 也忍不住称赞哪 老夫虽然是散修 可也结识不少修炼新闻 叶姑娘的天赋 普天之下 唯有飘渺心宗少主 云非离可比呀 卢先生谬赞了 我辈之人讲究缘分 今日能够与叶姑娘相识 并且一起捉腰 也算是缘分 叶姑娘如若不嫌弃 我便宜老卖老 称姑娘一生小勇 如何呀 不生荣幸 叶瑶光也是客气地印象 卢方发现自己真是越来越欣赏 和喜欢叶瑶光这个小辈了 要不是原以平背相交 他还想认这个干亲什么的 于是又是关怀的 天色不早了 叶姑娘趁着还未天亮 不如小七片刻 有劳先生 叶瑶光回到了房间 善后的事情也就都交给卢方去了 刚是何以躺下 进入梦乡 又离便是起了身 轻手轻脚 取出了香炉等东西 轻轻地点燃了清风香 这个是温公子吩咐的 若是叶瑶光外出做法或者劳累 就要在叶瑶光歇息之时 为他点上 于是 原本只是想躺个一时辰的叶瑶光 这一睡 就是睡到了上午 等到再一次睁开双眼时 看到的已是刺目的日光了 他有些惊恶 就连他睡了多久 跟着睡多久的金子 也是已经不在床榻上了 等他嗅到房间内残留的清香之后 才不由哑然 浑身 犹如是沐浴过后一般轻松的感觉 还真是舒爽 守在外面的又离和一方 听到了屋内的动静 于是手脚麻利地 服侍起了叶瑶光洗漱来 又将叶瑶光带到了温婷站他们的房间 桌子上已经是摆好了饭菜 叶瑶光也真是饿了 坐到温婷站对面 拿起筷子 就狼吞虎咽了起来 此时的温婷站基本没怎么吃 他只是细心地给他布置菜 他喜欢的酱香鱼 也将刺儿啊 给跳得干干净净的 等到叶瑶光吃饱喝足了 温婷站才将一个手边的一个红木 上面绘着凤川牡丹图案的庄帘 推到了叶瑶光的面前 王妃等人一早就启程 见你再休息也就没有打扰 这是王妃派人送来的谢礼 卢先生赶着回乡 早晨也已经离去 刘花要你去延安游玩 说完之后 又取出了一个布料普通 也没有绣花纹的珠红色的锦囊 放在庄帘之上 这是卢先生送你的见面礼 叶瑶光取过了锦囊 将之打开 是一块翠绿的竹简 竹简两端有镂空花纹 是一个八卦图形 边缘有着墙云 中间是一席绿衣飘飘 人身蛇尾的女子 这雕刻极为之美 女子的衣衫 是竹子本身的颜色 拿下了手中 叶瑶光觉得轻飘飘的竹简 有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沉重 仿佛是有着一股 强大的力量 隐藏在竹简之中一样 叶瑶光微微一运气 竟是被竹简给吸收了 而后竹简的边缘 有着绿光滑动了一圈 这竹简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岁月 竟然保留了最原始的翠色 多看了两眼 温婷战也不由惊叹 目光又落在了竹简上的图案上 这是 妖 叶瑶光听闻 扑子一声便是笑了 这是神兽百喜 缘故有八大神兽 青龙 白虎 猪雀 玄武 麒麟 藤蛇 白喜 白泽 据说 藤蛇和白喜 乃是女娲娘娘的左右护法 风水上 白虎青龙 朱雀 玄武 则是极常用的 而藤蛇 也是捕挂的六神之一 其余三者 甚少出现 不过就传远古神魔时代 他们为天下安宁 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呢 远古八大神兽 温婷战在书上是看过记载的 只是没有详细地描述过 而且竹简上 恰好出现的乃是生辟的白喜 这才一时间没有认出啊 先生可是有交代什么吗 先生说 这是他十年前偶然所得之物 他断定此乃非凡之物 可跟随他十年 也曾相邀几位同道之友一起揣摩 却一直无所获 或许此物的机缘不在他身上 他将之转赠给你 便是看看 你与之是否有缘 温婷战将卢方的话 一字不漏地转述着 叶瑶光又凝眉仔细地看了看 实在是没有看出个所以然 便是将其收起了 且先是放在身边 日后再说 接着就将那价值不菲的 妆帘给打开了 这妆帘有三层 打开盖子 里面嵌着一面镜子 然后第一层是一套 白玉镶嵌的橄榄石头面 非常的漂亮 一整套 包括了发疏 布瑶 粘钗 抹额 花垫 耳环 甚至包含了臂串和项链等等 一共加起来有二十多件呢 第二层 则是两个羊枝白玉的镯子 第三层 是一万两的银票 粗略地看了一遍 就将妆帘给合上了 走吧 我们快些启程 赶到日落之前 我们就可以进城了 明日还要去参加 潜府的满月宴 不能再耽搁了 事实上呢 温婷战已经吩咐了 魏京等人 把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叶瑶光吃完饭 然后休息一会儿 便可以直接出发 一行人快马加鞭 终于是在午后时分 进入了府城的城门 在生死之前 进入了自己的宅院 宅院位于府城 最繁华的东面观云街上 观云街的宅子 意味着整个豫章郡的 上流社会 观云本是一个人民 随着开国皇帝 金戈铁马 最后为了太祖 而命运来不及 享受荣华富贵 去世时才27岁 于是 太祖为了纪念那个 先依怒马的少年郎 将他出生的地方 取名为观云街 进入街道 还有一个太祖亲书的 观云楼牌 两百年前这里变成了 豫章郡之首 马车停在夜府之前 夜瑶光看着牌匾有些微愣 这个宅子是仲瑶凡所赠 他是温亭站的未婚妻 换了牌匾 也应该是换成 温府才是啊 是我让人换的 下了马车 温亭站走到 夜瑶光的身旁 微微抬头 看向了牌匾说道 上面是我的字 这原本就是 瑶瑶的酬劳 写上夜府 才是实至名归 可是 瑶瑶 这里是豫章郡 柳家的地盘 我并不想太早 引起柳家人的关注 温亭站没有给 夜瑶光疑问的机会 拉着他就是往里走了 走吧 去看看我们的新房子 这宅子可不比 我们的老宅小 任由前面的少年拉着 其实柳家人姓柳 他们姓温 只怕过了这么多年 柳家人早就不记得 温长松这个人了 在他们眼中 父母双亡的两个孩子 也早已经该成为尸骨才对 就算挂上了温府 柳家人也根本 想不到这么远 虽然本朝女子的地位 没有前朝低 于唐朝是不相上下的 可若是府邸冠上她的姓 那么温亭站住在这儿 就足以被人说成是入赘了 这对古代男子 是一种非常难以忍受的 尊严的践踏 瑶瑶 你不看宅子 看我做事 拉着夜瑶光的手 缓步绕过了抄手游廊 夕阳灿烂的光辉之下 给她略白的脸 蕴染开了胭脂一般的红 你不是常说 我们自己名下的宅子 一定得好好看一看风水吗 夜瑶光忽然之间释然一笑 是得好好看看 这四间的宅子和他们祖宅是一样的格局 可比他们祖宅占地面积呢 就小了一点点 可是建造的很是大器 取材也是极好的 刚是绕了一间的院子 就有人请他们去用膳了 宅子中有两个老人家 是中瑶凡留下的 这两个老人啊 都是本地人 不愿意离乡背井 又是无儿无女 于是夜瑶光 也愿意将气给留下来了 吃饭之时 夜瑶光突然之间问道 战哥 这里距离白鹿书院 还远不远啊 嗯 应该有一个时辰的车程 粗略地算了一下 那很好啊 日后我们去了书院读书时 就可搬到此地居住了 这个地方往来很方便 可谓是四通八达 夜瑶光也很喜欢 至于风水嘛 有它还是问题了 哈 吃过了晚饭 夜瑶光和温婷站借着消食 将这宅子走了一遍 这一遍 夜瑶光是拿着锣盘来走的 宅子嘛 算不上大吉住宅 但也不是凶险之地 很普通 很中庸 夜瑶光也不需要住大吉之宅 于是 也就懒得改动了 等他要搬过来之前 再来弄一两个阵法就好了 第二日一大早 两人各自穿戴一新 就去了钱府 古代的满月宴 一般是中午吃 但是钱夫人 昨夜知道他们进城之后 这一大早的 就派了钱府管事过来亲自地等候 夜瑶光也不好耽搁 反正都要去 他们也没事嘛 因着时间还早 来的只有钱府的亲戚 以及钱夫人的娘家人 钱夫人亲自地迎接 一年未见 她再也不见昔日的愁眉苦脸 赎尽的钱夫人可谓是 面色红润 美与轻快 可见这日子啊 过得是极好的 夜姑娘 我可算把你给等来了 温婷站 由钱夫人的侄儿 招待去了南客一方 钱夫人呢 则是直接带着 叶瑶光 去了自己的卧房 先把屋内钱夫人的母亲方氏等人介绍了一遍 就迫不及待地 亲自抱着儿子递给了叶瑶光来看了 夜姑娘快看 这就是我的雷哥 小家伙因为早产的缘故 虽然钱府精细地养着 可还是没有足月的孩子那么大 白嫩嫩的一小团 正睁着圆溜溜黑葡萄一样的眼睛 看着四周呢 一见的叶瑶光 竟是往她这边拱起了身子 哎哟 我们雷哥 想要摇一抱呢 钱夫人毫不犹豫地 将她的宝贝金疙瘩 递向了叶瑶光来 叶瑶光身上流动着五行之气 婴儿的感应能力 是最强的 靠近叶瑶光 就会觉得很舒服 基本正常的 没有满百日的婴儿 都会喜欢她 叶瑶光呢 也是动作熟练的 便是抱了过来 伸出手 点了点孩子的小鼻子 一手拖着 一手取出了一块玉牌 玉牌正面 雕刻着一只 活灵活现的猴子 背面呢 是属猴者的本命佛 大日如来菩萨 这块玉牌 在她宅子中 已经是 酝养了快一年多了 拿出来 这可是个宝贝 这个是给 累个儿的满月礼 这玉牌 可保得平安 切莫一失了 还有 不可经多人之手 更不可沾上污秽 叶瑶光 将玉牌放在了 小家伙的墙堡里 这小家伙还小 还不能挂东西呢 钱夫人自然知道 叶瑶光出手的东西 绝非一般 那可是多少钱 都买不到的 孩子一会儿 还要带出去见客呢 为了害怕不慎丢失 钱夫人决定 先将之拿下来 好生保管着 可她刚刚一拿走 这小玉牌 钱磊就开始 哇哇大哭了起来 惊得钱夫人 只好将玉牌 重新放了回去了 这玉牌刚是放回去 小家伙就不哭了 还露出了 咯咯咯的笑声 惹得一屋子人呢 都是哭笑不得 好多人 也开始打去了 是什么事 这般好笑 也说来与我听听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传了进来 众人看过去 正是杨大太太 带着两个女儿 杨夕和和杨夕荣 韩姐姐来了 快请进 进了屋啊 又是一番介绍 大家坐下之后 钱夫人才把 刚刚的事情 给说了一遍 我们小哥 这么小就知道 姚姨送的东西 是好东西 舍不得给人碰呢 姚姐姐 杨夕荣走到 叶瑶光身边 嘴很甜的 就喊了一声 嗯 杨妹妹好 瞧这被纷乱的 钱夫人的母亲方式 也不由笑的 雷哥叫叶姑娘姚姨 容姐儿却叫 叶姑娘姐姐 那雷哥 岂不是也得 喊容姐儿小姨了 大家一听 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我可不管 我喜欢姚姚 就要喊姚姚妹子 韩姐姐 你可得让你家女儿改口 是是是 改口改口 熊姐儿 快喊姚姨 叶瑶光已经十四岁了 杨夕荷呢 又是个小姑娘 喊叶瑶光姨吧 又有些不好意思 一事不由的 又皱着小脸 姚姨 这副模样啊 又是把大家伙给逗乐了 哎呀 各叫各的 叶瑶光伸出手 摸了摸杨夕荣粉嫩的小脑袋 自己有些不好意思 年纪轻轻的被叫仪 还真是有些不习惯 接着 她想到了杨子军 毕竟和温婷战呢 是同窗 日后变了辈分 不好吧 杨大太太呢 显然是想到了自个儿的儿子了 于是也笑道 这感情好啊 这感情好呀 各叫各的也就无妨了 时间 在一群人这么乐呵呵之中 便是画过了 前府的宾客 陆陆续续地到了 前缘外三十方得子 自然是不由余力 大摆宴席 取了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是摆了九十九桌 请的府城呢 都是最有名的酒楼和厨子 各地收敛来的食材 还有最出名的戏班子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术室 制作播出 第214集 这前面还没有开宴呢 杨大太太和前夫人的娘家内眷 就帮着前夫人招待起了女眷 在内院看着戏了 杨夕和坐在她旁边 时不时讲两句 这是什么戏呀 提两句这戏的典故啊 也是十分照顾叶瑶光的 水洒了 新的一场戏刚刚上来 给着叶瑶光端着茶水的一方 突然手抖了抖 将茶水给洒了出去 奴婢半手半脚 姑娘恕罪 台子上声音响亮 杯子也没有摔在地上 没有旁人注意 叶瑶光见着一方袖子 湿了一大块 于是便道 去 又离陪她去寻前夫人身边的碧玉 让碧玉找到衣衫 给她换上 是 于是又离就带着怡方走了 他们走离住 香时间还没有回来 叶瑶光的眉心突然之音一跳 这时就听到远处传来了刺耳的尖叫声 杀人了 杀人了 这边一场戏刚刚落下帷幕 正是最为安静的时候 所以这道尖锐的叫声 立刻让在场所有的妇人姑娘都是脸色一白 叶瑶光快速起身 朝着声援传来的方向便是飞跃而去 等到叶瑶光到时 已经是围了一圈前夫的下人 温婷战也已经在现场 他身边站着杨子军 还有杨元外 还有钱元外 脸色都不太好 是他 是他杀了人 小人亲眼所见 一道粗雅的男音响起 叶瑶光顺着他的手指 就看到了他所指的人 正是换了衣服的遗方 客房里爬在血泊的 是一个还未卸妆的戏子 穿着普通的衣服 这一把剪刀插在他的后背心 地上还随着个茶杯 茶水溅得有些远 你胡说 站在温婷站旁边的胃巾 立刻耿着脖子怒吼 这下 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温婷战这里 温婷战见状 面色从容 转过身 对着钱元外 一坐一 钱元外 被控杀人者 乃是府中丫鬟 我府中丫鬟 与贵府请来的戏班子 无冤无仇 何以区区弱女子 竟能够毫无防备地 将一个六尺有余的男子刺死 没有杀人动机 此其一 这男子躺在桌子之下 距离大门尚且有五六步之举 我家丫鬟从门口进来 作为一个常年唱戏 手脚耳目敏锐的男子 竟然一点也没有发觉 就让我家丫鬟刺死 不合常理 此其二 非是小子户端 实则是此事 畜数透着蹊跷 温婷战的话 都是让人陷入了深思了 一个尚未及及的女孩 另一个是一个成年的男子 而且唱戏的人 天生就要练习身段 这唱听的本事 比常人是更加警觉才是啊 这位小公子恐怕不知 这个丫头 原本是我们戏班子的人 她手脚不干净 才被班主给逐出去 而当日举发她的 正是如今被她杀死之人 这时 人群之中 一个身子修长偏瘦 还坏得装的女人走了出来 你是何人 你们班主又是何人 温婷战穿着富裕 那唱戏的女子 虽然不甘 但也不敢轻易地得嘴 小女子姓魏 单名一个侄子 乃是曾经魏家戏班子的人 后来班主并逝 我们被大师兄带着 投入了如今的德心班 没有想到 我们来此竟然撞见了 投入夫人家的魏方 还有吃里扒外的魏精 你 听到这话 魏精气不过 正是要上前理论呢 温婷战目光扫过她 魏精立刻心头一灵 然后退后 低下头就不语了 未知见此 更是得意了 他们定然是认出了我们 怀恨在心 追笑公子所言 小女子可以解惑 魏方曾经被魏班主 悉心栽培 魏班主不止一次说她 吕不轻盈 过分面而无痕 她想要靠近一个人 一如坟掌 说完了 温婷战伸出手 就将指正的男子 一把抓着 坐在了死者倒下 之前所坐的位置 然后转身 对围在门口的人说的 诸位请让出一条路 前缘外自然让人帮忙 将人往着两边分开 前缘外 烦请您上前看看 您若坐在这里 有人无声无息从门口进来 您是否被人一刀致命 众人都是摸不着头脑 前缘外走上前一看 顿时冷哼 除非前某人是瞎子 听了这话 有那些个伸长脖子的 才看到 被温婷战 按在座位上的男人影子 在正亮的桌面上 正午的阳光直射而来 若是背后有人 还有两步的距离 就会出现倒影 死者不是瞎子 怎么会看不见呢 温婷战一把将坐在了椅子上的人 推倒在了地上 不偏不倚 与死者面对面 他吓得想要动呢 却是被温婷战给按住了 你口口声声说 看到我府上婢女杀了人 我倒是要问问 你在哪里看到 距离一个死人 只有一掌的距离 那指正的人 已是吓得浑身哆嗦了 那刚刚的伶牙利齿 也是完全不见了 声音也开始颤抖 我 我在门口看到 门口 哪个门口啊 院子门口 还是屋子门口 正午日头正独 站在院子里那般远 你也能够看得清屋内 眼镜都不错 男子想要闭上眼睛 可是却被温婷战 点住了眼角的穴位 想闭上 也避不上 只能让他看着那个 死不瞑目 已经没有血色的一张脸 心慌意乱的他 完全没有听清楚 温婷战话中的陷阱 顿时惊慌失措的 便是说道 我 我是在屋子门口啊 话音刚露 温婷战 温婷战就松开了他 转过身 走到屋子的门口 正午的阳光洒了进来 笼罩在他的身上 薄薄的 为他像是镀上了一层金 接着 他指着正对的院子门说道 诸位 这是一个小院 左右无通道 院子门离此 只有十步之据 按照他所言 他站在屋子门口 看到我府上婢女杀人 那么也就是说 他至少要站在院子中间 距离屋子门口 五步之巨时 我的婢女 已经站在门口 既然如此 为何他明知 我府上婢女 与屋中之人不和 却不出声提醒 就算他是因为 不知道我府上婢女的意图 那么在我府上婢女 举起剪刀时 为何他还不出声提醒 非要等到 我府上婢女杀人之后 才想起呼喊 说完之后 转过了身来 披着一袭金灰 流转着珍珠般 内敛光滑的眼眸 犀利无比 手指直直地 指向了已经坐起来 跳离尸体的指证人 答案只有一个 你才是真正的凶手 不 我不是 我不是 前缘外 已经是目露凶光了 他好好的喜事 非要给他弄得这么糟心 是恨不得 将这伙人 给抽筋扒皮了才好 把他押起来 送往官府 不是我 不是我 那人辩驳的声音 被堵住了 前辅几个 身强力壮的护卫 将他给拖了下去 且慢 原位 即时已到 如今集气入门 压着一个杀人凶手出门 会破坏风水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抠 第215集 叶瑶光 显些笑出声了 这小子跟着他久了 这忽悠人的本事 可真是了不得 对上了前缘外 询问的目光 叶瑶光虽然不知 温婷站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却还是点了点头来 前府的宅子 风水啊 是叶瑶光布置过的 自从他们家 改换了门亭之后 不但是生意顺畅 还有了儿子 前府的人 对叶瑶光 可谓是 敬若神明 自然叶瑶光 说什么 就是什么 既然叶瑶光 都点头了 前缘外 自然是要听从的 那先将他压到柴房 把得心戏班的人 也请到偏远去 安排好了之后 前缘外 又向来宾们 表达了歉意 这才让下人们 安排这人 去了正院子里 用膳了 因为 死的只是一个戏子 而且凶手 已经被抓到了 也没有多少人 真的觉得扫兴 前缘外 几句开场白 就又把气氛调节了起来 大家也逐渐地 把这一点点的小插曲 给抛之脑后了 古代 男女不同席 可却没有分院子 在同一个院子 红地毯的两边 所以 坐在桌子上的叶瑶光 时不时地 可以望向温庭站 见到他 似乎一点暗示 也没有给他 叶瑶光猜测着 那个指证的人啊 并不是凶手 温庭站 这是要放长线 钓大鱼 可他们都不动 谁去捉鱼啊 你刚刚去哪了 叶瑶光偏深 问着他身后的又离 方才 被碧玉叫去 帮他抄写礼单 又离有些愧疚 碧玉 因着厨房里 两个丫鬟起了争执 却没想到 不等 叶瑶光问 一方便道 又离姐姐才刚刚走 救人传话 说是威力寻奴婢 当初在西班子 威力对奴婢 多有照顾 所以 无为之说的都是谎话 奴婢想着 是不是威力遇到了困难 又想着这里是钱福利 他们也不敢对奴婢不利 见尤离姐姐忙着 奴婢就独自去了 一推开门 就看到 看到威力死了 说到最后 怡方已是红了眼 威力是曾经帮助过他的 他的心里还一直感激着呢 叶瑶光端起了杯子 亲敏了一口 趁着钱府繁忙 失了一些小伎俩 目前就是为了要陷害遗方 不应该呀 这遗方出现 对于威家戏班的人 是一个意外 而且 若无深仇 除非是变态 才会杀人 能够相处这么久 肯定不是变态了 否则 也不用等到今天 那就是有预谋的他杀 又想到屋子里 碎杂的茶杯 那水溅得那么远 应该不是失手打碎的 而是因为愤怒 砸碎 才会出现那样的痕迹 也就是说呢 凶手在杀人之前 和死者是有过争执的 那最有可能的 就必然是在案发现场的指证人才是 在场的人想必都这么认为 怎么会温婷战觉得不是呢 直到宴会结束了 千元外都开始送宾客了 温婷战还是没有任何的行动 叶耀光终于是忍不住了 抽了个空 将温婷战拉到了一旁 你到底要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 那你湖州什么破坏风水啊 将那个人留在前府是何用意 瑶瑶是不是以为她不是凶手 我留下她 是准备让真正的凶手有机可乘 温婷战唇角的笑意加深了 难道不是 温婷战伸手 握住了叶瑶光的小手 将她拉到一个小亭子里 不是 那个人就是杀人凶手 既然如此 为何不把她扭送官府 她是杀人凶手 可背后却有人指使她 说来也巧 我今日恰好听到了凶手 与戏班子一人谈话 言辞间 这凶手得了不治之症 所以我大胆设想 她应该是没有多少日头可活 而有人和魏力有仇 所以才会顾凶杀人 原本就是想在前府混乱的时候 杀了魏力 顾凶之人定然会许以条件 我刚才出言将她留下 所有人都会以为 我是以她为耳钓鱼上钩 其实站到门外 就是方便扫过在场 所有人神情变化 若非凶手 定然会露出好奇 或者期待之色 若是凶手 定然会抱以冷笑嘲弄之态 除非顾凶者不在其中 但我想 顾凶者不可能放心得下 定然会躲在其中 亲眼看到事情的发展才放心 那么多人 你一下子能够看得过来吗 一个表情不过是一赏而逝啊 这得感谢魏智的出现 分亭站 确实笑得高深莫测 魏智应该就是那个 知道事件 并且想要搭上一方 才寻人将一方事实引来的人 他是知情人 自然和顾凶者关系匪浅 而他既然站出来 就必然要时刻关注 顾凶者的反应 当他站出来的时候 我就将顾凶者的范围 锁定在了他的视线范围内 我故意上去逼问凶手 然后第一时间 让人快速地分开 人性的本能 我一知定然会站到 顾凶者的对面 以方便他和顾凶者 无声传达信息 而我在走过去的 那个过程 恰恰应该是 顾凶者最害怕 我还有其他发现的过程 他会全程将目光 投在我的身上 比其他人更加地关注 也就给了我一个 大致的方向 所以我留下凶手 就是想要激发出 顾凶者 温婷站将他的精密安排 一步步地说了出来 那你找出来了 找出来了 顾凶者既然已经 和凶手达成协议 他自然成竹在胸 我故意让前缘外开宴 就是要拖延住他 他自以为 只要他不动 便不会露馅 却不知 我已经让阳缘外 去调查凶手 摸出顾凶者 给他的好处 从而撬开了他的嘴 除了竖起大拇指以外 叶瑶光不知道 还能说些什么了 这一步步地精密 算计人心 简直让人害怕呀 叶姑娘 温公子 你们在这里啊 可让我好招啊 此时 杨缘外 在这个时候 从远处小跑了过来 他目光 大家赞赏地 看向了温婷站来 君哥一直说 温公子乃是一颗指头星 比人今日可算是见识到了 温公子放心 那凶手已经招供 前老弟也已经将其送到了衙门 不买莫真相 不让凶徒逍遥法外 便是给死者最大的安慰了 杨缘外又是向着温婷站 敬佩地拱了拱手 这才转过身来 看向了叶瑶光 叶姑娘 你人 这是有一事求上门 缘外请讲 我和前老弟有一个生意伙伴 他为人还算不错 如今还未到儿立之年 却已经克了四个妻子 他托我请姑娘 给他看看命 如果他真的是命中克妻 我是不会替他改命的 逆天改命 可不是一般的风水法式哦 这是已经超越了 趋吉避凶的 对他而言 非常的危险 甚至会造成危害的 叶姑娘请放心 若是他真的客气 便请叶姑娘 给指点一个 不会被他所克的 八字印的女子便克 绝不求姑娘改命 杨缘外呢 也是知道规矩的 他连连保证 那好 那便是随你去见见 杨缘外带着温婷战和叶瑶光 去见到了这个客人 客人看起来三十出头 应该是接连克死了四位妻子 所以才会满脸的风霜 愁眉不眨 叶瑶光 关他面相 并不是命印之人 徐老弟啊 来 这位 就是救了老哥小女 给钱老弟 改了门厅的叶姑娘 叶姑娘 这位是 徐游 徐老弟 与张军本地人 家中经营着米粮生意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抠 第二百一十六集 叶姑娘 幸会 徐游 连忙客气 带着一些殷勤地说道 幸会 叶瑶光不喜欢客套 直接问 徐游外将生辰八字 报给我看一下 徐游哪里敢耽搁 他可是有备而来 当即将写有 自己八字的小纸卷 给递给了叶瑶光来 展开看了看 不由皱了皱眉头 叶姑娘 可是不好 徐游 也有些忐忑 其实他出生时 祖父 就请人给他算了命了 那算命人说 他是个大父之命 他父亲呢 又是家中次子 便是因为他命好 所以祖父让他父亲 继承了家业 目的啊 就是为了传到 他的手上 结果 他二十岁娶妻 短短八年时间 客死了四位妻子 其间也找过很多 有名的人给看过 但是呢 各有说法 弄得他已经不知道 该信谁的了 虽然那些人 也都是生命远播的 可毕竟他没有 对他们的光辉事迹 亲眼所见 叶瑶光 可是有钱府在前啊 当初他和前缘外 也是因为心心相惜 才引以为知己 他客妻 前缘外 客子 这些事情 他们之间老朋友 当然知道 徐缘外 你的命 无形客 你是不客气的 曾经也有算命的说 他并不是客气的 可却没有此时这一刻 让他如此的幸福 他已是激动的 无语附加了 那叶姑娘 我为何会 您的四位夫人 都是死于疾病 或者意外 嗯 确认 是非人为吗 确定 绝非人为 若是如此 那问题 便是出在了 家宅之上了 啊 叶姑娘 那客服请您 现在就去寒舍 徐游 已经迫不及待了 自从听了 前缘外的事情之后 他也是开始怀疑 他的家宅有问题 他的家宅 乃是当初 给他批命的大师 给指点的 那是一个 很有本事的人 所以他们到现在 都没有任何怀疑 不知远外 家在何方 不远不远 两客中的车程 好 那便走吧 叶瑶光 点了点头来 于是 叶瑶光 和温婷站 就随着 徐游 去到了徐府 徐府 比前府 还要大 几乎是 站了半条街了 站在了门外 拖着锣盘 扬了扬眉 这徐府的门庭 开下了前卫 这是 极为少见的 叶瑶光心中 已经有了 大致想法 却没有开口 进入到 徐府的主屋 现在已经是 改为了 徐游的居住 竟然 也是前卫 贵府 这是福位宅啊 叶瑶光 不由轻叹啊 对 二十六年前 那位先生说过 这是福位宅 钱 和钱户 为福位 所以 钱门 和钱主 相配的 乃是 福位宅 叶瑶光 又去了 府中的大厨房 如他所料 厨房 是在对位 福位宅 与八灶 相配 二级六兄 急者对昆 贵府的灶 在对位 这也乃是 急位啊 既然是 急位 为何 徐游就 更不动了 徐游外 可否告知 贵府当初 可有对 围府中 指点家宅的人 有不敬之处 听到这话 徐游愣了愣 然后 想要断然地摇头 却是被 跟着他的管家 拉了拉袖子 徐游看向 徐管家 有些疑惑 是否有 我不知之事 老管家 没说话 看了看 一摇光 也有些 欲言又止的 都什么时候了 有话直说 当初啊 见宅子 老太爷 徐诺 必以千金 筹刑 可宅子 快见好时 家中突然 出现一些变故 一时间 凑不出银子 老太爷 只给了白银千两 数次来 老管家也 只好说了 那时候 他虽然是年幼 却也跟在父亲身边 是亲眼目睹的 虽然那位先生 没有多言 可自此之后 老太爷 再也没有 那位先生的音讯 这样的事情 说出来 徐游的脸面 一时之间都挂不住了 有些善然 贵府应该庆幸 你们遇到的 乃是一位 有德之师 风水师 最恨不守信用 尤其是在 酬劳方面 这位风水师 虽然气愤 但还是给他们 指点了一个即位 对于钱 互为生气 只不过生气 贪狼心属木 而对宫属金 金木又相克 所住在了此宅之中 最开始呢 是财富可惧 人丁兴旺 久居之后 确实会出现 客妻之相 主出孤寡一人 前门前主 对造乃是小吉 若是放在六兄的方位 那不是五子送终 就是家破人亡了 所以 还是那句老话 得罪谁 也不要得罪 风水师 叶瑶光 将这些话 仔细地分析了 徐游也是听得 冷汗静静 再三保证 绝不会欺骗叶瑶光 叶瑶光才到 那 如此 把贵府的大厨房 改到昆位 昆于钱 互为延年 延年五屈心属金 与昆造土之间 是土金相生的关系 贤坤为夫妇 夫妇正配 为大吉之选 我想这应该是二十年前 那位先生的本意吧 徐游连忙硬挪了 然后 请着叶瑶光 给推算了 动土的时间 这才恭恭敬敬地 将叶瑶光 和温婷站 给送走 并且 还送上了大礼 黄金 一千两 粮食 一千蛋 现在 四处旱灾 这一千蛋粮食 可是千两黄金 也比不上的东西 然而 他的好心情 在回到了叶府之时 却是瞬间就没了 你说是谁 想要买我们家的宅子 叶瑶光 看着守候在叶府门前 一个穿着打扮 格外体面的管事 我乃是豫章军 刘家的管事 是我们二爷 为三少爷成亲 想要买下贵符 姑娘只有两人 如此大的宅子 住着也不安生 我们二爷出一万两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这人说的话 还真是直高气啊 仿佛叶瑶光 占了天大的便宜了 最好对他们口中的二爷 那是感恩戴德呀 叶瑶光真是 被这人的嘴脸给气乐了 若不是看着 温婷战脸色 沉得可以滴墨 似乎随时都可能爆发 叶瑶光还真是想要 好好的将其收拾一顿呢 哦 你就是豫章军 柳家的管事是吧 叶瑶光皮笑肉不笑 伸出了玉纸 怎么来的 就怎么滚回去 本姑娘不缺钱 若是柳二爷 在观云街 有这样一栋宅院 我可以出两万两买下 叶瑶光的话 让柳家来的管事脸色 一阵轻 那是一阵白 而他却没有多施舍 一个眼神给对方 伸手握住 温婷战冰凉的小手 轻轻捏了捏 才拉着一发不言的他 进入了屋子 这柳家管事想追上来 叶瑶光的水袖轻轻一扶 这大门自动喷了一声 就合上了 还差一点就撞到了管事的鼻子 这让管事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在豫章郡 抬出了柳家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冷遇 而且他还说了 是柳家二房 那可是柳家嫡妻 就连现在豫章郡的知府 也不敢这么怠慢 这管事怒骂了一声 扶了扶袖子 就乘着自家马车赶回去了 柳家祖宅在豫章郡 却不在关云街 因为柳家出现的 比关云这个人还早 只不过柳家发迹之后 经过了几次扩建 如今呢 已经是七进的大宅子了 这比徐府还要大啊 里面居住着几代的柳家人 柳家现在呢 又正是人丁兴旺的时候 如今的掌舵 乃是已经退下来的老太爷 柳世仁 即将七十高龄 和楚地时还是同窗 而柳家的家主 则是柳世仁的嫡长子 柳居迷 现为吏部侍郎 是柳家的支柱 柳太爷有一妻一妾 以刚正不阿洁身自好 为外人所称道 使他把柳家推到了鼎上 膝下有五子两女 第四子柳居坤 第三子柳居燕 剩下两名嘛 是数子 已经是早早分家出去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我是制作播出 第二百一十七集 三位嫡子 虽然已经是做祖父的人 但是老太爷还在世 故人依旧没有分家 被柳家称之为 大老爷 二老爷 三老爷 大房跟随着柳居燕 待在了帝都 柳家老宅 便是柳二老爷 在当家做主 打理柳家的树武 而要购买 一耀光宅子的 就是这位柳二老爷的嫡长子 柳二爷 之所以是二爷 是大家的排行 因为柳家第三辈的老大 生在了柳家三房 这位柳二爷 叫做柳和鹏 却说他的嫡长子成亲 因为他读书 随了老子没灵性 一直被老太爷给嫌弃着 如今 他终于有了一个 会读书的儿子 而且是嫡长子 娶的呢 还是豫章俊的 官宦大户人家之女 他说破了嘴皮子 才哄得自己老子高兴 大笔一挥 给了两万两 让他给儿子 找一个好的宅员 实际上 也不过是个幌子 没有分家 柳三少爷 也得住在老宅 不过是借机 支出来购买私宅 老太爷 已经是快七十了 这个家迟早是要分的 他们得早些 做好退路不是 他们已经在豫章郡 横行了几十年 自然不会离开 自己的地盘 只不过呢 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宅院 也就是这两月 才打听到了 叶府的存在 原本这个宅子 没有挂名 他们几方打探 愣是没有打听出 背后的户主 但心中啊 也一直没有放弃 直到这个府 挂上了叶府的牌匾 他们才去打听 但这人呢 也是分外的神秘 一点痕迹都没有 盯梢了一个多月 郑主终于是上门了 还竟是两个小孩子 根据他们打听来的消息 这两个人 一个小少女 一个小少爷 似乎和豫章郡的 几家商户关系 颇为亲密 再多的 也就不知道了 至于叶瑶光 他的身份 是比较敏感的 见过的人 都不敢轻易地泄露 所以他们的线索 也就这么断了 查遍整个朝廷 也没有一个 姓业的权贵 就连三瓶以上 官职的内卷 都查过了 既然不是贵人 他们就无所顾忌了 这才有了 今日柳和鹏 派遣自己的狗腿子 上门这一出戏 在他看来 叶瑶光两个孩子 估摸着呢 也就是哪个商户 留下来的遗孤 所以才会游走于 低微的商户之间 他留二爷 要买他们的宅子 他们还不 屁颠屁颠地 双手奉上 你说他们话 都没让你说完 就把你赶出来了 你有没有说是 二爷我要买 小的哪敢不说呀 管是的 可是苦着一张脸 小的一开口就说 二爷愿意出一万五千两 购买他们的宅子 那叶家的小姑娘 竟然指着小的的鼻子 颇为不屑地说了一句 豫章柳家二爷 怎么来的怎么滚回去 就把小的给关在了门外 放肆 柳和鹏火冒三丈 他站起身来 长这么大 还没有让人让他滚过 就连他祖父 都不曾这样对他说过话 这无根无稽的小丫头骗子 竟然敢这么侮辱他 好好 我倒要看看这个小丫头 凭什么在我面前嚣张 你去拿老爷的帖子 去府衙一趟 就说二爷我丢了东西 小的这就去 这边 柳和鹏 已经开始使阴招了 那边叶瑶光和温婷站 已是回到了府邸 张哥 从一进门 就一直沉默到现在的温婷站 突然抬起了头来 刚是抬头 就对上了叶瑶光 忧虑的目光 瑶瑶 我没事 一个小管事就能挑动我的心绪 我日后如何成大事 那你方才 我只是在想 接下来柳家会有什么举动 那管事一看 就是两面三刀的小人 被我们拘之门外 回去指不定添油加醋 如今柳家二房的人 守着柳家老宅 从柳二老爷起 他上面的哥哥 下面的 下面的弟弟 都是近视极地 偏偏他连举人也没有混上 柳二爷也一样 因此他们心里难免不平衡 为了显示 他们依然高人一等 故而常常在渝章郡横行无忌 柳二爷 必定会有下作的手段 叶遥光木灯口袋 你是什么时候将柳家人 查得这么清楚啊 他们似乎也没有怎么分开过啊 而且昨天晚上才到 今天一整天 就在前府和徐府 哪里有时间去知道这些情报 早前就让孟大哥帮忙查了 孟刘两家乃是豫章郡当仁不让的两大书香门第 柳家那位 42岁才成为了吏部侍郎 如今五十有二 五年前 败给了同为吏部侍郎的现任吏部尚书 基本到了这个年纪 成为吏部尚书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孟家的孟太阁这位护部侍郎 三十五岁上任 如今四十三岁 前头的护部尚书乃是傅家老爷 也是孟太阁的姑父 怎么看这以后护部尚书 都应该是孟太阁的 故而孟家隐隐压着柳家 这两家不是一个阵营 柳家是属于中书另一派的 所以啊 这两家人都是互相十分关注对方 这世上最了解你的人 往往不是你的亲密之人 而是你的敌人 温庭湛以后是要进入官场为有的 很轻易的 就让孟博给了他所有的柳家人 在豫章郡发生的大小事件 温庭湛从中知道了很多事迹 以及事后出面解决的人 解决的方式 这也将柳家二房之人的性格 已经是给摸透了 那柳家二爷会怎么对付我吗 叶瑶光慢慢地靠近了温庭湛 少有兴趣地望向他 无论对方使出什么手段 其实他都是不拒的 兵来将挡 水来土野 向来是他的性格 最有可能就是直接了当的 带着府衙的人闯进来 栽赃我们 这样的事情嘛 柳和鹏可没有少干 省事省力 还能耍威风 少爷 姑娘 外面来了官府的人 说是 说是都府中缉拿盗贼 这时 王牧匆匆地跑到了门口 叶瑶光 再一次对温庭湛竖起了大拇指 来了 打算怎么应对 姚牧是喜欢温柔一点 还是粗暴一点 我喜欢简单粗暴的 那好 那我们就粗暴一点 温庭湛很是配合地点了点头来 王牧 你带上卫巾和薛大 去将硬闯的人给少爷我打出去 只要不打死 少爷都保你们无忧 好嘞 王牧这是开心极了 他也是学着一些拳脚 虽然都是三脚猫功夫 可也想试试自己的本事呢 而且家中还有卫巾 薛大 他俩可不一样啊 乐滋滋地就跑出去找人干账去了 叶瑶光 瞠目结舌地看着 皮袍在正堂主位坐下 端起茶杯 泰然自若饮茶的温庭湛 会不会太粗暴了 他们应该感激你给他们选择了粗暴 温庭湛的唇角一勾 目光变得晦暗不明 我的礼带 可不是谁都想说得起的 他如果温和地将他们请进来 才是他们哭都哭不出来的时候呢 外面 柳二爷原本也就没有将 叶瑶光和温庭湛放在眼中 也知道他们只是半大的孩子 家中呢 也就是有两个老家伙 唯有薛大一个魁梧之人 双拳却难敌四手 于是他算好了数 带了六个牙医 还有六个下人 然而 这十二个人竟然就这样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被扔出了叶家大门 关云街 因为居住的都是权贵 往来都是没有平民的 叶瑶光的宅子呢 又在最为中心的地段 这基本上啊 没有什么人为观 可是柳和鹏 却是觉得丢尽了脸面 爱好连天的下人 搀扶着他 对着叶府的人 恶狠狠道 你们给爷等着 魏京和王牧关上了大门 王牧则是兴奋地小跑回去 少爷 都被我们打跑了 你们下去看看 可有受伤 温婷战点了点头来 打发了王牧 温婷战站起身往外走 叶瑶光也跟着 却见温婷战去了马厩 将他的马儿给牵了出来 这是要去哪儿 天都快黑了 去一趟府衙 我很快就会回来 注意安全 叶瑶光也不阻拦 他知道 温婷战已经一步步地 开始不需要他的额外保护了 既然温婷战说了很快便回来 叶瑶光亲自去了厨房 做了一些温婷战喜爱吃的饭菜 等到饭菜都上桌 天已经全部黑下时 果然门外响起了马儿的嘶鸣声 快速奔到大门口 见到温婷战已经是翻身下马了 守在房门口的王牧 牵过了马儿 绕到侧门 进入到了马厩 此时并非温婷战一个人 还有一个带刀尽装打扮的男子 身形高大 一身凌然之气 温婷战站在门口 对他抱了抱拳来 有劳郭护卫相送 时日也不早 郭护卫若是不嫌弃 不如禁府用了晚膳再走也不迟 温公子客气了 小人还有事违禀大人 改日再来打扰温公子 那人在马上握着缰绳 对着温婷战也抱了抱拳 这才调转马头走了 叶瑶光也没有问什么 带着进了屋子 静了手 开始吃饭 刚一坐下 温婷战便是开口道 今日是瑶瑶亲自下厨 我得多吃一碗饭 你是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做的 是你心情好 不要扯我做借口 瑶瑶做的饭是和别人味道不一样的 我只要闻一闻就知道了 温婷战伸手夹了一筷子 叶瑶光喜爱吃的菜 到他碗中 又是说道 瑶瑶若是不信 你日后再做 我定然还会再多吃一碗 想得美 娘说了 女孩子做饭多了 手会变糙的 叶瑶光将碗里的菜 吃了之后又问道 你是不是将柳家人给打发了 在他的羽翼未封之前寻上门 不想借助任何人的力量 收拾柳家的人 他要亲自来 所以才会让他们知难而退 从此不敢打他们的主意 下一次可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既如此 那我们明日去看看我买的庄子 我就出发去挖挥县 叶瑶光也不想待在这儿了 天天看着柳家人心肚啊 虽然现在出发去挖挥县 着实是有些早了 但他们可以绕道 一路游完 好 温庭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叶瑶光以为事情已经完结 却没想到夜间时 却是看到温庭湛 放飞了小乖乖 这方向竟然是帝都 这是做事 让楚帝师活动活动筋骨啊 温庭湛神秘一笑 当楚帝师在帝京 接到了温庭湛的传信 兴致勃勃以为 是温庭湛又给他带来了 什么惊喜的楚帝师 展开了纸卷 却不由气地吹胡子 瞪眼睛 这让原本聚在楚帝师 这里的蜀臣们 都不由惊呆了 帝师历经三朝 鸡尾已久 已经很久没有人 能够挑动他的情绪了 就连与之针锋相对的 老狐狸中书令 也不能让帝师 如此地喜怒行于色来 不由万分好奇 到底是何人传信 又是带来了 什么样的消息 这既然大伙都在 那老夫便说说 此次立不上书之正的事 众人不由面面相觑 这不是已经说好了 任由柳师郎升任吗 他们不去插手的吗 如今都快盖棺定论了 帝师这会儿提出来 这不是说明 要强势地横插一脚 吏部他们并没有人 他们的人 也不能把手伸得这么长 圣上可还坐在高处看着呢 再说了 借着齐周一事 他们已经让中书令一戏 伤了元气 对方有把柄落在他们手上 也只能忍气吞声 谁都知道 陛下是需要中书令和帝师 互相制衡 他们也是聪明人 见好就收的 帝师这一次呢 又献上了金矿 如今正是风头正盛之事 如果这时 再插手了吏部尚书一事 不只是陛下了 就连他们这些跟随者 也会怀疑帝师 是不是有了什么异心呢 老夫对吏部可没有兴趣啊 是谁都好 但就不能是柳居民 为啥 他是怎么得罪了帝师呢 论资历在吏部熬了三十多年 做了十年的侍郎 无疑是不二人选啊 论信任 虽然柳家退居的那位老头子 和楚帝师是同窗 可人家已经不管事了 上一次吏部尚书之争 中书令偏心中了自己的女婿 撇下了资历更高的柳家 已然是心存愧疚了 那个时候柳家的都已经快五旬了 中书令的女婿可是比柳家年轻的 大家都以为柳家官职于此 私下不少人戏称三轮偏房 也就是走了三轮也扶不正了 结果这好不容易中书令的女婿 这一次因为齐州之事被查办 很快就要革职 峰回路转 这柳家确实要熬出头来了 然而事情又转弯了 楚帝师竟然不是为了伸手力补 纯粹不想让柳家上位 而对付这个人 众人都不由对着柳家 露出了同情之色 这一次若是海服不正 那就是四轮偏房 真不知道这柳家人 是得罪了哪路大神 竟是这么倒霉啊 帝师 沐学士已经向下官透露 圣上似乎也有一柳居民生人 一位年约五旬的大人 站起来说道 下了圣旨 楚帝师灰白的眉毛一挑 这没有下纸 便是你了 草照又如何呀 这偏房啊 老夫是要他坐定了 坐到头 毫无回旋的口吻 让所有人心头一震 个个都是心痒痒 这柳家怎么得罪的呢 居然让帝师恨得如此牙痒 他们现在心头有苦啊 这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若是早个一两个月 将这个事情提上日程来操作 也不会很难 毕竟还是让中书令的人上位 也不会让陛下起疑的 可是现在 突然做了这么大的动作 那就不是一般的难了 指不定才刚刚和中书令熄火 马上又要大站起来 望着一众人愁眉苦脸的 模样 楚地师又是气不大一处来 将随同温庭站带来的信封 一起送来的一本小册子 扔了下去 好好看看 活了一大把年纪了 你们几个架下来都几百岁了 温庭站送来的册子 被一个一个的轮流翻阅 这上面只写了短短的几百字 都是一些柳家的日常 没有直言柳家人的不是 也没有什么罪证 就是说呢 柳家人前后两个月的一些反差 然而这样一本 然而这样一本反差 若是传到圣上面前 什么都不用做了 柳家这个侍郎 十有八九 福不正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call 两个月是一个敏感的数字 柳家人要成为上述的风声 刚刚传出去 还没有成为上书呢 柳家人就开始迫不及待地 七行罢市 这是认为陛下除了他 就没有其他人选了吗 还没有称为上书 已然是开始嚣张跋扈 这是在打陛下的脸 那些个地方官员 也开始奉承 奉承呢 就奉承吧 水至清则无余 这谁人不懂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也就过了 可是偏偏 柳家人在皇帝眼皮底下 做出了一副 公谦谨慎的样子 不焦不躁的 还很清高 转头 就让自己的弟弟胡来 这不是欺君是什么 只要上面的话 都是属实的 有了这个起因 剩下的政治要素 他们只需要轻轻地推波助澜 就可以成事了 好了 心里要谱啊 就赶紧回去 该干嘛干嘛去 别在老夫我这处着啊 去去去 众人纷纷告辞 却不料 储帝师又是开口道 还等会儿 把手册给老夫留下 这几百个字 你们都记不住 拿着手册的人 赶紧双手又是递了上来 使忽不上书 傅老爷子 亲自接了过来 转交给了储帝师 见到储帝师 又翻开看了一遍 唇角挂起了 一抹慈和的笑容 傅老爷子不由问道 这柳家是不是 和温小公子有仇啊 嘿 这是否有仇啊 这也是他的事 你可不能私下去查他 若是被他给知晓了 你看看那柳居民 多么刚正的一个人呢 神德老柳头真传 这不也再进他手上了 这样一句话 让傅老爷子心惊不已 跟着储帝师 快三十年 他从未见过 他如此信任 和偏袒一个人 而且对方还是一个 才有十几岁大的小童 倒不是极度 而是身在官场 又居高位 他考虑的也是很多的 老师 虽然温小公子理由充分 我们说服陛下容易 但中书令那里 未必肯让步啊 不是你以为这小的没想到啊 你自己看 储帝师将没有给任何人看的 温庭湛的信 又递向了傅老爷子 接过来看了看 不由一阵的错愕 随后又忍不住爆发出了惊人的笑声 笑完之后 又是摇头说道 啊 妙啊 妙啊 学生现在明白 这位小师弟 为何独得您老人家欢心 这句小师弟 是傅老爷子真正的认可 而认可的一句话 则是温庭湛 在信中 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若问阴有 垂垂老矣 可赌中书令之口 他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已经五十多岁的柳居民 年龄上 已经是成为致命伤了 其实 五十多岁熬到尚书 历朝历代不计其数 偏偏柳居民生不逢始 前头这位尚书被罢免得匆忙 中书令打了个措手不及 很多东西啊 因为交接不利 漏了不少的把柄 也让中书令心力娇瘁 这是柳居民的优势 当然 也是他的劣势 因为中书令 已经是过了七十高岭 他若是让柳居民上位 只怕来不及培养下一个 虽然柳居民现在属于他的人 可一旦他走了 柳居民又坐稳了 立部尚书的位置 还会反补他的后人 会不会想要单飞呢 这肯定是当下忙得焦头烂额的中书令 所忽略的事情 而他们 只需要让人提醒一下中书令的隐忧 再让他们的人多和柳居民走动走动 造成柳居民已经开始左右逢远的趋势 便是大成了 哎哟 这是个一箭树雕的妙计呀 楚地师目露金光 眼底涌现出了无尽的赞赏 而后眼眶突然有些湿润了 傅老爷子看到 心灵甚会 楚地师有一老来子 生来体弱 可是却是聪慧无双 与这位温小公子是不相上下 极少有人得知 楚地师三十年前那一个 搬到太师的大手笔 是出自于年仅十四岁的幼子 可谓惠极必伤 不过十六岁 还未娶妻的他 便已经让楚地师白发人 送了黑发人 楚地师啊 这是想到了自己 以王的幼子啊 是是 是一件树雕的好计策 傅老爷子赶紧转移了话题 说是因为中书令 当真因为私心 而再一次放弃了柳居民 不但柳居民心寒 其他人也会跟着心寒 为了稳住军心 中书令也要力挺柳居民 这样的态度 会让中书令的人 都对柳居民忌惮 这样一闹 柳居民成了吏部尚书 必然要成为中书令一系的孤立人 没有成为吏部尚书 只怕日后 未必会再效忠中书令 温小公子将人心算计的 太过于透彻 这孩子 情是老练周全 比你我都不慌多让 他将私人愿大局化 动用了我们的人 不但没有行与我们不利之事 这在长远上来看 反倒与我们还有力呢 即便明知是被他给利用 我们也没有理而不为啊 心甘情愿地为他所用 当年老夫 我也被称之为神童 十岁 上前不如他多疑啊 帝师身在富贵乡 境遇不同 魔力不同 不可相提并论 楚地师只是微微一笑 不至于此 而另一边 温廷站和易瑶光 去看了从楚家 买下来的宅子 又巡视了一遍 在豫章郡的产业 这样一耽搁 又是好几天 瑶瑶 可还有事没办完啊 这日 温廷站第一次主动开口 询问易瑶光的行程 原本是打算 八月初二就走 可后来发生了好多事情 需要亲力亲为 这一耽搁 便是这么久了 差不多 明日可以启仓 若是尚未完成 再过一两日也无妨 一两日 易瑶光终于明白了 不是柳家人的缘故 便是问道 为何 再过一两日 柳家人就要求上门了 我不想见他们 求上门 易瑶光真是一头雾水啊 除了初一那日 去了一趟府衙 然后给楚地师 送了一封信以外 这几日 天天是与他 同进同出 什么都没有做 为何柳家人 要求上门呢 这 不会是开玩笑吧 易瑶光自然是不信 温庭站 让楚地师 替他动柳居民 叶瑶光呢 自然是有些不相信 温庭站会让楚地师 替他去动柳家的人 那个柳居民 可是柳家的当家人 身居高尾 牵一发 动全身 温庭站又不是 楚地师的亲儿子 就算是亲儿子 也不可能不顾大局 说做就做的 你是对柳居民出手了 嗯 我的天啊 你这是不动则椅 一动就挑了 最大的那一个 快和我说说 让他永远做偏方了 因为楚地师的 特意培养 温庭站几乎每过一段时间 都可以收到楚地师 寄来的首录底报 对朝廷的动向 又是格外的关注 这才会迅速地 想出了这个法子 听完之后 叶瑶光用着那种 你简直不是人的目光 看向了温庭站 还夸张地露出了一副 我好怕怕的样子 真是让温庭站哭笑不得 你也真是 太 太阴损了吧 刚是说完这话 一下子便是扑了上去 抱着温庭站 还狠狠地 又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我这腹黑的小相公 我真是太喜欢了 叶瑶光喜欢简单粗暴 因为他不擅长 让人生不如死 可越是如此 他越是喜欢看着他的仇人 生不如死的样子 这会让他觉得 大快人心 柳居民 熬到了现在 眼看就要出头了 这风声 也已经传扬出去了 到头来 要是真被拉了下来 那可真是丢脸 丢了整个帝都 偏偏呢 还不能说 说呢 就是对皇帝的质疑 皇帝不用你 你凭什么委屈 趁早 辞官回家得 这么大一个苦果 柳家人 不厌 也得厌下去 还得感恩戴德 怎么办 我现在好想去帝都啊 叶瑶光 已经变成了惺惺眼 他好想去看一看 柳居民 没有成为 吏部尚书的模样 哭都哭不出来的样子 一定很好看吧 你就这般笃定 这事儿能成啊 我觉得能成 我就不信 你除了楚地师那儿 没把爪子 伸向中树令吗 你虽然就是 不出手择矣 一出手 一击击重 我对你有信心哦 对你有信心 于温婷战而言 这句话 比任何人的鼓励和称赞 都要重要 永远不会辜负 瑶瑶对我的期望 那你不怕 把柳居民 逼成了帝师一派 到时候 就是一样的立场 要对付 就更多牵制了 我不会让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因为中树令 无论心中 作何感想 都会力保住 柳居民 现在与中树令而言 是个敏感时期 他不能行差 踏错一步 否则就会 军心涣散 但如果柳居民 实在不能上位 他也不会让柳居民 和他离心 自然要深刻地 让柳居民知道 他已经尽了权力 而柳居民 成不了立部尚书 不是因为他的缘故 而是因为柳家 自己人的缘故 所以 用柳家二房 做了个导火索 如此中树令大人 既达成了 不用柳居民的心愿 又留住了柳居民 而柳居民 所有的恨意 都会落在柳家二房 原来 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每一个人的立场 每一个人想要的局面 每一个人的利益 他都考虑到了 那些人才会按着他所设想的 一步步地往下走 最终 是一个不论是处地师 还是中书令 都得意的局面 而这个局内 最为惨败的 唯有柳居民 和柳家人 只怕地师他们 也未必能想到 你的最终目的 地师他们身在漩涡 御师就会从 大局的利益考量 你是打算 把整个柳家连根拔起 第一次和柳家交锋 如此大的手笔 叶瑶光 已经不敢想象 下一次的话 温庭站要怎么折腾柳家了 柳家和别人不同 柳家是温庭站的外祖家 血脉这种东西 就算是你口头上 断绝了往来 可在天道上 也是无法脱离的 伤至亲 是要受到天谴的 当年他们为了利益 陷害我娘 逼我娘无家可归 随后又将我爹娘 逼得走投无路 最后不惜要了 我爹娘的性命 我只是想要替我娘 讨回所有的债 我不会杀柳家一个人 我要他们都活着 不杀人就行 不杀人就没有罪孽 其余的 因为是温庭站的伤疤 叶瑶光也就不问了 因为听着温庭站的口气 只怕他已经查到了什么了 其实叶瑶光一点也不理解 柳氏当年怎么就被劫匪给掳走了 要知道 大户人家内卷出行 都是丫鬟小厮护卫 一大堆的 他们也不会走什么偏僻的道路 有劫匪还不会呼救 如果走了偏僻路 定然是有意外 被人刻意地引着过去 可是也不对啊 柳氏那么聪明的人 怎么会想不到应对之策呢 为何会让自己 沦落到那样的局面 种种疑点 刚刚温庭站的话 让他有了些许的猜想 恐怕当年柳氏 是柳家人内部争夺利益的牺牲品 他记得柳居民是柳氏的大伯 和柳氏的父亲柳居燕 虽然同母所出 并且年龄相差六岁 却是同科出身 而且柳居燕 还是前三甲之下的第一名 柳居民最为大六岁的哥哥 名字却比第一差了不少 作为第一长子的柳居民 真的没有丝毫不平之心 和危机感吗 当初柳氏的事情 这背后到底有没有 这位亲大伯的手笔 叶瑶光看着 闽唇不语的温庭站 终究没有问出口来 接着当天就启程了 十天左右的路程 一路上放慢了角城 中秋节都是在路上度过的 算算时间 叶瑶光已经在这里度过了第二个中秋 到了八月二十五日 玩了一圈的叶瑶光和温庭站 总算是到了 魏家是万安县的大户人家 独子成亲自然是非同一般 听着现在四处旱灾 魏家拿出了钱财 从八月二十五到九月初四 一直都在湿州赠粮 以此来为儿子和媳妇 积攒福德 所以当叶瑶光 进入到万安县那一日 恰好的 就是看到了这一幕 在平凡人眼中 或许只看得到 一幅湿州的温情画面 可是叶瑶光 却能够在那些排队领州的人身上 看到一颗颗黄色的光点 这是一片纯正的感激之心 虽然不是功德 可是全部凝聚到了 魏家的住宅上 甚至泛起了一层淡淡的光运 这是什么 这是急运 叶瑶光没有去打扰魏家的人 直接去了五指封 去造访了古摩尔和阿尼亚 就约定了让墨青给阿尼亚治病 结果阿尼亚竟是怀孕了 不能长途奔波 所以叶瑶光才说 等他来参加魏林和杨夕和的婚礼 再来拜访 再一次来到了山顶 发现阿尼亚的家中周围 多了很多的荆棘铁网 将整个屋子都是围了起来 一副戒备森严的样子 叶瑶光记得 古摩尔似乎养了两头狼 现在也不见了踪影 叶瑶光和温婷战 突然之间脸色凝重了起来 两个人缓缓进入到了屋子 竟是一个人都没有 正在疑惑之时 他听到了细微的呻吟声 快速奔进了厨房 掀开了厨房一个米缸 发现下面是一个地窖 阿尼亚 是你吗 听到叶瑶光的声音 阿尼亚似乎很激动 发出了呜呜呜的声响 你在这等我 我下去看看 叶瑶光顺着大米缸 一跃而下 下面的空间很大 有床有吃屎 阿尼亚似乎从床上摔了下来 伸手扶住了微吐的肚子 一脸乞求地 看向了叶瑶光来 叶瑶光已经看到有血 从她的双腿之间流了出来 她大步上前 掌心硬气 悬空在她的肚子上 直到阿尼亚脸色恢复了些许 痛色不见 这才收了手来 你的孩儿很好 她没事的 虽然听不见叶瑶光的话 但是阿尼亚 却被她温柔的目光所安抚了 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何事 叶瑶光帮助阿尼亚 换了一套干净的衣裳 带着她离开了地窖 又到厨房中 用着鸡蛋做了一个甜水 端给阿尼亚喝了之后 才尽可能地对着阿尼亚 比划着自己的意思 阿尼亚似懂非懂起身 取了一些笔目 然后画了一张图 给到叶瑶光和温婷寨 看到图片的那一瞬间 二人都是呆了 阿尼亚虽然画得不是很好 但他们都能够断定 这画的就是当初在穷羽山庄 他们在山洞里看到的雕像 那种将沈家灭门 毫无人性地画你 据后来潘鱼口中说出的 竟是石人族 在前世 石人族基本是非华夏 才有的一种野蛮的民族 可在这里 叶瑶光清楚地感觉到 这些人应该是受到了什么禁咒 或者被人施了法 亦或是腐蚀了什么 会改变体质的药物的正常人 只有这两种怪物吗 叶瑶光指着阿尼亚画的图问道 这一回阿尼亚似乎听明白了 他猛烈地点头 应该是他们遇到了石人族 按照阿尼亚的意思 石人族经常来骚扰他们 古摩尔又是本事不小 他们一直都没有得手 可如今阿尼亚怀了身孕 经不起打扰 所以古摩尔 应该是趁着阿尼亚睡着 想要将这两个石人族给杀了 叶瑶光已经猜想出来了 古摩尔恐怕有危险 这种石人族竟然能够 把精通巫术的沈家人都灭了 其本事只怕不可小觑 我要去寻古摩尔 你在这里 我和你一起去 不等叶瑶光把话说完 温庭湛便是开口 可是阿尼亚需要人保护 叶瑶光这一次 绝对不是怀疑温庭湛的能力 而是不能让他跟着 相反是肯定了他的能力 才不会让他跟着 让他留下来保护阿尼亚 好 我留下 叶瑶光又将金子给留下了 阿尼亚现在不知道 古摩尔去了哪个方向 整个五指风险峻非常不说 还非常的大 他决定将金子留下来给温庭湛 毕竟有了一个孕妇 若是真的有十人族又来了 金子也可以一起保护 好让温庭湛专心地对付 接着他又沾了一卦 是虚卦 虚卦乃是一经六十四卦的第五卦 怎么了 瑶瑶 我是沾寻人 而不是沾胸脊 叶瑶光将三枚铜钱收好之后又道 这是虚卦 卦像显示我要找的人就在近处 不久之后将会遇到 别担心 我现在就去 虚卦寻人的确是这样的结果 但是叶瑶光却没有为温庭湛解卦 虚卦的卦语叫做 前路险阻 静观其变 这样的情况下 叶瑶光没有办法平心静气地等待变化 慢一点可能就会多一些的危险 阿尼亚这样的情况 若是没有了古摩尔 只怕日后的生活将会非常地艰难 而且这个沉重的打击 很可能会让他接受不了 如今又是刚刚动了胎气 一个不慎也许就会一尸两命的 而所谓贤祖并不是凶兆 所以叶瑶光也就没有顾忌 卦像上没有给出具体的方向 这森山茂林中 五行之物又是格外地多 他也懒得用五行之气 直接凭着直觉寻人 一路深入 约摩尔是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竟是听到了一种 类似于野兽的叫声 这种叫声非常独特 独特地 让叶瑶光陌生地分辨不出 到底是什么野兽 更为可怕的是 他感觉那个怪兽的方向 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施展五行之气 迅速流转 他放慢了步伐 就在这时 一抹赤色的身影从他身侧 快如闪电地闪过 立着进风 脚步一顿 身子一侧 才刚刚偏开 又是一抹赤色的身影 从另外一个方向 飞行而来 那长满褐色长脑的手臂 被叶瑶光一把地牵住 那肩长的指尖 约有三寸长 看着格外的瘆人 指尖呈着红黑色 像极了 吸满鲜血的力气 叶瑶光光是看着 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这时候 另外一边方才 被叶瑶光躲过的 食人族 又是攻击了过来 叶瑶光手一用力 将手上的这个食人族 给掀飞了起来 身子一转 就将手中的食人族 朝着飞来的 另外一个撞了过去 两个家伙 被撞到了一块 天灵将那细长的 黑红色的指甲 给砍断了 那断了的指甲处 五道黑色的血液 飞射而出 叶瑶光早有准备 快速地便是避开了 却是亲眼看到 沾染上了这血的草木 正在迅速地腐烂枯萎 就在避开的一瞬间 那个被叶瑶光 切掉了指甲的食人族 竟自己 熬断了被叶瑶光 抓住的胳膊 然后快速地往前跑着 正要追上 却将那食人族 竟是直接撞入了 一棵树中 然后竟是消失地 无影无踪了 而被他舍弃的 那一截手臂 也快速地萎缩 转眼之间 就成为了皮包骨 另外一个食人族 早在叶瑶光 将之撞飞出去之后 也跑掉了 叶瑶光试图追到他们 却没想到 他的五行之气 竟然试探出了 一个惊人的答案 他们 不属于任何五行 从叶瑶光 开始修炼起 他的观念就是 这世间一切 都是由五行 所组成的 任何东西 都可以化为五行 当然 也有超脱五行之外的存在 可这是他第一次遇上 心中不仅有些沉重 他不知这些食人族 到底是被天然环境 所改变的 还是人为的 如果是人为 那么养出了 这些食人族的人 又将会是 难以想象的祸患了 就在这时 一阵匆忙的脚步声 打断了 叶瑶光的沉思 抬一眼 便是看到远处 有人跌跌撞撞地 跑了过来 靠近才发现 原来是古摩尔 他受了伤 叶瑶光不由 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身上的伤口 应该是被食人族的 利爪所抓伤的 皮肉外翻着 鲜血淋漓 而且流出来的血 居然是黑色的 他的脸 此时红得可怕 像是一个 随时都可能 爆发的火山 古摩尔 原本是 全神戒备的状态 看到叶瑶光之后 突然之间 一下子 就瘫软在地上 他睁着 朦胧没有焦距的眼睛 大口大口地 吸收着新鲜空气 叶瑶光从怀中 取出一个小词瓶来 这是莫青给他的 说是一些妖物的毒 是可解的 不知道有没有用 反正先把这些 传入到了 古摩尔的身体中 约摸一刻钟之后 古摩尔的呼吸 开始不那么紧促了 叶瑶光又将解毒的药粉 撒在他的伤口 手臂上的筋脉 都险些爆了出来 可见古摩尔的疼痛 好在 他是条汉子 可以忍住 等到叶瑶光 用古摩尔衣扇的内衬 将他的伤口包扎好 见他神志彻底清醒了 采香一粒丹药 又递向了他 能走得动吗 我们可能要走一个时辰 他进来时是一个人 又刻意加快了速度 回去带着伤员 自然速度不会快的 古摩尔没有说话 可能是为了节省体力 也可能是知道 他们语言不通 所以古摩尔 只是点了点头 叶瑶光让开了道路 让古摩尔走在前面 两人走走停停 足足是用了两个时辰 才回到了古摩尔的家中 此时叶瑶 已经降临 站在自家的小路上 古摩尔突然不动了 他就是叶瑶光 指了指浑身的鲜血淋漓 害怕吓到自己的妻子 叶瑶光让他在这等一会儿 自己先走了进去 然后借着肚子饿了为由 将阿尼亚拉到了厨房中 就给温婷战使了个眼色 于是温婷战 立刻跑到了院子后面的小路上 将古摩尔 悄无声息地接了回去 先是迅速地找了一身干净的衣裳换了 然后在院子前的小水池边 洗了洗脸 这才一块儿走到了厨房 阿尼亚很是担心 但她不能说话 且叶瑶光并没有露出什么怜悯的目光 说明古摩尔应该是没事的 所以她就一直按耐着心 做着吃食 直到见到古摩尔回来了 她才喜极而泣 正是要往古摩尔的怀里奔去呢 被叶瑶光提前一步 便是拦住了 提醒她肚子中是有孩子的 阿尼亚这才平复了心情 安静地走到了古摩尔的身旁 将空间留给他们 很快地 厨房之中就传来了一阵阵的饭箱 吃过了晚饭 古摩尔可以和温婷战简单地交流 对温婷战说了整个事情的大概 温婷战也将之复述了一遍 古摩尔说这两个吃人怪是两个月前 突然出现在了山里 她和两个吃人怪斗智斗勇了两个月 在家里两个人一直很安全 但是后来阿尼亚发现有了身孕 受不得惊扰 而且这两个吃人怪要貌奇丑无比 每次都会吓到阿尼亚 让阿尼亚有了流产的征兆 她才会想着将这两个吃人怪 引到她以前设下的陷阱中 却没有想到这两个吃人怪的身体 连刀片都刺不入 险些被他们所杀 好在你及时赶过去 他们正在追捕他呢 你记不记得在穷雨山中的山洞里 这种食人族似乎是群居生物 瑶族记录的乃是圣祖皇帝时期 瑶族居住的地方 那这些食人族 是怎么翻山越岭来到这儿的呢 会不会是冲着瑶族去的 瑶瑶 现在盘宇和沈兆化干戈为玉帛 况且他们占着地利 就算真的有食人族 只怕吃亏的也不是他们 我担心的不是瑶族和穷雨山庄 我担心的 是永福侯和明将军 金矿是他们献上去的 如果仲瑶凡和明诺等人在那儿 自然也算不到他们头上 可是因果关系 他们也是间接造了孽的 我让小乖乖给永福侯送个信 先让他们提防 再让他们寻求沈兆和盘宇的帮助 沈兆对食人族本来就有灭族大恨 应该不会拒绝 嗯 就得告诉他们 食人族的弱点在手指甲 温婷战向着古摩尔要了笔墨 当即写了一封信 召唤出了小乖乖 让小乖乖带着这信 飞向了众摇返 而后古摩尔又有些局促地 对着温婷战说了一通话来 听完之后 温婷战用征求的目光 看向了叶瑶光 嗯 古摩尔提出要跟着我们 以后为我们做护卫 这里已经无法居住 可他不通汉语 离开这里不好生存 加上 安妮亚又怀了四个月的身孕 他对其他人也不信任 只相信我们 所以 想跟着我们 他说我们长生天的孩子 永远会忠诚 你跟他说 可以跟着我们 不是主奴 但 必须是主仆 两种人长期地居住在一起 必须要有一个关系 朋友这个关系 不足以让双方同住一个屋檐之下 关系不明确 不好约束 也容易产生矛盾 温婷战做了翻译 古摩尔很爽快地便是点头答应了 那明日就带着一起下山 以后你负责教导古摩尔汉文 他呀 总不能和府中人兜法交流吧 有个什么事 也挺麻烦的 我已经让帝师 替我寻一个精通不同语言的先生 等我们回去 应该也差不多送来了 他对不同文化 不同语言 也是极为感兴趣的 趁着现在有时间 有兴致 那就多学学 所谓 既多不压身嘛 早些歇息吧 我出去一下 瑶瑶 你要做什么 我觉得那两个识人族 不会轻易罢手 今晚 说不定就会有行动的 叶尔光此时 已经是站在了院子里 我发现那种东西 明明没有任何的五行属性 确实可以隐身于数中 我虽然和他们打了一次照面 但到底是没有深入了解 是不是还有其他本事呢 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 我打算提前在院子里布个阵法 他们若是来了 弄死一个算一个 就当做 为民除害了 留着他们在山里 早晚还是会害人的 温婷战不再多问 叶尧光伸出手指 掐指算了算 打一满盆的水过来 也不知道叶尧光的用意 温婷战点了点头就去了 端回了一盆水 院子中 已经被一摇光用朱砂 画了好几道线 然后 从他手中接过了木盆 放在了正东方的位置 又在院子中 跳来跳去的 最后 站到了院子的正中间 指尖宁气 星光以着凡人肉眼 看得见的速度 凝聚于他竖在眉宇间的指尖 犹如是一朵漂亮的蒲公英 指尖一划 便有无数星光 在院中洒落 那些星 顺着朱砂的地方 一路地滑了过去 滑过之后 所有朱砂 都被吞没了一样 就连那一盆水 温婷战也看不见了 不由得 揉了揉眼睛 别揉了 还在那儿呢 这不过是利用了五行相数 使了一个障眼法 今日 是人须月 物子时 星宿主神 乃是东方低土墨 我步了一个阵兴二宫阵 余下的时辰 无论是须时须宫 还是害时害宫 都是大凶 只要他们在这两个时辰进来 那就是死路一条 而郑东方乃是生门 木刻土 土刻水 我这才想到 用木盆装了一盆水放在那儿 这是要堵住他们的生路 温婷战很好奇啊 这一盆水 怎么就能够堵住逃生之路呢 可是 他又问易遥光 易遥光也不知道 市庭的发展到底如何 但是 他能够确定的是 生门被行客 一旦那两只食人族冲了进来 跑到那儿 就是必死无疑 放心的去睡吧 至少这两个时辰 是安全的 我们先歇着 等过两个时辰 若是他们没有来 再起来守夜 现在要做的 就是养足精神 易遥光打了个哈欠 接着去厨房烧了烧水 简单地洗漱了一番 这一觉 睡得很是安稳 虽然只睡了一个时辰而已 但是却觉得 睡得很好 摇里摇 还没有睡醒的精子 易遥光一个翻身 坐了起来 精子快起来 他们来了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call 每集点赞 多多 第223集 精子的爪子指向了窗外 易遥光走到了窗户前 他睡的房间窗户 正对着院子 果然看到两个食人族 就这么凭空地出现了 他们一脚踏入了院子 便是迷失了方向 开始无头苍蝇一般地乱撞 他们怎么都在原地打转 坐在隔壁 听到了动静的温婷站 已是披着衣裳走了过来 他看着这两个食人族 不断地在原地打转 身在阵外 自然一目了然 一入阵中 也会如此 叶遥光并没有打算出手 他对自己的阵法 有着足够的信心 很快 两个食人族 就开始互相扭打了起来 似乎是把彼此 当作了最为痛恨的仇人 他们打斗的声音 惨叫的声音 都只有一遥光 这个不振之人 才能够听到 紧锁在他们互相攻击之上 除了指甲之外 他们竟然没有任何的突破口 无论多么凶猛的进攻 都是不痛不痒 最终 这两个人滚在了一块 依然一人咬着对方的手 另一个人咬着对方的脚 那一口撕咬 两人都是惨痛地 呼叫 黑色的血 也喷溅了出来 却见那血 竟是可以灼伤 他们那刀剑不入的肌肤 叶瑶光和温婷战 都是高兴地对视一眼 原来他们的克星 竟然就是他们自己 受了重伤的二人 一脚将彼此给击飞 有一个 恰好直冲 正东方的那一盆水 木盆被撞飞了 水洒在了 那个食人族的身上 接着 让叶瑶光和温婷战 无法相信的一幕 就这样出现了 那个被淋了一盆水的 食人族 仿佛是撒在他身上的 不是水 而是最强的硫酸一样 迅速地就被腐烂了 水 他们竟然怕水 温婷战有些不可思议 这么凶残可怕的东西 惧怕的竟然是水 叶瑶光也觉得有些怪异 于是他迅速地去到了厨房 将水缸之中的水 利用五行之气调动 吵着海在院子中 打转的另一个食人族射去 一股水流 还故意地避开了 食人族的伤口 甚至是没有血迹的地方 只见食人族不痛不痒 接着水流一偏 直接射在了食人族 受伤的手上 只见那伤口沾染了水 食人族迅速地腐蚀掉了 原来他们的伤口怕水 而不是他们本身怕水 难怪刚刚那只 是从脚下开始腐蚀的 随着夜瑶光加大了水量 那只食人族 很快就被全部地腐化掉了 最后连水迹 也跟着消失了 如此也好 省得收拾院子了 夜瑶光回到了房间 等到小乖乖回来之后 你再传一次信给中瑶凡 找到了对方致命的办法 夜瑶光也就不会太担心了 第二日一大早 夜瑶光和温婷战起身 特意让温婷战将两个食人怪 已经被消灭的消息告诉了古摩尔 问他是不是愿意重新地选择 也许是这一次的凶险 让古摩尔真的是害怕了孤立无援的感受 即便听到食人怪 已经是被诛灭的消息 他也很是坚定地 打算跟着他们离开这个 隐居了二十多年的家 回到了万安县 寻了一个合适的小院子 多给了几两银子租了十天 魏林和杨夕和乃是九月初五大婚 接下来几天 夜瑶光都没有出门 最多无事呢 就是在县城中逛一逛罢了 可是温婷战这几日的书信 却非常的频繁 有时候一天能够收到三四风 每日也是面色凝晨 许多地方 已经是连续两个月 都未见一滴雨水了 旱灾在北方 依然是爆发 瑶瑶 你可知晓北方何时能够有雨 你把具体的府城告诉我 宝州一带 嗯 十月中旬 当初在发生星象大乱的天象时 他就仔细地推算过 各地未来半年的雨水 宝州一带是汉情最为严重的一带 从五月到十月中旬都不会下雨 还有一月有余 帝师来信 陈州 永州 常德 恒州 岳州 同谷 五开等府位 自五月至七月不雨 明知鸡嫖者不可生计 宝州到如今尚未有雨 已经人相识了 不会吧 朝廷应该是有所举措啊 旱灾的事情 从四月其实就应该能够看出来 那时候他身陷瑶祖 六月初也已经透出来了 如今过了三个月 朝廷应该能做的都做了呀 朝廷七月就已经发放北边粮食 并且开始建水库蓄水 可宝州的旱灾太过严重 从未有历时三个半月 地雨未落的先例 就算他们手中有粮 无水可争主 一时枉然 这是天灾 叶瑶光摇了摇头 如今可不是前世了 掉水根本没有可能性的 其实他倒是有办法 做法来求下一场雨 有紫灵珠宰 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 可是这次受灾的地方太多了 他可不想因此而惹火烧身 这么做着实是高调了 其次 降妖除魔 是他身为修道之人的职责 可是救命与天灾人祸 可就不是了呀 因着旱灾 同为读书人 有着忧国忧民之心的魏灵 再次和养家商议 婚礼选择从简 参加的人也没有大肆的邀请 只有格外亲近的人 才被邀请了 总共摆了大概66桌 更没有什么流水席 叶瑶光和温婷站 如期去了 并且送上了双份的礼 参加完了婚宴 温婷站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了 很多事情在外面处理 也是不方便的 叶瑶光自然也不耽搁 他们9月10号就回到了自己家 叶瑶光忙着处理 收着各地上报来的收成 大多是中摇凡送给他的产业 有千亩粮田和千亩地 一半以上受到灾情的影响 收获都不理想 叶瑶光也就传信 让管理的人不用运粮食过来 上税之后全部留给了他们 豫章郡的流民越来越多了 太和镇也已经越来越拥挤 好在孟林做的防范措施很好 提前寻了大量人手 腾出了大块地方 每日都会派一个大夫 在县衙门口坐镇 任何人进城都可以 首先得保证 没有染上可能引发瘟疫的病症 若是有这些病症的人 就先在城门口特事的地方医治 医治好了之后才能进城 梦家的底蕴 这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 从大夫到药材 到每日失洲的粮食 都是出自于梦家 当然 梦家再大 也是会被掏空的 于是孟林请到了 庐陵县各地的香绳园外 喝了一杯茶来 当众豪卷了五百弹的粮食 温庭寨呢 也代表他们家出席 捐赠了一千弹的粮食 又有杨家加入 捐献了一千弹 都是从易遥光这里 提前买好的发出去 在这样的情势脅迫之下 那些人也少不得 要出一次血的 大多数人还算是慷慨 知道灾情严重 刘明过多 一旦吃不饱 逼入了绝境 会第一个闯入 他们这些有钱人的府邸 这也是为何温庭站 建议孟林 不限制刘明 进入庐陵县的原因了 随后 温庭站建议孟林 成立了捐赠驿站 让捐赠的香绳园外 亲自代表整个团队 去发放救灾物品 每五日换一人 按照捐赠的多少 来排顺序 让这些人 实实在在地 被刘明们当面感谢和记住 第二次集资的时候 各地香绳园外 都非常的好说话和主动 三个月的时间 就收纳了刘明一万人 无疑病死记录 这样的数据 在十一月上报朝廷 经殿上念出来的时候 简直是满汤哗然 除了知情的楚帝师等人 其余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圣上当即大肆地包奖孟家 孟林这个名字 也在这一刻 寄入了圣心了 哎 宝珠终于下雨了 这次护不上书和公不上书 可谓劳苦功高 忙活了三个月 温庭湛终于是松了紧绷的情绪了 这三个月 饶是叶瑶光变着法的 给温庭湛进补 他依然是瘦了一大圈了 你看你啊 劳苦功高的 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仔细跟家歇着 我就不幸养不回来 好好好 都听瑶瑶的 早些时候 怎么没见你听我的 就一傻子 你做了多少事 我们不但捐了一万大的粮食 你还从我这里 取走多少天际啊 可也没有见人谢委居啊 你还在那儿傻乐 温庭湛不语 他深刻地知道 这种时候啊 要装傻的 接着 见到叶瑶光 还在一直数落他 立刻灵机一动 转移了话题 我跟你说个 让你开心的事 开心的事 说 云科父子死了 乍闻这个消息 叶瑶光一愣 你下的手 我可没有杀过人啊 我忙得每日只睡两个半时辰 哪有功夫去对付他们两个废人啊 你敢说不是你一肚子坏水 解刀杀人去了 突然发现啊 这个家伙真的喜欢戒刀杀人 比如说 对付柳居民 借的是帝师和忠书令的刀 对付柳和鹏 用的是柳居民这把刀 现在 旱灾爆发 鬼知道他借的是哪把刘明的砍柴刀了 因为你相公我聪明啊 瞧把你能的 叶瑶光伸出细长的手指 出了出温婷战的额头 温婷战 却是反手一把抓住了叶瑶光的小手 现在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啊 刘家老太爷后年三月七十大寿 已经回到豫章郡了 刘家老太爷辞官之后一直在帝都 这次借着大寿回乡 应该是为了柳居民 吏部尚书 柳居民又一次落空 刘老爷子回来的举动 是在向陛下示弱 毕竟他为朝廷操劳了一辈子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这一走 别说陛下会感念他 就连曾是昔日同窗的楚地师 也未免有几分心软 所以 好处都落在了柳居民的身上 目前朝廷高位 还没有悬空的位置 但是下一次 要阻挠柳居民高升 只怕很困难了 何止是困难 柳家太爷这一招 以退为进 着实厉害 他的黯然离金回乡 是将了皇上一军的 偏偏皇帝不但不恼 还心存愧疚 因为柳太爷 可是实打实的清官 没有少为当今排忧解难的 人啊 都是这样 时时刻刻在面前晃着 会觉得以老卖老 一旦远离了 反而会感念以往的好 如此一来 不论下一次 从二平哪个职位空缺 只怕皇帝第一个想到的 都会是柳居民 柳家注定是仇敌 对方的官位越高 对付起来就越困难 牵涉的利益也就越广 温廷战自然不想柳居民高升了 不过短暂两三年朝廷高位 应该不会有什么调动 除非是有人意外身亡 想高兴点 你看柳家老头子 不是已经七十岁了吗 说句不好听的 过两年还在不在 都是个问题呢 柳家老爷子 若是有个什么 柳居民 可得定优三年 再过五六年 你也差不多要 进入他们的视线了 到时 也应该是雨丰满 还怕他不成 不是怕 那是什么 我娘出事的第二年 柳居民被调入京都 而我通过收集当年的底报发现 其实应该被调入京的 是柳居宴 当时柳太爷还没有辞官 依然是柳家的家主 我娘是他嫡亲的孙女 他那样精明的人 会看不出这是有人用我娘来逼了柳居宴退让 果然是皇帝疼长子 百姓爱妖儿 柳老头的眼里 嫡长子是不能被压着的 为此用一个亲孙女 来警告一下小儿子 大家族那些糟心事啊 无论什么时代 都是屡见不鲜 叶瑶光呢 有些心疼柳氏 这什么都没有做错 错在一个有能力 比千大不更好的父亲 而又有一个顽固不化 坚持抵掌的爷爷 于是就这样成为了牺牲品了 你外公 察觉到温婷战的身子一僵 叶瑶光连忙改口 柳居宴现在官居何位啊 应天府服役 因为元太祖的横空出世 很多明清二朝才有的职位 也已经相继地开始登场 服役 其实宋朝只有京都开封 设置了一个开封服役 明朝和清朝设置的更多 如果是帝都服役 那么位列在尚书之下 侍郎之上 若是地方服役 那也算得上是和侍郎平起平坐的了 柳居院能够坐到这个位置 手段和能力不可小觑 可为何真的就是对柳氏不闻不问 还有就是 用那松柏害死柳氏的人 到底是哪一位呢 真是一团乱麻 若是刘老头过了几年还好好的活着 真有那么个二品的位置空出来 同为柳家人 你既然不能阻止 那就想想办法 让那个柳居宴上位 我想刘老头和柳居民的脸色 也一定会很好看的 想到那个画面啊 叶瑶光有点气到刘老头身子硬朗了 不过温婷战却没有附和 温婷战只不过是不想便宜那个 将他母亲丢下不闻不问 只怕连他母亲现在去世了 都还不知道的 所谓的外祖 叶瑶光一想就明白了温婷战的别扭之处 娘曾说她的爹娘很疼她 你想 若是不疼 当年娘的爹 也不会为了娘去退让 试图对于很多男人而言 比妻女更为重要的 至于她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有来寻过娘亲 我想其中必然是有隐情 我们就算盼一个人死刑 也得先听一听 她的临终遗言不是 我们也得给她一个 解释的机会嘛 至于 要不要认下这名亲戚 还是由我们说了算的 你这么聪明 一定明白 如果娘亲在世 定然是希望我们一家和乐 如今她不在了 定然也希望你替她孝顺 有生养之恩的父母 温婷战沉默了两久 这才点头的 看在瑶瑶的面子上 我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 好了 好好睡一觉吧 为了奖励你这么乖 我觉得你亲自给你下厨 等你醒了就可以吃了 去吧 叶瑶光俯身在她脸上牵了一口 然后把她推到了床榻上 原本以为各地灾情 已经是缓解了 他们最忙碌的时间 已经是过去了 所以啊 这剩下的呢 就是准备在家里 筹备着过新年 没想到 这书信的日子就过了几天 十一月的下旬 有着两辆宽大的马车 就停在了他们家的门前 我们家老爷姓柳 名何昭 请问贵府主人 可是温长松 站在王牧身后的 叶瑶光听到这个名字 便知道 这是柳居燕的长子 柳氏的嫡亲大哥 我们少爷姓温 却不是你们口中之人 你们别处去寻吧 这时候 一个俊朗三十多岁的男子 已经是站到了 随从的身后了 那我求见贵府的叶姑娘 求她沾上一挂 哟 这是有备而来啊 听了这话 王牧转身想要进去询问 就见 叶瑶光已然是在身后了 既然是有客上门 哪有将客人拒之门外的道理 王牧连忙叫门给打开了 客人请进 叶瑶光的唇角 擒着笑 淡淡望向二人 柳河潮在路过他身边的时候 还温和地笑了笑 姨宁很是熟练地 上了茶水和糕点 叶瑶光坐下 这才说道 不知客人 为何是占卦 不知占卦 可占些什么 家宅 风水 寻人启事 身命抗力 六甲吉凶 叶瑶光 爆出了一大串来 只要是你想知道 新城则灵 柳河潮放下了茶窄 那可否请叶姑娘 摘一摘我这个人 跟楚地师一样的玩高深 好啊 叶瑶光二话不说 取出了三枚铜钱 熟练的起卦 竟然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三十六卦 明仪卦 如何 明仪卦 砍弓游魂卦 昆上离下 昆为地 离为火 明仪为受伤之意 此卦寓意 受困之意 不急 柳河潮眼皮颤了颤 却没有说话 叶瑶光 从幼梨的手中 接过了笔墨 开始画出了简单的卦象 此卦 一二三五为阴阳 六四为阳阳 五星由上到下 分别是金水 土水 土木 对应的六亲 便是父母 兄弟 官鬼 兄弟 应谣为第六谣 四谣为第三谣 今日是假尘日 腾蛇池室 青龙林子孙 若是单说客人本人 那便是卦象所言 凤凰垂溢之卦 出名若暗之相 须得韬光养晦 此卦青龙子孙相应 说明客人乃是君子之命 原本以为柳河潮 是来找茬的 却没有想到 沾出了这么个结果 不由得他看了看柳河潮的面相 的确不是金玉奇表之人 而是一个相当光明磊落的 正人君子 韬光养晦 有这四个字足矣 全辉 给姑娘送上挂金 她的随从立刻取出了一个荷包 递给了叶瑶光 借过了荷包 叶瑶光没有说话 沉溺了约摸半炷香的时间 柳河潮才突然发问 你们 过得可好 好 叶瑶光诞生出笑 现在过得挺好 家财万贯 上午爹娘需要孝敬 下午弟妹 需要教养 叶瑶光 如此平淡的一句话 确实带着刺儿的 这让柳河潮的身子一僵 眼中有着水光一闪而过 似乎不知道怎么开口 再继续说下去了 客人若还有疑问 但请问 若没有 寒舍便不留客了 柳河潮又是坐了一会儿 接着有些 颓然地站起了身来 我们能不能 见见战哥 他今日不在家 你的要求我会转达 至于要不要见吗 是他的权利 好 那我明日再来 柳河潮说着 就走了几步 却又停了下来 劳烦你转告战哥 不论是舅舅 还是他外祖这些年 都并非有意 对他不闻不问 祖父已经知晓 是因他的缘故 才让大伯 是了立部上述之位 此事只怕不能善聊 叶瑶光有些诧异 柳河潮今日来试探他 是想看看 他是不是有真的本事 最终目的 竟然是来提醒他们 要提防柳家老头子 也许这么多年 三方没有打听他们的消息 是和柳家人 达成了某种协议 所以当他们回到 杜家村之后 柳家人再没有干预过 他们的生活 而那一盆松柏 是因为柳氏的母亲 赫氏打破了这个协议送来 给了人可乘之计 他们失信在先 这几年才不敢再打听 似乎说的过去 却有些地方不对劲啊 可不管如何 柳河潮这份 就算只当做陌生人的善心 他们领了 三年前 你们是否送了一盆盆栽 给我娘亲 听到这话 柳河潮脚步一顿 他转过身来 纳闷地看向了叶瑶光 却是坚定地点头的 是 那盆松柏 原就是你娘小时候养在家里 当初 他离开的时候 嘱托二弟悉心照料 后来娘偶遇你娘 回去之后心中牵挂 想要接近你娘 可你娘性子执拗 大方也盯着 娘便在松柏内 放了千两银票 以二弟名义 送还给你娘 叶瑶光的目光闪了闪 那时候柳氏和温长松 的确已经开始落魄 只怕去见赫氏连像样的见面礼 都是拿不出来的 赫氏如何不了解自己的女儿 自然是会心酸 他直接给柳氏钱 柳氏肯定不要 才想出这个既掩人耳目 又让柳氏退还不了的办法 想着柳氏如果急需 也能够应个急什么的 知道这件事的 有多少人 利用一片慈母之心 行凶狠之事 简直不可饶恕 还有 当初送东西来的人何在 柳和朝也是个聪明人 他立刻提出了不同 上前几步 面色沉溺 你为何这般问 因为 你们送来的那一盆松柏 要了我爹娘 还要娘妇中孩子三条人命 叶瑶光终于将话说了出来 目光还紧紧地 叮向了柳和朝的神色 就见柳和朝震惊不已 情绪也有些失控了 此话当真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朔室 制作播出 第二百二十六集 叶瑶光抽回自己的手腕 将天灵给取了出来 松柏坛子里没有银票 有的是这一把短刀 这把短刀 是从坟墓之中流出的 云含凶煞之气 常人与之相处久了 就会沾染煞气 飞来横祸 而那一盆松柏 就一直放在我爹娘的房间里 我也是爹娘走后 才无意间发现的 而且当时送松柏来的人 也没有暗示过我娘 没说过松柏的坛子里有什么 这些事我一定会查清楚 不必了 这时 门外响起了温婷战冷淡的声响 转过身 看着身姿挺拔 长相已经完全随了妹妹 甚至眉目和她 还有两分相似的少年 她搭不上前 却又不知所措地 停了下来 战哥 柳大人 我母亲的死因 我会亲自去查明 我们的事情也无需你多过问 含舍简陋 请柳大人一步 柳和朝的脸色 一寸寸地变白 他望着这个 只是比他矮了半个头 却已经呈现出 绝代风华的少年 当他和父亲 接到祖父的传书斥责之后 他立刻丢下了一切 就奔了过来 离开四年 他们这才知道 妹妹已经是不在人世了 而这个小外甥 得了帝氏的青睐 甚至不惜为了他 而撼动大伯的地位 将整个柳氏家族的颜面 踩在了脚底 他们担心得无以复加 可这一刻见到了人 他终于明白 为何楚地是会这样做了 战哥 我们是你仅剩的血亲 一年前我不需要血亲 一年后的今天 你认为我还需要 一年之前 他被欺压 遥遥险些丧命 他打算放弃最爱的血液 卖了自己进入香行 做学徒 来担起家庭的责任 那样的绝望 没有血亲出现过 如今他已经开始成长 已经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 这些出现在他面前的血亲 已经不重要了 战哥 魏京 送客 柳大人 请随小人走 柳和朝闭了闭眼睛 他甚至现在 已经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 见面太突然 总是要给温婷战 一个缓和的时机的 转身 刚刚迈出了门槛 叶瑶光却是喊出了声来 柳大人 请留步 带着蜥蜴 柳和朝转过了身来 希望叶瑶光 能够为他们调解一下 叶瑶光 却是开口道 柳大人既然上面来提醒我们小心 那我也提醒柳大人一句 尊夫人近期有灾节 柳大人 最好格外当心 柳和朝没有想到 叶瑶光说了这么句话 他有些浑浑噩噩地被请了出去 走后 他们看似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但是温婷战 有些心不在焉 叶瑶光 是看在眼中的 今天柳大人让我算了一挂 你想不想听 不想 可我想讲给你听 那是你要讲的 而不是我要听的 看着他这副别扭的样子 叶瑶光忍着笑 是是是我要讲的 于是他取出了之前画出的挂像 柳大人沾的是这个人 涉猎得非常广 包括他的处境 秉姓 吉凶 还有他的婚姻子女 我只是给他 讲出了前面三者 在挂像中 应瑶应该是妻子 是瑶代表本人 此两瑶若是遇到吉神 则为吉 遇到凶神 若有吉神帮扶 也是无碍 可若是遇到了凶神 无吉神帮扶 则为凶的 应瑶若是遇上了青龙吉神 就如此挂 则说明柳大人的妻子 乃是贤良之辈 今日是假辰日 假辰日此挂 应瑶空亡 也就意味着 他的妻子会有所损害 不过好在遇上了青龙帮扶 也算是有惊无险 说完之后 叶瑶光明显看到 温婷战的脸色 没有那么的紧绷了 心里明明是关心的 非要做出一副 冷漠的样子 今日我和柳大人的话 你听了多少 都听到了 温婷战突然有些不自然 他今天又不是去了私塾 而是去了邻里 给其他人解答问题去了 家中来了两辆马车 这很快就有人通知他 所以 叶瑶光刚开始解挂之时 温婷战就已经是到了门口 那你应当知道 他们是真的不知情 并且是有苦衷的 嗯 姚姚觉得我失财过了 嗯 倒也不是过了 我就是觉得娘亲的去世 他们也很心痛 尤其是老夫人 只怕知晓之后 会肝肠寸断的 我们都为这一个人痛 何必再互相往对方的心里撒盐呢 战哥 就像我上次说的 他们都是娘的至亲 娘亲他 定然不会希望我们和他们 形同陌路的 正因为是为了娘亲 我才如此 既然他们是真心疼我的娘亲 那么当年他们会放弃娘亲 必然有他们不可抗衡的因素 这么多年 他们没有来寻我们 意味着这个因素 他们到如今也无法抗衡 现在寻上门 不过是因为我和刘老头对上 害怕我吃亏 才不得已冒着风险出现了 既然如此 我何必将他们硬生生拉出来 和对方打擂台 远离我才是对他们最好的选择 至少 目前是如此 温婷战的话 让叶瑶光的心神一震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伸出双手 无声地将他抱住了 有时候啊 太聪明的人 会活得很累的 他想得永远那么深远 他还必须用这样的办法 来保护 仅剩的亲人 你有没有想过 去问清楚是什么原因啊 叶瑶光很是心疼 鼻子都有些酸酸的了 温婷战 摇了摇头 他们既然知道我能够让柳居民吃亏 却还不愿意主动相告 必然是因为如此 也还不足以与那个隐忧相抗衡 既然如此 又何必追根究底 反而让他们担忧呢 早先休息吧 只不定明天 有一场硬仗呢 嗯 你也早点歇息啊 从柳和朝来过那一日起 叶瑶光就在等着柳家老太爷发难 可是 左等右等 这一等 就等到了年前 也没有等到柳家人上门巡视 这还真上叶瑶光 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 叶瑶光可不是一个自虐和纠结的人 既然人家不上门 他乐得轻松自在呢 全身心投入到准备年礼的事情去了 去年的时候 他昏昏沉沉 今年可不能在诗里 而且今年认识的人也更多了 新年的前一天 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也来了 啊 莫大哥 你怎么来了 屋外飘洒着鹅毛大雪 那个一身雪白不一的男子 他白发如雪 仿佛是雪仙 美得 让人不敢直视 叶姑娘 我已经三日未进食了 母亲还没有开口 牧童便是可怜兮兮的 闲事嚷嚷的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抠 第二百二十七集 叶瑶光连忙将他们迎了进来 然后立刻让田嫂子给准备了吃食 因为现在是年三十 他们准备了很多东西 所以很快的 热气腾腾的吃食 便是端上了桌了 莫大哥 新年到了 为何不归家呢 莫青浅浅地笑着 屋内的光线 凝在他的唇角 折射出了朦胧的星光 让他变得更为美好了 与我们而言 新年与旁的日子 没有什么不同 也是 叶瑶光失笑道 他都忘了修道之人眼中 除了父母的生辰 还真没有什么重要的特殊日子呢 莫大哥 今年就和我们一道过新年 若无此意 也不会这个时候寻上门 尤瑶光 我记得你说要送我一坛子酒 可不要忘了 我哪有忘记啊 十日之前 我便是传信给你 可没有回音 我收到你的信 所以临时起义来此 你信中不是提到 有一个人请我诊治 不过他现在已经是 七个多月的身子了 此刻应该已经是歇下了 那就明日吧 说着 从怀中取出一个 冰玉雕琢的盒子 给到了叶瑶光来 既然你送了我美酒 做新年之礼 我总要回敬你一个 这盒子入手冰凉透骨 即便是修炼者 也感觉到了寒意 拿在手中才知道 这不是一个盒子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一块豆腐状的冰 冰面上封了一层 五行水墨之气 冰块中有一只豆角 不过这个豆角 好像是玉石雕琢一般 晶莹剔透的 因是隔着墨清风存的 五行之气 所以叶瑶光感觉不到 这里们到底是什么 这是何物 云角 叶瑶光似乎在哪里听过 就是一时之间 没有想起来 能够遮掩摇摇体内 五行之气的云角 温婷战可没有忘记 他还在想办法 什么时候去一趟昆仑山 去寻找一下呢 哦 你也知晓云角 就算是修仙门 也不是所有人都知晓 因为这云角 长在了昆仑之巅 是极难寻到的 温婷战知道其作用 倒是让墨清有些诧异了 啊 我想起来了 寻到瑶梨那一日 遇上了云飞梨 云飞梨当时提过一次 云飞梨会提到云角 必然是知晓了 叶瑶光乃是 五行修炼者的身份 可不但替着叶瑶光隐瞒了 还提醒他去寻云角 这完全就不符合 他认识的云飞梨的个性啊 漠然间 他又想到了 在争夺龙弦叶的时候 云飞梨挡在云科的面前 瑶光和云飞梨是旧时 不是旧时啊 叶瑶光也有些莫名其妙 在龙贤叶之前 从没有听说过 什么云飞梨之类的事 实在和云科对阵之时 初次相识的 我还是从莫大哥口中 才知道云飞梨这个人 至于他为什么两次相帮 叶瑶光也是很纳闷的 虽然他长得好看吧 可云飞梨可不是凡人 他可是第一修仙之门的少主 什么样的美人没有见过 应当是你的玄机玉恒阵 云飞梨极其地骄傲 长这么大 恐怕也就是在 叶瑶光的一个阵上 遇到了一些小挫折 若是叶瑶光修为在其之上 或许只会激发 云飞梨的斗志 可叶瑶光这样的修为 能够困住他 定然会让他对 叶瑶光另眼相看的 这个云角 你定然是得知不意的 特意为你而寻 说完 就连有些迟钝的叶瑶光 都觉得这话有些暧昧了 一直没有这样想过的温婷战 突然之间 眉心也是跟着一跳 垂下眼帘 遮住了神色 墨青 似乎什么都没有意识到 而是神色平淡地 继续解释 我去了昆仑山一趟 为父亲寻一物 恰好碰到云角行程 古儿就特意为你寻来 听了这话 叶瑶光才释然一笑 多谢墨大哥 走到哪儿都惦记着我 这云角 你将冰化开之后 直接吞噬即可 好 我记下了 快过年了 出去看看烟火 好啊 去年他们就约定好 每年都要一起看烟火的 依旧是坐在去年的地方 不同的是 此时多了墨青 一摇光坐在了中间 三人的目光 都投在飞升到高空的烟火 格外的璀璨 绚丽的光将院子照亮 投射到每一个人的脸上 因着墨青赶了路 过了此时 大家便是各自歇下了 第二日一大早 摇光醒了过来 尚未修炼 先去洗漱 然后取出了给他的云角 水晶般透明的冰 躺在他的掌心中 微微催动五行之气 将墨青封印在冰块上的 五行之气融合 在比较温暖的窝子里 冰块正在快速地溶解着 云角落在 叶摇光的手上 他一下子就扔到了嘴中 入口即化 只是感觉到一股气流流入了体内 清润地慢慢地散开 接着就没有其他任何感觉了 用着五行之气又是试探了一下 也没有奇特的反应 故而就开始修炼了起来 引出五行之气 原本只是一根细如发丝的五行之气 竟然分出了叉 出现了两根 叶摇光的内心狂喜 竟然又是进阶了 看来这是云角的功劳 等到他能够凝聚出五道五行之气 便可以凝结金淡了 一大早上 叶摇光格外地神清气爽 走出去的时候 还习惯性地去看了温亭站 温亭站今日似乎比往日要早了一些 刚是踏入院子 已经是收拾了 显然是刚刚练完了功 温亭站回头看到叶摇光 顿时有些错愕 不知是不是他所修炼的剑法非凡的缘故 他能够轻易地感觉到 一个人的气息波动了 你发现了 我又进阶了 现在是住击后期了 温亭站猜到了 叶摇光肯定是服用了云角 恭喜摇摇了 那你可要更加勤奋才行 否则 你永远都不是我的对手 叶摇光不无得意 我定然加倍努力 我去厨房看看 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他快饿死了 如果不是习惯使然 早就是跑到厨房去偷吃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第二百二十八集 哎哟喂 我的姑娘 快放下 快放下 叶摇光一进厨房 就看到白花花 软绵绵的大馒头 伸手抓了一个 还没有往嘴里塞呢 就被林氏一把抓住了 然后递了一双筷子给她 就算在自个儿家 也不能如此啊 要是被少爷看到了 可如何是好 林氏是古代传统的女人 温亭站和叶摇光的关系 她们已经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林氏是不希望 她喜爱的姑娘 会被任何人嫌弃 虽然更出格的画面 温亭站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叶摇光笑了笑 用着筷子戳了一个 站着从封城带回来的酱 吃了起来 这是一种甜螺酱 非常的香 林氏已经把酱给蒸热了 下着馒头吃 别提多美味 叶摇光在厨房中吃两个 见到早餐 已经是全部的做好 林氏等人 已经是往着饭厅里抬了 也就放下了筷子 端着一盘酱肉饼 跟着去了饭厅 快 吃早饭了 我来我来 就像是被饿死鬼附体的木童 赶紧从身后又离的手上 将他最爱吃的翡翠饺子 也给端了过来 然后放在他们家公子面前 吃完了早饭 大家都没有事了 瑶光 把你府中的病人请来吧 我先振振脉 大年初一 叶摇光只是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既然她开口了 她也不矫情 让着又离赶紧去把安妮亚 给叫了过来 安妮亚已经快八个月的身孕 行走也开始变得笨拙了 也许是知道叶摇光叫她的用意 她的脸上并没有用面纱遮挡 从左半边脸 开始长了一层粉色的嫩肉 一直到右边的脖子 这是被一种毒虫所爬过 这种毒虫的毒 就在她的四肢 一旦她触碰到了人的肌肤 便会出现类似的症状 说着 给木童使了个眼色 木童立刻从她永远带着的药箱中 取出了一个长方形的盒子 又将盒子递给了安妮亚 木童便是对着叶摇光叮嘱道 这个药膏让她每日晨起 用温水镜面之后涂抹 十五日之后便会好转 三个多月的汉语学习 古摩尔虽然只能说一些简单的问好 或者一些实际的物品 但她已经能够听懂大半了 当下对着墨青抱了抱拳 叶摇光对温庭湛竖起了大拇指 楚地师原本给温庭湛物色的教导 温庭湛不同语言的先生 临时出了变故 被朝廷给委派出去了 所以古摩尔的汉语 乃是温庭湛平时抽空在教的 叶摇光早就发现了 温庭湛很有为人师表的潜质 村中好多孩子都是她抽空在教的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教的 大部分可比那些上了私塾的 还有懂得多要知理些呢 整过了脉 沉吟片刻 嗯 她不应该是聋哑之人 墨大哥的意思是否是说 阿尼亚是可以说话的 只不过她自己不愿意说话 嗯 可以如此说 她应该是幼时被什么惊吓过度 以至于自己不愿意开口说话 也不愿意听见任何声音 若是这样 要如何医治啊 其他的还好说 这个心病啊 是最难医治的 交 如同出生婴儿一般教导 墨金看着古摩尔说道 既然你作为她的夫君 也在学习汉文 不如你们一同学习 只要她愿意开口了 那么自然也就愿意听了 便无她法 叶瑶光觉得如果古摩尔可以交汇 他们朝夕相处这么多年 只怕早就交汇了呀 嗯 有 她虽然已经记不起是什么 让她不能言语 失去听觉 但是那件事 依然深埋在她的心底 可以抹去那一段记忆 叶瑶光听后顿时迟疑了 属于别人的记忆 虽然肯定不是美好的 否则也不会把阿尼亚 吓成了这样 可若是对她而言 是至关重要的 又该如何是好 抹去之后 会不会改变她的人生呢 或者让她失去 很重要的东西呢 叶瑶光无权做主 她决定和阿尼亚 来第二次的神识交流 听一听她本人的意见 阿尼亚 你可以听到对吗 我们想要抹去你曾经的记忆 叶瑶光通过神识 将全部意思表达给了阿尼亚 阿尼亚将这无限的渴望 也传达给了叶瑶光来 她也希望可以抹去呢 如同莫青那样的修为 一旦抹去了她的记忆 可能就是终身 可是阿尼亚 依旧是没有犹豫的点头 就在收回神识之时 她的脑海突然出现了波动 鬼使神差的 她又闭上了双眼 然后她看到了一只漆黑的 不属于人的手 拖着一把染血的大刀 前面的道路都是鲜血 这个画面一闪而过 叶瑶光猛然之间身子一震 叶瑶 你怎么了 叶瑶光甩甩头 她看到阿尼亚还在 脸色也没有什么变化 她知道 方才那个画面 是从阿尼亚的神识中传过来的 应该只有她看到了 这样的画面的确血腥 她只看到了一脚 就那般可怕 若是阿尼亚真的在当时 亲眼目睹 还真的很容易被吓傻的 随后 莫清抹去了阿尼亚的那一段记忆 第二天 阿尼亚就可以听到声音了 只不过听力并不是很好 她也可以简单地发出一些 咿咿呀呀的声响 开始和古摩尔一起学习了汉语 一二 而叶瑶光 则将那一日从阿尼亚神识之中 传过来的画面 那一只握着屠刀的手 给画了出来 递给了见多识广的莫清 莫大哥 你可否能够从这一只手 看出是什么怪物吗 那是一只 胳膊有叶瑶光双腿那么粗 胳膊上 有着一层层青色的鳞片 五指 粗而断 指尖 似乎长得如同 刀片一般 闪着寒光的指甲 世间妖物 皆有幻化的特征 这一只手 特征太过多 并不像能够出现在 一个妖怪的身上 既然想不出 便无需多虑 按照瑶瑶所言 此物应该是阿尼亚幼年时所见 若是她真的为祸时间 只怕早已经露了痕迹 到现在各地 也不曾听过 有这样庞然大物的妖怪 要么就是她早已经被降服 要么就是已经被人所杀了 听到温婷战的话 叶瑶光也很是赞同 他呀 也只是一时好奇 既然都这么说了 就将之 抛到了脑后 第二百二十九集 时间一天天地划过 墨青在二月初 阿尼亚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之后 就走了 因为她收到了父亲 从九末宗传来的书信 叶瑶光也没有挽留 另外一边 瑶陵在消失了半年之后 已经在去年十月 就进入了相国寺的消息 也已经是天下皆知了 仲瑶凡那边 在准备了三个月 都快歇了心思的时候 终于是遇上了上百个使人组 最后和沈赵等人联手 按照叶瑶光给的办法 将其全部的诛杀 金矿也开始开采 朝廷去年经历了大规模的旱灾 正是需要银钱之事 这一下子就解了燃眉之急 陛下一高兴 竟然封了楚帝师为晋国公 实习三代而使将 这还真是震惊朝野 除了楚帝师被封了晋国公 陛下也终于将他 一直不喜欢的嫡子 给封了太子 据说这位太子身体 并不是很好 而当今儿子不多 也不算少 朝廷这些事儿嘛 叶瑶光并不关心 不过是偶尔听着温庭站 念叨一句罢了 接下来 就要到温庭站的考试了 本朝三月县市 四月府市 五月院市 三场都过 便可以得到秀才的功名 也才有了去大书院求学的资格 县市是在县衙 府市和院市是在府城 三月的时候 叶瑶光站在了家门口 将温庭站送上了马车 然后就在家里 哪也不去了 也有几单生意 但也都是兴趣缺缺 就没有接 经常上山陪着大笨雄 因为等到温庭站 参加完了院士 得到了功名 八月份时 他和温庭站 就要去白鹿书院了 以后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要住在府城里 大笨雄 这样 嗯 这样 大笨雄 因为被叶瑶光操练的缘故 已经修为越来越高了 也许是感觉到了离别的气氛 那越发地黏着叶瑶光 甚至晚上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 还跑到叶瑶光的宅子外面 叶瑶光还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哎 真是的 又来找我了 金子啊 也是醋坛子打翻了 每天晚上睡觉 都会使劲地 往着叶瑶光的怀里钻 来显示 他呀 是最得宠的 转眼 就是到了五月了 叶瑶光算着 温庭站考试时间 已经结束了 院士之后的三个月 他们都没事 到了五月二时 温庭站终于回来了 村里一直关注他的村长 已经打听到 他被提名为暗首 暗首就是院士的第一名 温庭站这个名字 也随着神童二字 传遍了整个豫章郡 瑶瑶 我回来了 站在家门口 叶瑶瑶光的目光 嗖得变得有些阴暗了 因为他似乎看到 温庭站脖子上 有一条极细的伤疤 几乎长得和原本的肉 差不多了 说不是自己的目光敏锐 还真是看不出来 见到叶瑶光的目光 落在他的脖子上 温庭站伸手摸了摸 进了屋子 不等问 已是主动地将事情的原委到来 原来是他在参加院士的时候 和柳家三少爷 也就是那位成亲 想要买他们宅子的原主 给对上了 对方以及父亲 甚至连同祖父 因为温庭站在柳居宴那里 吃了瓜露 自然知道的比旁人多一些 那柳三少爷在考场中 竟然公然地诋毁 温庭站的母亲 就少激怒他 温庭站考完试之后 出了考场 就把柳三少给打了个半残 最后柳和鹏竟然花了重金 请了杀手来刺杀温庭站 好在温庭站的身手已经不错了 也只是受了这点小伤 柳和鹏 我已经把他送到府衙的牢里了 要要默契 叶瑶光心里明白 他能够被平为暗手 安然无恙地回来 那么柳和鹏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被放出来的 指不定是要害怕柳家人纠缠 所以就跑回来了 叶瑶光倒是很好奇 温庭站又做了什么 但还是让温庭站先去休息了 第二日上午 柳家二老爷 柳和鹏的父亲 竟然带着柳和巢 一起囚上了门来 见 又或是不见 叶瑶光还坐在饭桌上 这早饭吃了一半 温庭站昨日归家 这些人今天一大早就追了上来 恐怕是前后脚追着的 那 这个番薯卷香甜松软很好吃的 温庭站没有回答 叶瑶光也就不再说话了 埋头大吃了起来 王墨跟着温庭站久了 已经大概能够摸到温庭站的脾气 所以也是心灵神会 站在一边不言不语 吃完了饭后 叶瑶光才忍不住又问道 你到底怎么把柳和鹏 送到府衙的牢中的 就连柳家的老头子 都捞不出来 柳家老头虽然退下来了 可经历了三朝 和楚地时又是同窗 当今祖父那一带 仅存着几个老臣 尤其是这次返乡 还加了许多的风尚 如今 柳家老头子已经回到了豫章郡 整个豫章郡 只怕就没有几个人 敢不卖他一个面子 顾凶杀人证据确凿 人证物证俱在 除非他能指手遮天 如今柳家需要的是韬光养晦 他才刚刚在陛下那里示弱 便真的有通天本事 他敢使出来吗 原来是掐住了 柳老头的弱点 前脚柳老头才是黯然回乡 勾起了当今圣上 心中的愧疚之情 这才刚刚回到自己的地盘 稍微一点点心将踏错 就是足以让有些人 参踏一本的 倒是不但在当今心中的 可怜形象不保 反而会让当今圣上 更加地厌恶他的表里不一 所以柳老头这个时候 必须要铁面无私 然而柳居坤 也就是柳和鹏 这么一个敌亲的儿子 若是柳和鹏折了 柳家二房可就是垮了一大半了 纵然是他故凶杀人 也罪不至死 既然罪不至死 以这柳老头的傲气 怎么可能让儿子 向温婷战低头 柳和鹏手上可不止一条 人民官司 果然 温婷战看出了 叶瑶公的疑惑来 解惑道 杀人这种事 柳和鹏总喜欢花钱 请用顺手了的人 所以 你是将那个杀手生擒了 顺着杀手这条线 把柳和鹏其他的人民官司 也都给挖了出来 聪明如温婷战 也没有察觉自己哪里不对 一下子 就让叶瑶光变了脸色 虽然不知 自己哪里错了 可是温婷战 还是立刻扶低作小 瑶瑶 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你说 若不是为了生起那个杀手 你会受伤 你看看你伤的是什么地方 若是再深一些 小命都要交代了 温婷战伸手摸了摸鼻子 心中微暖 他知道 这种时刻不能开口便捷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对着温婷战一副 乖巧听讯的样子 叶瑶光还真的说不下去了 好 我知道了 瑶瑶 这次是我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外面藏龙卧户 我保证下一次 无论什么事都不以身犯险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是制作播出 第230集 便在西尼次了 叶瑶瑶光 这种心 以及身份之后 杜厚林就急匆匆地来了 虽他并不知道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 但是对方乃是豫章俊柳家 他们听着就忍不住仰望的大家族呢 温婷战这才刚刚有了秀才的功名 如何能够和柳家抗衡 日后进入了官场 若是柳家记恨 只怕会让温婷战吃苦的 大伯 你怕是弄错了 我娘的确姓柳 可您也是知道 我娘是因为无家可归 遇上了我爹 才跟着我爹回了度家村 大伯你看 这二位一看就是富贵人家 你说若是我娘有这样的娘家 会因为身子弱 需要野山生却买不起 才导致我爹上山寻生 而一去不归 这 杜厚林只想到了不让温婷战 得罪柳家 以至于以后柳家给温婷战使绊子 可这会儿听温婷战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但对方是柳家人 总不能说谎 难道是因为听说了温婷战 十一岁就考了暗首 觉得可以栽培 日后可以为他们柳家的辉煌 添砖盖瓦 这才寻尚的 这么一想 杜厚林看向柳居困的眼神 都有些不善了 杜大伯 既然他们说乃我娘的娘家人 那便是自家的事情 大伯出面总归不好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有功名在身之人 便由我自个儿和他们好声说道 简简单单三言两语 就把杜厚林的想法给改变 堂堂豫章俊柳家 也做不出势强凌弱的事情 大伯也不用担心 杜厚林想了想 也觉得是啊 便就眼含愧疚地 对着温婷战说道 别怕 这村子里啊 只要你喊一声 我们这些叔叔拜拜 就没有不答应的伤 将杜厚林送走 温婷战客客气气地伸出手来 柳二老爷与柳大少爷 远道而来 请坐 柳居坤此时脸色很不好 不发一言 往着上座走去 我如何了 难道我作为主人家 还有让客人坐在主位的道理 柳居坤一夜 那句我是你伯祖父的话 终究没有说出口来 一拂袖 在下方坐下 然后拉着一张脸 见没有人端茶地水 终于是寻到了一个错处 立刻就借题发挥了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啊 哼 果然是没有教养 老夫近日来 是接你们回柳家 你们收拾收拾 跟老夫走吧 客 也有不速之客 对待不速之客 我从不客气 我与柳家非亲非故 柳家的大门不敢高攀 柳二老爷若是为此而来 黄木 送客 你 柳居坤气得豁然之间就站起了身来 温庭湛 你不要以为老夫要求你 真的得罪了柳家 你别想在这豫章郡立足 温庭湛 也缓缓地站起了身 他眉目平淡 红润的唇 不急不缓 拭目以待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王木也不客气了 直接走上去 将柳居坤 给往外不容拒绝地拉出去 完全不理会柳居坤 那一路上的骂骂咧咧 一直都没有说话的柳和潮 也站起身来解释了一句 我来并非逼迫 这是担心温庭湛 在柳居坤的手下吃亏 也是担心柳居坤 被拒绝之后 往温庭湛身上泼什么脏水 所以这才跟着过来 可当真解释了一句 他又觉得苍白 柳和潮张了张嘴 最终把所有的话都咽了 经过这一次 这个外甥不声不响地 将侄儿打残抓不到一点把柄 转头 又将堂弟送进了府衙大牢 连他们一直山一般高大的祖父 都带不出来 柳和潮觉得 他对现在的这个外甥的了解 真是太少了 并且他和父亲 所有的担心 都显得有些多余 多谢叶姑娘提醒 才让内子幸免于难 尊夫人原始有惊无险 便是我不提醒 也不会伤及性命 只不过是会伤筋动骨 叶瑶光没有说这句话 柳和潮 柳和潮一出门 被请出门外的柳居坤 就已经在大吼了 侄儿也被赶了出来 且不是一次 柳和潮绕过了柳居坤 坐上自己的马车 气得柳居坤在原地跳脚 这在豫章郡 已经是横行惯了 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冷遇 柳居坤现在一肚子的火气 可他偏偏不能这么走了 他脑子里还想着自己爹 在他临来时 跟他说过的话呢 要救儿子啊 只有这个姓温的小子松口才行 否则他的儿子 只能是舌在府衙里了 赎尽证据确凿 知府也就算是 想卖一个面子给柳家 也得温庭站 不把这件事情 直接捅到帝师的面前 有了上一次帝师 为了温庭站 将柳居民给捅下来的先例 柳家谁也不敢低估 他对帝师的影响力 所以刘老头亲自去了一趟府衙 狡猾的知府也只是敢打着哈哈 若是温庭站 连带他也给烧上了 那明年的三年任期满 别说是升官了 还有可能降级呢 他不是什么有背景的人 全凭着左右逢源的机灵劲 才爬到了现在的位置 神仙打架 他可不想做那个遭殃的凡人 刘老头三个嫡出的儿子 老大虽像他 但是才智呢 略显不足 老三最聪明 却太有自己的想法 过于看重情义 不是一个顾大家的人 老二就十足时的 没有一丁点 像他是他的种了 所以他才在柳居坤来之前 签订万主的 让他不论用什么办法 都得哄得温庭站松口才行 然而 柳居坤自以为 谁都稀罕他们柳家 豫章俊当属柳家第一 只要他开口 亲自的来接温庭站回柳家 这日后就是 十足时的柳家子孙了 那是多大荣耀啊 温庭站不可能拒绝 等到温庭站 进入了他们柳家 还不认由他搓圆捏扁 可惜呀 他完全没有领会到 自己父亲的意思 交心儿子 又没有完成老子交代 柳居坤也不敢回去 就去了镇上卸下了 准备再想一想 其他的对策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抠 第二百三十一集 你真的打算 把柳和鹏弄死在牢里吗 真要是弄死了 只怕这个仇就大发了 到时候柳家人 公开温庭站和柳家的关系 世人可不会管中间有什么恩怨 只会说温庭站灭绝人性 就算温庭站将柳和鹏的罪证列举出来 打上了大义灭亲这四个明包暗扁的字 却也不是什么好事 最让叶瑶光忌讳的是 他们始终是亲人 我说过 我不会杀柳家一人 你每次露出这样的笑容 我就觉得你肚子里的坏水啊 又活落起来了 到底设定了一个什么下场 流放如何 流放到哪儿 西北绝域 西南烟障 东北苦寒 瑶瑶觉得什么地方好啊 这三个地方有好的吗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温庭站的手一收 最后一笔凌然有气 割下了笔 将信指双手抬了起来 轻轻地将墨迹吹干了 伸长了脖子看了几行 叶瑶光不由瞪大了眼珠子 竟是写给柳家老头的战书 故凶杀人虽未遂 当有申诉之权 自遭结起 至今且惶惶不安 流老若许安心之策 于可不咎 文律里有流放之行 流老应否 短短几行话 叶瑶光觉得 等到流老头接到之后 那个吐血的心估计都有了 温庭站又是提笔 严谋写了另外的一封信来 这又是写给谁的 温庭站这时 已经把信装入了信封了 信封上落下了 陆都司清启 都指挥使司乃是掌握 地方军事的最高官 郑三品和福尹 一文一武平起平坐 他仿佛借得 扬州都市指挥司 就是姓陆 豫章军可只是属于 扬州的一个府城 这位陆都司和柳家 还有那么一丁点举语 我想他定然会给柳和鹏 寻个好去处的 温庭站将两封信封好 就让王牧和魏金进来了 交代二人去送信 一份呢送去镇上 给柳和巢 让他带回去给柳老头 另一封当然是送到州府 解决了 柳家人至少很长一段时间 知道什么是乖 不会来招惹我们 这柳家人除非是白痴 才会来招惹你 也不看看你对付柳家两次 一次把柳军民给踩一脚 一次把二方唯一的嫡子流放 叶瑶光心中不住地吐槽 有个聪明人在旁边啊 让他分外地寂寞如雪 仿佛什么事都不需要他做了 就等着发霉好了 为了不让自己发霉 也因为温庭站回来了 心里没有了牵挂 当再一次有生意上门之时 叶瑶光就没有拒绝了 然而这一次求上门的 还真不是一般人 卢先生 你怎么会来 去年七月分开的 到如今已经是快一年多了 温庭站当初给卢方 留下了地址 却没想到卢方还真的有找上门来的一日 一年不见 你这修为又精进了呀 事实上这段时间的修炼 叶瑶光的确又涨了一些 从两道五行之气升到了三道 稳稳地筑击后期 距离衍生出第四道也快了 我的修为低 自然精进的快 再则 我这宅子对于金丹之前大有辅助 若不长进 岂不是废物 嗯 你这宅子 那的确得天独厚 叶姑娘修为精进了也好 我这次来呢 便是想要叶姑娘 一起去对付一只蛇妖 蛇妖 叶瑶光一叉 卢方怎么想着去对付蛇妖了 蛇妖和其他妖不太相同 喜欢居住在深山修炼 一般只要不是人主动地送上去 基本不会主动地去祸害人 虽说他们修炼者 想妖除魔乃是天职 可也不是味道士 一见到一听说有妖怪 就一个劲地往上凑的 你说 这天下那么多妖 谁除得晚呢 而且 这蛇呀 是较为凶猛的动物 一旦成妖 也是妖类攻击力中比较高的 若是修为再高一些 那就更不好对付了 卢方已经是精丹后期的修炼者 他竟是还要来邀请他 岂不是说那只蛇妖的修为 不比他低了 这就不好玩了 虽然他能和卢方打个平手 但是风险还是太大了 嗯 就在龙虎山 是我偶然发现 这只蛇妖竟然孕育出了血蛇孤 我原是帮人寻一个阴宅 却不小心发现了血蛇孤 惊动了在闭关的蛇妖 交手之下却不向上下 所以呢 请叶姑娘帮忙 到时候啊 血蛇孤我们一人一半 可是 叶妖光陷入了两难之地 血蛇孤对于修炼者 乃是一位极其难得的宝物 它是一种基因之地 才会形成的蘑菇状的东西 这种蘑菇一旦孕育出来 就会将附近的蛇都引来 只有最强的蛇 在战胜其他蛇之后 才有资格守护 不管是什么蛇 基本能够战胜一方土地的蛇群 那都是非同一般的 这条蛇会围着这个蘑菇脱皮 然后蛇皮一层层地武熟之后 才是正宗的血蛇孤 这才对修炼者有着极高的价值 而且这东西很是稀有 一则是形成 必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二呢 就是在于形成之后 遇到的守护蛇 若非有了灵性可以修炼的蛇 否则是做不到的 当然 这蛇一旦遇上了血蘑菇 就会从中吸收 只有它们才能够吸收的灵气 从而拥有灵性 但也不是每条蛇 都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 捂熟的 一旦失败 这条蛇也会因此丢了命 因此 在夜遥光的观念中 这个蘑菇应该是属于蛇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因为私欲 而去抢属于别人的东西 哪怕对方不是人 而是动物 还不仅要抢 还要杀了它 这跟强取豪夺 完全没有两样 恐怕除了夜遥光啊 在其他修炼者的眼中 蛇妖就是妖 他们杀了妖 就是为民除害 除了害 取走了血蘑菇 又有何不可 但夜遥光觉得 这些只是他们固有的思想 如果没有经历过上辈子 也许他也会这么想 所以他也并不觉得 卢芳是什么道貌岸然 只是一个时代生长环境 影响着不同的人 正因为没有觉得 卢芳这么做有什么大错 只有他才会认为 蛇妖也得像人一样 去尊重的 只要他没有害人 就可以生存 卢芳又提出 要将这个蘑菇 送给他一半 如果他拒绝了 估计卢芳 又会听了他的理由之后 觉得他疯了呢 不说出一个 说服卢芳的理由 卢芳很可能会认为 他是贪心不足 而且他要是拒绝了 只怕和卢芳 也是做不成忘年交了呀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第二百三十二集 我会认为 暂且这样 我便随着卢先生去一趟 深吸了一口气 一摇光 还是勉强答应了 身在一个地方 就要适应一个地方的 许多东西 别说是古代了 就算是上辈子 对妖物 不论是善恶 不论是好坏 就想着斩妖除魔 增添功绩的修炼者 也是不计其数的 有些妖天生有宝 也成了修炼者 除掉他们 冠冕堂皇的理由 当天夜里 卢芳并没有留在温宅 而是去了镇上 还有事呢 约好了明日一早 在镇上会合 自从因允了 要去龙虎山之后 叶瑶光整个人 都是有些黏黏的 吃完了饭消食时 温婷战拉着叶瑶光 坐在了垂花藤下的走廊上 瑶瑶 你为何不愿去龙虎山 是担心有危险 因为我不想去除妖啊 啊 叶瑶光偏头 靠在了花藤上 看着温婷战 难得出现惊讶的表情 你是不是觉得 妖因为是妖 所以就该死呢 这一句话 将温婷战给问愣住了 他想到了画板里面提到的妖 个个都是穷凶极恶的 想到之前他们遇到的影子妖 杀人又是那样的残忍 难道 这世间的妖 不应该除去吗 佛家言众生平等 这个众生 指的不仅仅是人 不是高低贵贱的人 而是天地万物 人生来就有贫贵 可这并非人 可以做主去投胎的 同样的 花草树木 飞禽走兽 也同样不能决定他们的出生 他们其实比平民更加的可悲 人天生下来 就有灵性 只不过 分灵性高不高而已 可他们生长出来 就是没有灵性的 修炼起来 也需要极大的机缘 就算有了机缘 也只有那么一点点 极为渺小的可能脱离本质 我觉得 世界之大 人有好坏 妖也易染 嗯 所以 你度化了阿秀 文婷战想起来了 叶耀光曾经说过 那个叫阿秀的 是一个干净的鬼 所以他没有将其诛灭 而是选择 度化了他 就像是这一次 如果这个蛇妖 并没有祸害人 让他出手非常艰难 因为 这是他为人的底线 这世间有多少的不公 妖物为何被修道之人 称之为孽畜 是因为妖物 无论是好是坏 将其诛灭都是功德 这是上苍 对妖物的不公 我并非妇人之人 只是我形势 速来有底线罢了 妖妖 你的想法没有错 真正的人 这心中 永远都会存在 一份善念 妖因为没有人性 也许它迟早 会成为祸患 但是 在这一刻 它还是干净的 我们就没有资格 去动它 因为它比人 更加的不义 就好比一个 坚恶之人的后代 你不能认为 他的父亲为恶 就断定他日后 也定然为恶 从而残害一条 无辜生命 是一个道理 你真的觉得 我没有错 叶瑶光的目光一亮 他还以为 温庭湛 会对他的观点 嗤之以鼻的 前世他的师兄妹 可都是暗地中 叫他什么圣母 就等着哪天 农夫鱼蛇的故事 在他身上重演 看他的笑话呢 叶瑶光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泪光 他飞扑到了 温庭湛的怀中 前世他的父亲 最不喜欢他的 就是这一点 他的父亲觉得 他不是一个 合格的风水师 也不是一个 合格的修炼者 他记得 前世有一次 他们被请去了 看风水 宅子中 曾经被杀死了一个人 那人的鬼魂 因为被压制 而一直困在那儿 但他根本 没有伤害任何人 只不过因为 每天晚上 渴望有人 能够看到他 而发出了 不好的声音 吓到了不少人 父亲执意 将其焚化 而他 却是力争要度化 被父亲 狠狠地扇了一耳光 从那以后 他做任何事情 都是独自行动 因为他觉得 他和他们 已经有了一种 道不同 不相为谋的距离 若是他没有 特立独行 也就不会让 那么多人排斥了 同一个圈子中的人 别人 别人都是那么做 偏偏 他要表现 所谓的善念 就好似 故意显得 他与众不同 高高在上 是正统一样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 当初他在 巡龙卖时 遇上了死对头 也就不会 没人出手救援 导致他 当场死亡 前世中 他是吃过亏的 他知道 如果他还这样坚持 卢方的修养 应该不会和他 断绝往来 但也一定会疏远他 他所谓的底线 把他弄成了一个 天生的孤独者 从来没有人理解过 从来没有人赞同过 杨阳 这世间并不是认为 对的人多 那就是对的 你尊重每一个生灵 你保留着世间 最纯真的心 也许你会因此吃亏 也许你会被误解 也许 你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但是你要相信 你这般拯救的 一定比伤害的更多 叶瑶光想到了前世 情斗初开时 他遇到过一个人 那个男人 是修炼者中的佼佼者 他们对彼此 都是一见钟情 原本 他们一直都很相爱 也互相理解的 可是有一次 因为他的一念之人 将一位降头师的孩子 给放走了 也造成了他的师父 被重伤 从此 那男人就远走他乡 再也不曾联系过他 那个孩子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懂 小小一个 嫩乎乎的 眼睛水淋淋地望着他 让他如何 对一个孩子下手 他也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孩子 会长大来报复 他笃定 这个孩子不会的 事实上 这个孩子的确没有报复 只不过是他把他放走之后 他被他的父亲的仇人所抓 对方 对他施了邪术 将他变成了一个血傀儡 当时他亲眼看到了血傀儡 将那个人的师父打成了重伤 然而当他舍身挡在了那个人的师父面前时 已经成为血傀儡的孩子 竟是认出了 最后不听指挥 暴体而亡 至始至终 都没有伤害过 一摇光的一分一好 那个人 怪他放走了那个孩子 可是他却认为 就算没有这个孩子 别人同样可以利用其他人 来制造傀儡 从而对付他们 若当时这个傀儡不是那个孩子 那么他和那个人的师父 早就已经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些 那个男人从来没有想过 他只觉得叶瑶光是个烂好人 所以从此之后 他也再也没有跟叶瑶光联系过 于是 叶瑶光也就心伤了 他开始一心地修炼 专注于蹂躏男人的心 勾着那些美男子们玩性 却从来没有付出过真心 第二天 叶瑶光和温婷站去了镇上 和卢芳会合 有了昨夜的交谈 叶瑶光对的温婷站 更加地自然和亲切了 之所以还是去了 是因为卢芳邀请的 并不能拒绝 而且 叶瑶光也想去看一看 那蛇妖到底是一心尽修呢 还是依然脱离不了 凶残的本性 若是他残害无辜 叶瑶光绝对不会手软 对于妖这种东西 杀人就是毒瘾 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是永远戒不掉的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call 每集点赞 多多 第二百三十三集 龙虎山在贵西县 距离 卢林县也不算太远 马车很慢 叶瑶光和温亭站 就商议着骑马去 只带上了魏晶和靴大 卢芳也是选择骑马 他们并没有着急赶路 用了三天时间 赶到了贵西县 然后寻了个地方歇下 休息了一晚 养足了精神 准备好了足够的东西之后 叶瑶光 这才跟着大伙 去到了龙虎山了 温亭站和魏晶 在龙虎山游玩 而叶瑶光 则是直入 卢芳发现蛇妖的地方 这地方 在非常深的山里 进入了龙虎山 以卢芳和叶瑶光的角城 也就行了两天路 就寻到了 这是一个山洞 石岩洞 洞外有着茂密的灌木遮挡 若不仔细 只怕也看不到 不过 这蛇妖的妖脊 过重 但凡修炼者 都是能感觉到的 还没有走进山谷 叶瑶光 已经看到了人的白骨 顿时眉头一簇 这蛇妖的胃口 便大了呀 我上次来这外面 还不曾有白骨 卢芳也是脸色不好 若非他为了保险起见 去请了叶瑶光 也不会又多死了 几个无辜的人 救 救救我 这时 从洞内传来了极其虚弱的声音 似乎被什么紧紧的束缚住了 我熟悉里面 我在前 你断后 嗯 因为考虑到还有活人等待被救援 叶瑶光和卢芳 加快了速度 蛇妖的老巢 七拐八弯的洞府 而且随处可见粘硬 还有细小的蛇 这阴暗的让人不舒服 叶瑶光和卢芳已经很快了 可等他们寻到蛇妖之时 恰好是看到了蛇妖张大了嘴 而她的性子竟然犹如吸管一般 从一个人的头顶直接就插进去了 将人的脑髓就那样生生地吸入了自己的体内 你也冲 卢芳纵身而起 拔出长剑 朝着蛇妖看去 那蛇妖只有一个人的脑袋 脸上的鳞片还没有退去呢 依然还是蛇身 蛇妖突然将它被卷住歇了一半脑髓的人 朝着卢芳甩了过来 那人似乎还没有死透 卢芳便是伸手去接了 陡然间 叶瑶光的目光一变 指尖宁气 朝着卢芳射去 那人竟然变成了男子手臂一样粗的蛇 这蛇头一昂 就要朝着卢芳咬下去了 卢芳小躲避 已经是来不及了 千钧一发之际 蛇头距离卢芳的胳膊 只有半寸的距离 叶瑶光五星之气穿透 蛇头向后一仰 直直地便是掉下去了 蛇妖见此大怒 上一次它被攻击 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些人类的臭道士 最是喜欢声张正义 除强服辱 看到他行这样残忍之事 哪里还会忍得住呢 这么多年 他修炼 遇到的想要除去他的人 不知反击 这一招 几乎是百事百丽 不然蛇洞中 哪里有这般多的尸骨 今日也感觉到有人的气息 而且还是上一次那气息 他就知道又回来了 所以这才顾忌重施 却没想到这个什么气息都没有的小丫头 竟是识破了 当下 蛇妖的嘴一张 她无限深长地朝着夜遥光射来 夜遥光脚下一钉 身子一侧 然后 手臂一阵天灵滑出 灵巧地躲过 她的杏子打在了石壁上 坚硬的石壁 竟是被打出了一道裂缝来 不等夜遥光脚步站定 她又是攻击了过来 这条蛇很聪明 她必须一击击中 她到现在还没有展开过攻击呢 一直在闪躲 就是在寻找最佳的机会 就在夜遥光 闪躲到了一个双环的沿洞之时 灵机一动 脚步微微移慢 然后从第一个环穿了过去 身子柔软的蛇 也快速地跟着绕过第二个环洞 绕了一圈之后 感觉杏子 已经是要刺透她的肌肤 钻入她的体内了 结果夜遥光却是反手一扬 啪的一声脆响 蛇的杏子 就被她斩断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 便是快速地又缩了回来 吃痛的蛇腰 想要继续攻击 就因为蛇匪被夜遥光抓住了一甩 而没有攻击到卢方 被卢方的剑扑撕一声 便是穿透了腹部 蛇腰的身体在半空之中 立刻僵直了 卢方握着剑的手 往上去推 生生地将蛇腰的身躯 一分为二 那无数的鲜血洒了下来 夜遥光往后一飞 远远地避开 蛇腰的身躯 此时已是重重地跌在了地上 身上染了血的卢方 也落了下来 伸出手 将蛇腰的蛇胆 给取了出来 放在一个葫芦里 还好这只蛇腰的修为 还没有达到 凝结腰蛋的地步 否则就不会这么好对付了 处理完蛇腰的尸体 卢方去取血蛇孤 而夜遥光 则是百无聊赖地 打亮着蛇洞 他总觉得这个蛇洞 有些奇怪 但具体奇怪在什么地方呢 又说不上来 当他的目光 落在了前方 两具的白骨上时 不由一宁 他突然想到 似乎从进来到这儿 所有的尸骨 都是两种形态 也就是说 这里的人 都是两种死法 他有规律了 电光火石之间 夜遥光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迅速地看向了卢方 就像卢方握着血蛇孤 而他在背后 绿油油的光芒 已经乍现 小心 夜遥光突然之间 眼睛瞪大 他看到 足有两个他捆绑起来 一样粗的蛇身 翻腾而起 速度快得 犹如一阵风一样 张开血盆大口 吹出来的是一阵 腥臭的气流 只见 他对准了卢方 几乎只是 夜遥光的一个眨眼之间 卢方就被那只 潜伏的巨蟒 给吸到了肚子里 然后 黑色的 泛着冷光的尾巴一扫 那无数的石块 便朝着夜遥光飞机而来 夜遥光纵身而起 蛇妖硕大的脑袋 就撞了过来 在半空之中 夜遥光身子快速地一拧 后背插着蛇妖的头颅 一个翻转 转手间 天灵便是划过了 蛇妖的头颅 饶式锋利如天灵 也只是掀开了 这蛇妖的 几块鳞片罢了 也许是吃痛的缘故 蛇妖的头颅 猛力地一甩 强力地 便将夜遥光 给甩了出去了 巨大的蛇尾 接着甩了过来 速度很快 力道很猛 夜遥光横着身体 在竖着的墙壁上 快速地逃踹 就快跑到了尽头 跑无可跑之际 夜遥光的足剑 重重地 在墙壁之上一踏 然后飞升而起 身子 以一个不可思议地扭转 在半空之中 蜷缩成了一团 躲过了横扫而来的蛇尾 浅粉色的裙摆 犹如是鲜嫩的桃花 湛然盛开 喜欢本硕士 制作播出 第二百三十四集 天灵这一次 不但先飞了几块蛇灵 甚至割掉了 它一块血肉 鲜血便是喷了出来 蛇药的身体 在半空之中 一阵的痙磷 发出了一阵阵 咆哮般的怒吼 然后迅速地 将它的尾巴 给缩了回去 叶瑶光 终于有了一个 喘息的机会 悬身落地之后 感觉到自己的手臂 开始隐隐地作痛 上面清晰可见的 一道乌黑的痕迹 其实这个时候 叶瑶光是可以逃走的 这个蛇妖 虽然一点人形都没有 可却非常地难对付 它连五成降服 它的把握都没有 可是卢芳 在她的身体中 卢芳是被活吞下去的 她体内的腐液 没有那么快 就可以将卢芳给弄死 而且卢芳的修为也不低 可若是她走了 卢芳就是必死无疑 因为这蛇妖 会全力地 将卢芳给困死在体内 蛇妖尾巴的疼痛 已经是缓解了 她此时绿油油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叶瑶光 整个头颅都快有 叶瑶光半个身子大了 她出击得非常突然 血盆大口 猛地就朝着叶瑶光 飞袭而来 好在叶瑶光时刻准备着 足间一点 身子不断地向后飞去 蛇妖的头颅紧追而上 叶瑶光 方才跑过一圈 记忆力不差 她的余光眼角 已是瞄准了两旁 飞闪的景物了 她估算着 石壁之间的距离 大概觉得差不多时 身子一旋 飞速地往上窜去 蛇妖巨大的头颅 收拾不及 狠狠地 便是撞在了墙壁上 叶瑶光 没有逃得好 蛇妖似乎早就想要 把叶瑶光 逼飞到了高空 就在叶瑶光 飞向高空的一瞬间 她的额头 竟是射出了一道 透明的液体 叶瑶光在发现的 第一时间 就已经是闪躲了 可依然是慢了一步 蛇妖的毒液 撒在了她的肩膀上 肩膀上的衣服 也迅速地烧光了 火辣辣的 犹如滚烫的油泼上去 叶瑶光痛得 脸都臭尽了 她依然来不及顾忌 趁着蛇妖的头颅 撞到了石壁中的空档 落在她的身子上 手握天灵 狠狠地一刺 于是 天灵扎入了 蛇妖的身躯中 在叶瑶光的 意念控制之下 瞬间长长了两岁 蛇妖吃痛 不断地命 还撞开了四周的石块 她不断地摇摆着 庞大的身躯 而叶瑶光 也紧紧地握住了天灵 用尽全力 催动天灵 不断地往下滑着 最后 终于力气耗尽了 被蛇妖给甩了出去 狠狠地撞在了石壁上 蛇妖 也比她好不到哪儿 她的背脊处 已是被叶瑶光 划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 险西将她整个背部 都分成了两半 因为疼痛 她在不断地翻滚 叶瑶光 看着肩膀上 因为蛇毒而腐化的 甚至可以看到肩骨的伤 她从怀中 迅速地取出了一瓶药粉 咬着牙 将药粉撒在了伤口上 只见 叶瑶光将裙摆撕了下来 然后快速地 将肩膀给包扎上了 接着 她大口大口地 喘起了气来 伸手取出了紫灵珠 她其实现在 已经是强弩之母 根本不适合 再催动紫灵珠的 可这只不知道 什么肿裂的蛇妖 实在是太难对付了 若是不孤注一掷 将其除掉 只怕 她和卢芳 都休想活命的 五行之气 萦绕在掌心 叶瑶光的目光 透过了四周萦绕 而起的五行之气 看着似乎也决定 和她同归于尽的蛇妖 无比迅速地 朝着她飞撞而来 双臂一震 紫灵珠的四周 燃烧起了熊熊的火焰 方才她用天灵 重伤蛇妖的时候 已经是感受到了 蛇妖体内 那五行之水 是最为深厚的 所以 她用了紫灵珠的火灵力 双手一挥 烈火 犹如巨龙一般 朝着蛇妖奔腾而去 砰的一声巨响 蛇妖撞在了烈火之上 两个力量的碰撞 使得山摇地动 在蛇妖撞击的地方 火焰犹如盛开的石人花 张着口 在不断地将蛇妖给吞噬着 大火 似乎被狂风吹过一般 只见半空之中 被烧成了黑炭的蛇妖 僵硬住了 等到叶妖光 力竭倒地 蛇妖才一节节地 砸在了地上 摇摇 视线变得模糊 叶妖光却看到一抹身影 迅速地奔了过来 她还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呢 直到 她有些麻木的身躯 感觉到了丝丝的暖意 卢先生 在蛇妖的覆着 说完 叶妖光就暂时地昏迷了过去 叶妖光并不知道 她到底昏迷了多久 等她再一次有了意识时 只觉得 这也痛 那也痛 浑身都痛得不敢动了 别动 还没有睁开双眼 就感觉到一只手按住了她 叶妖光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视线由着模糊 到了清晰 终于 她看清了眼前的人 肩膀上的伤口 疼得她呲牙咧嘴 是不是伤口疼了 温婷战将放在一边 恰好是温热的药 端了过来 莫大哥说了 你一醒来就得吃药 这药的味道非常难闻 但叶妖光此时 喉咙发干 看着药水 有着忍不住想喝 于是就一口气闷了下去 喝完之后 她整张脸都绿了 她发誓 这是她吃过世间 最苦最苦的药 苦得她无法形容 快 吃块酥糖甜甜嘴 温婷战赶忙将 一早准备好的糖块 递给了叶妖光来 这药加了蛇药的胆 莫大哥说格外的苦 但是你体内有蛇药的毒素 若是不吃着胆 毒素无法排进啊 再给我一块 温婷战又快速地喂了她一块 只能吃两块 莫大哥说吃多了影响要效 原本打算快速地吞了 再来一块的叶妖光 听了之后 赶紧放慢了速度 细细地嚼着 将之吞下之后 她还是觉得口中苦 你体内的蛇毒非同小可 不可任性 嗯 我这肩膀 为什么这么痛啊 早晨才刮了肉 此刻当然疼 刮肉 嗯 莫大哥说你肩上的蛇毒过深 长出来的也是毒肉 若是不及时割掉 你会慢慢变成一个毒人 每五日挂一次 要挂上六次 六次 我 我 我现在挂了几次啊 三次 你已经昏迷半个月了 半个月 啊 对了 罗先生如何 罗先生没事 就是受了些伤 早已经养好了 他原本是想等你醒来 亲自向你表示歉意 可他家里突然出了急事 等到前日 你尚未清醒 他就走了 等他处理完事情 再来向你赔罪 赔罪什么啊 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错不在他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call 每集点赞 多多 第二百三十五集 我也是如此劝说 不过卢先生说 救命之恩他记下了 啊 对了 他把这个留下了 说着 温亭湛将一个浴盒丢了过来 他拉开了盖子 打开之后 在夜瑶光的面前说道 他说 这里应是你的 浴盒中 躺着一朵约有一尺长 三朵有着半尺宽的血蛇菇 夜瑶光看着眼睛都直了 啊 怎么会这么大 一般的血蛇菇 基本就是和普通的蘑菇 差不多大 这样大的 他还真是闻所未闻 一共有三朵 这是里面最大的一朵 还有两朵 只有这朵的十之一二 温亭湛又将盖子给合上了 我再三推辞 说好的一人一半 卢先生拗不过 就拿了一朵小的 后来我见莫大哥 似乎对这东西也有些关注 就赠了一朵给莫大哥 这只大的 由莫大哥而言 或许更好 其实一朵小的就够了 这么大一朵 夜瑶光还真是不知道怎么下口 这吃下去 会不会须不受补啊 莫大哥只要那朵小的 说是他炼制丹药需要的一味药材 再多了也是浪费 莫大哥已经是原因期 血蛇菇对他自补作用并不大 莫大哥呢 昨日也已经离去 莫大哥似乎急着将血蛇菇带回去 炼制丹药 我也就没有阻拦 那就是说 是你给我刮的肉 瑶瑶觉得应该是谁啊 伤的可是肩膀 女儿家的身子 怎么可以随便给外男看 我不是怕伤口吓到你吗 这倒是真的 温庭湛最初看到夜瑶光的伤口时 真的是吓得面无人色 她的心中也是分外的疼惜 这无尽的懊恼 为什么自己没有跟着一块去 要不是夜瑶光 习惯性地将金子留给她 在她遭受到攻击的时候 金子就会发疯了一般地往山里跑 而她好在跟着金子跑惯了 也勉强跟上了金子的速度 否则她真的不敢想象 卢芳若是不从蛇肚子里解救出来 也会被憋死 那蛇药的身体中 会生出一种蒸不断的黏膜 将食物全部地封住 温庭湛也是用了夜瑶光的天灵 才将其划开 否则只怕卢芳性命不保 还好将她解救出来 卢芳还是清醒的 这才吩咐了将蛇药的蛇胆带走 否则夜瑶光这毒将会非常的麻烦 你才行 好生歇着 这个话题温庭湛不想继续了 莫大哥说你在第五次刮肉之前不能起身下榻 否则毒素会扩散的 夜瑶光乖乖地躺在床上 每天都要喝一碗苦得无法形容的汤药 五日要刮走一小碗的肉 然后天嫂子等人又变发地给她补 长起来的肉再刮去 如此过了十天之后 夜瑶光终于是可以下榻了 但她现在还不能活动筋骨 仅限于可以走一走 至于七夕节便是在昏迷之中没有了 就连温庭湛的生辰 夜瑶光都没有办法和她一起庆祝 于是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到了八月 八月中秋一过 就是去书院报名的日子了 温庭湛因为夜瑶光 也一直没有去报名的打算 在她考了按手的第五日 还上在府城 白鹿书院的山长 就亲自去了府城 邀请她入学白鹿书院了 直到经历了第六次刮肉之后 夜瑶光又是养了十日 伤口在墨青的药下 已是迅速地恢复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生机高 反正她的肩膀 真的是没有留下一点点的疤痕 这天一大早 夜瑶光醒了过来 她先是动了动肩膀 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之后 便是盘着膝准备修炼了 正是打算引气 却突然想起 她还有一个血舌孤呢 她跑下去 将血舌孤给取了出来 静静地躺在浴河中的蘑菇 像极了雪白的雪糕 这表面一层血色 如同是淋了一层草莓酱 这么大一个血舌孤 肯定不能直接吃啊 于是她用天灵将彩朵 如同切蛋壳一般 切成了小块 然后往嘴里扔 接着她又开始盘息运气 一缕缕的五行之气 如同是疯长的发丝一般 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 夜瑶光都有些招架不住了 好在她快速地收敛心神 然后一点点地将之引导 进入了丹田 那原本有些匮乏的丹田 立刻就保障了起来 一股股温润的气流 在缓缓地波动 顺着四肢百骸 在体内不断地游走 接着她睁开了双眼 就感觉直接凝气 发丝一般的五行之气 似到交叉而上 这是到了助击器的巅峰了 等到她能够引出五道五行之气 就可以突破助击器凝聚金丹之时 这个蘑菇果然是好东西 这一修炼 夜瑶光也是神经气爽 此时啊 她已经是鸡肠鹿鹿了 快速地跑出了屋去 却发现天色竟已经不早 姑娘 少爷已经去饭堂了 夜瑶光点了点头 就风一般地飞向了饭堂 温庭站 现在感觉不到夜瑶光的气息 不过她就知道 夜瑶光只是极度地疲劳 或者修为大涨的时候 会这么活像饿死鬼投胎一样 她兼顾着夜瑶光 时不时地还会给她夹一些菜来 田嫂子用牛肉炒了肉末 蒸着中空的窝窝 还将香中微微带着一点辣的肉末 用着勺子舀入了窝窝内一起吃 这可真是非常美味的一道菜啊 夜瑶光是格外的喜欢 温庭站见她爱吃 又是夹了六个给她 她都是吃得意犹未尽的 瑶瑶 我们要准备去书院了 吃完早餐之后 温庭站突然开口 你是说我们一起 你不是不让我去书院吗 对于她想女扮男装去书院 每次提起来 温庭站都会顾左右而言她 总是会岔开话题的 她便知道了 温庭站内心是拒绝的 可没成想到这临到头了 她竟是同意了 我已经派人打听了 白鹿书院的学舍是两个学子一间 我会派人打点好 你我同处一室 你就没有了诸多不便 其实是这一次对付蛇药的事情 让温庭站的心中有了阴影 她真是有些害怕了 如果她不能和夜瑶光在一起 夜瑶光会不会悄无声息地 应付一些危险 然后在她不知情的时候 就受了重伤 所以她两害娶其亲 宁可带着夜瑶光女扮男装 一起去书院 而且书院的学舍是分了很多等级的 看各级学子自己的意愿 当然在收取费用上也是不一样的 她呀 已经是早早地就定下了一间二人的学舍 真的啊 夜瑶光目光都亮了 上辈子她就没有好好上学 这读书上课是什么感觉 她从来都没有体会过 嗯 嗯 你得改个名字 温庭站考虑得十分的周到 夜瑶光想了想 也觉得没错 那 我还是得姓夜 这样吧 那就说我是夜瑶光的哥哥好了 嗯 我该叫什么呢 叫 嗯 有了 我就叫 叶天书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第二百三十六集 瑶光乃是北斗七星之末 天书乃是北斗七星之首 好 我明日就去寻梦大人 给你办一份叶天书的户籍 户籍 就落在灌云街的夜宅吧 你安排就好 她不需要懂 反正一切都有温庭站 大颠妥当 接着 夜瑶瑶光快速地去到了库房中去翻出了一些布匹 亲自设计 还让田嫂子和林氏 还有幼梨都过来帮忙 用了短短五日时间就赶出了三套新衣 衣服都是两套的 和温庭站 一人一套 款式花色什么的也非常相似 夜瑶光选了一套纯白色的 然后用了银线勾边 绣口和林口都绣了君子兰的暗纹穿上 然后高高地竖起了头发 腰间悬了一个荷包 挂了一块质地一般的玉佩 战哥哥 你看看 我现在是不是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 说着 还装起了小正太的声音 还不忘把准备好的扇子 刷了一下就展开了 动作嘛 格外潇洒 还摇了摇 温庭站不由伸手揉了揉额头 他不知道怎么说啊 夜瑶光此时这个样子 还真是像极了一个 不学无术的顽固子弟 他也不知道瑶瑶为什么觉得 这个样子好看 瑶瑶 我们一人带两三套长服即可 去了书院我们要穿学子服 那正好 我刚好只做了三套衣裳 还有 书院每个月月中 休暮一日 月末休暮三日 所以你要带好女儿家的东西 又离已经给我准备好了 最后 我给你办的户籍是七弟 而不是七兄 温庭站将户籍拿了出来 为什么 夜瑶光有些不高兴了 怎么一下子从哥哥变成了弟弟啊 温庭站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地站起了身来 他走到夜瑶光的面前 夜瑶光需要微微地抬头 瞬间他明白什么意思了 哪有哥哥比妹夫矮的道理 那岂不是很丢人 好啦 弟弟就弟弟嘛 其实夜瑶光也不是那么在意的 反正在温庭站面前 他的心智也要小那么一些 装嫩 他又不是不会 于是立刻上前 挽住了温庭站的胳膊 活脱脱地像个小影后呢 姐夫 温庭站觉得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这太阳穴啊 也忍不住跳了跳 接着一言不发 默默转身 便是走了 去书院 一个学子可以带一个书童 书童平时不上课 可以留在学子学社 打扫整理 也可以帮着学子 做饭 洗衣 温庭站 自然是带着用惯了的 王一林 夜瑶光说 双目不成林 于是就给他改了 而夜瑶光呢 也是纠结了很久 最终没有带着 想跟他一样 女扮男装的一威 而是带了魏卓这个小家伙 别看这个小家伙 现在才八岁啊 伸手 可是整个宅子中 除了夜瑶光和温庭站以外 伸手最好的 他天生就是个习武的料子 而且肯吃苦 又喜欢习武 现在就连古摩尔和薛大 都可能随时被他偷袭的 定好了人选 夜瑶光就开始吩咐上了 我和少爷 我和少爷去了书院之后 你们还是住在这儿 这个宅子对你们身体好 习武也好 住在这儿 我也不用担心你们的安危 我和少爷 一学度会回来一次 平日中就待在豫章郡 豫章郡的宅子挺大的 又离 你可以物色一些人 买了好生调养 先是放在观音街的宅子中 家中凡事多的 都和王渡他们商议 村里有什么事 能够帮的 我们就尽量帮 几手的事 传信给我 还有你们啊 不论是习文还是习武 都不许懈怠 姑娘放心 姑娘放心 是姑娘 第二日一大早 薛大驾着马车 将温婷站和叶瑶光 还有两个书童 直接送往了白鹿书院 八月十五 他们是在马车上渡过的 八月十七就到达了 白鹿书院建在山上 整座山都属于 白鹿书院的范围 占地近几十万亩地 这一路绕着蜿蜒的山走上去 一点点的 便是看到了书院的面貌 前世中 他见过国内最大的 也就是十几万亩地 可他当时不是去读书啊 而是去捉鬼 这白鹿书院之大 还真是让叶瑶光 为之震撼 半山腰有一座楼牌 上书白鹿书院 这里聚集了很多人 白鹿书院有着规定 学子的亲属 只能送到这儿 楼牌的下面 有专门 进装打扮的人 守在那里 进去的 必须人守一封 白鹿书院的 录取通知书 每人只能携带 一名书筒 就连行李 也不能大包小包地 往上带 好多人因为 行李超标 都被勒令当场 送回亲属的手中 可见书院是十分的严苛的 叶瑶光和温婷战 就很轻松了 温婷战手上 是山长的手书 叶瑶光的这个 就更加不得了了 这可是当今 帝师亲笔推荐 并且还落了帝师硬件的 因为推荐信内 没有提到具体的人名 皆是辞子 所以啊 叶瑶光 这是捡了个大便宜了 把关的人还不怎么样 估摸着是温婷战 有些出名 看到温婷战的名字 还多瞅了两眼 等到进入了 学院的大门前 有书院的陆入者 当场检验 并且分派学社的时候 陆入者 倒是把温婷战 和叶瑶光 仔仔细细地 看了一会儿 询问了温婷战 几句话 就把温婷战 暗中定下来的 学社钥匙和门牌 递给了温婷战 等等 就在这时 一道略显熟悉的声音 在身后响了起来 允和 叶 老爹 来人正是萧世锐 叶瑶光没有想到啊 这一年半之后 竟是又见到了这个 十足漂亮的少年郎 此时他已经长高了 皮肤变得有些黑了一点 但是身子骨 看起来更加结实了 世锐 你也是来求学 温婷战有些惊讶 别人可能不知道 萧世锐的身份 可他现在一清二楚啊 这个萧世锐 应该是去黄学才对啊 是啊 我知道你要在子就学 特意赶来 高不高兴 萧世锐 仿佛是很喜欢温婷战 他已经凑上钱 并且完全忽略了叶瑶光 你分配了学舍没有 要不我们搭接 萧公子 萧世锐这才想起来叶瑶光了 不由得摸了摸鼻子 不如我们弄个独院的学舍 就我们三个住 一旁鹿鹿鹿的负责人 脸皮都臭了 这人要不要这么拽啊 学院的确是有独立的小院子 但是独立的小院子 都是隔出来的 根本就不允许 一个人单独住 任你是王孙贵族来了这儿 都得守规矩呢 虽然不至于严苛地 逼着每一个学子 都去住大通铺 但也不是说 你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除非你有足够资本 这资本嘛 自然不是权势 而是要向温婷站的 这种学识 不必了 诗瑞 我和小叔已经分了学舍 肖诗瑞自然是知道 叶瑶光是谁 方才还差一点露了嘴呢 虽然不知为何 这姑娘也跟了来 但是他知道 叶瑶光和温婷站 一个学舍 才是最好的 给我看看你学舍的牌子 朝着陆用者旁边挂着 学舍牌子的地方走了过去 当即便是看到了 庚院乙屋 一把便是抓了过来 好了 爷我就住在这里 身边的一些陆用者 和围观的学子 都开始不满地嘀咕 寻查的夫子 也走了上来准备说什么 却见书院的人 从上面小跑了过来 接着在胡夫子的耳边 低语了几句 于是夫子上前说道 既然公子看上了 这件巫舍 那就这件吧 紧接着 陆入者和围观学子 又是梦了 说好的不畏强权呢 说好的以学子 成绩排位的呢 这说好的公平公正呢 当然了 这一众排队的学子 也只是心中嘀咕一下 有那几个愣头青 想要义正言辞的指正 也被同伴给捂住了嘴 白鹿书院 的确是不畏强权 因为啊 他们只畏黄权 眼前这个小公子 他可不是什么 士族子弟 他已经是 令他们仰望的 真正的皇家子孙了 但凡 有点眼力劲的都知道 这时候开口 那不是找死吗 你要一个人住一间学生 我这不是和你们统愿吗 萧世锐送来不喜欢陌生人近身 若不是正需要他避风头 又听闻温庭湛来到这里求学 他是不可能来这儿的 温公子 叶公子 与此同时 一道声音兴奋地插了进来 就将一坨移动的五花肉 朝着他们飞奔了过来 此人 也是故人 当初还记得吗 在林子中 被鬼抓住了 跑也跑不掉 后来 让叶瑶光算了一挂 小胖子 秦敦 秦敦 似乎一年不见 又变得圆润了 不过他也算是习武之人 跑过来也不喘气 看着温庭湛和叶瑶光 笑得非常地敦厚 没有想到 能够和温公子一起进去 我在太原的时候 就听到了温公子的名声 能够和温公子 还有叶 叶公子成为同窗 不胜如性 的确是有缘 叶瑶光想了想 点了点头来 当时他们去永安寺的路上 都能够遇到 这可不是一般的缘分 只是秦敦 没想到 叶瑶光会女扮男装 而且说出来的话 跟以前声音也不一样了 我不耽误你们去学证 我还要去排队分学证 晚些时候 再去寻二位寻救 叶瑶光望着后面长龙 看不到头的队伍 秦敦这一排队 怕是要排到天黑了 于是 叶瑶光的目光一转 落在了萧世锐的身上 萧公子 这是我们的朋友 后面的话不用说了 反正你学设 还空着个位置呢 萧世锐和叶瑶光 有个共同点 她喜欢美好的事物 比如说 像温庭站那样 风度翩翩的 可是秦敦就不一样了 这个敦位啊 实在是有些难以接受 她也不知道 一向大脾气的她 自从金矿队伍一别之后 时常和温庭站通信 然后就越来越欣赏 温庭站了 甚至如今 都有那么一点 不想拒绝她的要求 即便这个要求 是她的未婚妻 叶瑶光提出来的 哎 行了行了 也别说小爷 我七行八事 就让你和小爷 一道住着 萧普 萧普是萧世锐 带来的随从 萧世锐喊了一声 于是她就从 秦敦的手上 接过了户籍等东西 往着陆入者那里一摆 陆入者这会儿 已经知道 萧世锐的身份了 很快 麻溜的就把印章披了 接着就送到了 萧普的手中 四个人 带着各自的书童 一共八个去了耕院 这种双人学舍 都是一个小四合院组成的 一共四面 四间屋子 两间是学子宿舍 一间是书童寝房 另一间一边是公用的杂物房 一小间是个小厨房 这小厨房嘛 随时都可以用 学子不强求在书院进餐 是可以自行开火的 一到了院子 他们的书童就去整理房间了 先是收拾东西 又打扫院子 几个小书童 蒙得像是陀螺一样 叶瑶光从温婷站的口中 得知有小厨房 所以准备得非常地充分 现在学院 还没有正式授课呢 大厨房的东西 都非常地减少 这是叶瑶光 特意去问了 曾经在白鹿书院 就读的孟博 所知道的信息 故而他没有打算 去大厨房 而是决定自己动手 秦敦 快去把柴火劈了 一会儿我来做饭 好的 叶公子 秦敦也不矫情 虽然他家家境很富裕 可他呢 也不是那种二世祖 还有你 过来 刷锅 站在小厨房门口 叶瑶光的鲜鲜玉纸 又是一纸 坐在院子里的萧世锐 左右 看了好几遍 还是不可置信 然后伸出手来 指了指自己 你让我刷锅 当然是你啊 晚上给你们做 香肠腊肉饭 那事情多着呢 你看 现在就你一个贤人 这 怎么就我一个贤人啊 萧世锐正想说 这不是还有温婷站吗 转眼之间就看到温婷站 非常自觉地 已经是走到了厨房 坐在灶头后面 开始烧起了热水 他此时有些懵了 他很想去屋子里 把那个正在收拾的 萧蒲给喊出来 但是又觉得自己这样做 似乎显得太矫情了 不就是刷锅吗 他在军营的时候 也没少看啊 当下 萧世锐也不推辞了 脱下了外袍 撸起了袖子 就进入了厨房中 记得一会儿用热水 再过一遍啊 这也不知道多久没用了 还有 厨房里面的碗筷 也要用废水烫一遍 说完之后 也不给萧世锐 任何反应的时间 叶瑶光 转头就走了 他还带了一些小青菜 用了五行支器 封了一层 取出来 还是跟 现摘下来的 没有什么两样 然后 又拎了一条 像是刚刚才杀了的鱼 和两节香肠 糯米 大你 见到叶瑶光走远了 萧世锐 才凑进了温婷站 隔着灶子 对着温婷站 说道 云和 你的腹缸呢 瞧着你熟练的药 只怕是在家里 没少干吧 温婷站 却把目光 落在了他刷锅的手上 啊 你动作也不声音啊 萧世锐身子一僵 恶狠狠地凳向了他 我可绝对是第一次 就你家才敢指使我刷锅 这要是传出去 你家都足以杀头了 他可是皇长孙 他祖父可是当今的万岁爷 他还不是输出的 别提他皇祖父 有多宠他了 要星星 不给月亮 结果这会儿呢 他跑过来 被人以止气使地支配着刷锅 他的皇祖父要是知道了 还不得把这位 给大谢八块了呀 温婷站 这一双漆黑内敛的眼眸 淡淡地看向了萧世锐 说道 你试试 突然间 萧世锐就想到了 这家伙 怎么把柳居民 弄得是半死不活 不由得脖子一寒 他虽然深得皇祖父的宠爱 可这份宠爱 是双面刀 眼前这个家伙 可以利用一切 能够利用的东西 来将他想要对付的人 弄得死去活来 他可是来学他这个本事的 而不是来体验 他这个本事的 于是乎 他放弃了抵抗 我还是刷锅吧 叶瑶光把食材和配料 带下来之后 就见到了这样满意的画面 弄了一点蜜汁的鹿肉 很快的 就是做好了一个香肠焖饭 一锅鲜美的鱼汤 还炒了一碟子的青菜 一碟子的冷盘鹿肉 紧接着就开饭了 再来一碗 这味道真好 堂堂皇长孙啊 竟是像没有吃过东西似的 竟是吃了三大碗的焖饭 然后还伸出了手来 叶瑶光唇叫一抽 没了 大晚上吃这么多糯米 是不消化的 难道你想变成 他这个样子 最后 叶瑶光的手指指向了秦敦 叶瑶光的手指向了秦敦 肖施瑞顿时投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正是要伸手 夹走最后一片陆肉的秦敦 却是默默地挪开了筷子 然后转向了一根青菜 8月25才正式授课 还有七天的时间 叶瑶光和温婷站这么早来 只是为了提前来熟悉一下环境 当然 普遍学子也都是如此 尤其是新学子 入学的琐事特别的多 首先得去书院的秀房 领取自己的学子符 学子符 基本是在报名的时候 就在书院录入时 将身段和尺码给报上去的 现在只需要凭着学生的名牌 去领取就可以了 这个名牌则是竹子做的 小小的一块 上面有着白鹿书院的名称 以及学子的名字 每日上课 大家都是要挂在腰间 丢失了 还得上报补办 而且啊 若是早上忘记挂着了 那去了课堂 就只能站在外面听了 反正呢 总而言之 这个小竹牌 是相当重要的 叶瑶光拿到手后 就快速地在竹牌之上 奉了一层五行之气 就连温亭站也是不例外 以防有人做手脚 肖施瑞见到 也嚷嚷着要 于是 叶瑶光也给他弄了 包括 秦敦 学子符 有四套 两套是秋山 两套是棉符 分为了秋冬两季传 另外两套 是为了唤醒 所有的学子符 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斜金 白底蓝边 外面照着一件 浅蓝色的外袍 现在还算热呢 可以不着外袍去课堂 衣衫的腰带内 也绣着自己的名字 这也是为了区分 以免错乱 领完了衣服 去看了看 分配的班级 叶瑶光一直以为 古代是没有分班制的 也不知道 是不是元太祖的蝴蝶翅膀 反正现在呢 是有分班分级 班都是由甲等到丁等 一共四个班 等级呢 则是由初到高分 别叫做外舍 内舍 上舍 这就是宋朝 非常流行的三舍法 所学的科目 也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由减到难 越高年级 自然也有增加科目 只要通过了学院的考试 随时都可以跳级的 确定了班级 就得去自己的各门学科的先生那里报到了 自然得准备一些见面礼 这不是贿赂 而是礼貌 接着就是确定 除了必修的科目以外 打算辅修的科目 主修科目已经不是六亿了 而是四书五经 诸子有家 史学 数数 玉 月 书 每日毛时钟 也就是早上的六点钟开始上课 午时钟 也就是十二点下课 三节主修课 一节七课钟 休息一课钟 中午午修身时 也就是三点再上课 有时 也就是六点放学 下午是两节俯修课 没有晚课 月中休息 月末呢 可以连续放三天 叶瑶光拿着古代课程表 真是哀声连天啊 啊 我下午就不选修了吧 选修是不强制的 是可以不选的 但一旦选 就得考试 叶瑶光看了一眼选修课 除了易学是他所喜欢的 其他的 他都不想学 他觉得 没有选修课的日子 才是最为美好的 相当于 悠哉的大学生活了 温婷战 当然也不勉强他 提笔在纸上 圈出了自己的选修课 竟然是香学 和医学 你要学医 不求精但求明啊 相比起来 这两样我更喜欢 我喜爱炙香 然许多香料都是药菜 可相辅相成 我可不想去学这两样 肖诗瑞的眉头都打结了 原本是来商议 选修的科目 他们要学什么 可不可以凑到一块 但是 这医学和香学 简直是要了他的命了 我还是选择 择艺学和武学吧 最后就只剩下秦敦了 叶姑娘不选一门 日后下午 岂不是一人度过 若暑无聊了 我就去坐旁听生 不行吗 走旁听生多好 还不用考试 温婷战也想到了这一点 一系列的繁琐事情 定下了之后 竟然就开始放心地 去游览书院了 白鹿书院的藏书 是很惊人的 藏书楼大 比永安寺大了不止一倍 进去呢 要将小竹牌压着 走的时候再取 只限于第一栋 第二栋和第三栋的藏书 还有先生的手书和硬件 第三栋则是需要山掌的腰牌 温婷战先是去了第一栋 然后就被易遥光 给拉出去玩了 秦敦和肖世瑞 没有少吩咐自己的人 分批往这书院来送粮食 送肉 送菜 喂的就是能吃上 叶瑶光做的饭菜 但是温婷战始终记得 叶瑶光曾经说过的 这女孩若是饭菜做多了 手会变粗 所以她也阻挠了好多次 后来还是肖世瑞和秦敦 带着各自的书筒 包揽了洗菜 切菜 劈柴烧火刷锅洗碗之后 这温婷战才勉勉强强地 答应了下来 几十万亩的面积 叶瑶光和温婷战 直至用了三天的时间 也没有全部的走完 后山还有个猎场 每年书院都会组织 合格的学生们去狩猎 学院还有一个促居场地 这两样是秋天学子们的活动 到了冬季 还有冰场可以冰锡 这可真是绝对的劳逸结合 白鹿书院在圣祖时期建立了女学 就在南学的另外一边 有一条河流 恰好是把男学和女学给连了起来 不过为了男女大房 河流的中间筑起了很高的围墙 两边都有 中间隔着约有一米宽 围墙上方是荆棘缠绕 是为了防止男子潜入女学 这一百多年来 倒还真是没有发生过 任何不好的事情 不过呢 也有那么几个男男女女 通过河流划个纸船什么的 或者点个天灯 再或者就是站在围墙之下 弹琴 作诗 虽然对方见不到面 更不知道与之相约的 到底是何人 可这也让不少的男男女女 屈之若鹜 他们觉得 这将会成为一种精神交流 学校中对这些事情 不是很苛刻 只要不越界 夫子们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倒是有好几对的家话 传了出来 后来那里就被称之为 相思河了 我要去看相思河 那里可是大名鼎鼎 你当初要是执意将我送到女学去 我们俩可就只能隔阂相思了呢 听到这话 温婷战真是哭笑不得 然而刚是走近 就听到一阵尖锐的叫声 那种恐惧绝望的叫声 一叠接着一叠 让人心惊不已 不仅是叶瑶光和温婷战 就连父子的学子 都是被吸引过去了 叶瑶光赶到的时候 人不多 那尖锐的叫声 已经是消失了 相思河的围墙下 站着几个学子 大家都在讨论着什么 相思河的对面 平常人听不到 可是叶瑶光却能够听到 有丫鬟的呼救声 再看到围墙荆棘刺上 有一只断线的纸鸳 叶瑶光大概知道 定然是对面女学生 有人放纸鸳 纸鸳却是断线 飞到了围墙的荆棘上 而那位姑娘 心许是个胆大的 她可能就爬了上来 准备将纸鸳给取下去 结果不慎失足 掉落在了两方围墙的 中间道里了 叶瑶 这河水不浅 河水不浅 那这姑娘掉下去 很可能已经淹没了身体 但是方才的尖锐叫声 很明显是没有枪水的杂音 也就是说 那个姑娘是没有淹没在水中的 可是叶瑶光却理解为 温婷战说水不浅 而且周围的男子 也都是无动于衷 隔着两道墙 叶瑶光倒是听到了 对面嘈杂的声响 但是估摸着 等他们到来 人都已经是没命了 于是 她一个纵身而起 在所有围观学死 木灯口袋之下 翻越上了围墙 足间踩在了荆棘之上 如履平地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call 每集点赞 多多 第二百三十九集 叶瑶瑶光 眉头紧皱 看着两道围墙中间的过道 一个已经晕了过去 一身粉色青纱的女子 躺在一具 女尸的身上 那具女尸 蹊跷流血 脸已经是腐烂 肿胀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 而且 她的眼睛瞪得很大 大得让人心惊了 小叔 怎么了 叶瑶光 什么也没有说 她一个纵身向下 伸手将躺在了尸体上 吓晕过去的女子 给一把抓了上来 然后 一跃到了另外一边的女学 这时候那边 已经是围上来很多女子了 还有两个女先生 也已经带着粗食的婆子 抬着扶梯过来了 见到叶瑶光 将少女给放下 其中一位女先生 便是问道 你是何人 书院新商 叶天书 叶瑶光 并没有忘记 自己现在的身份 所以 她并没有搂抱那个少女 而只是 单单抓住了她的肩膀 很多人都看到了 包括这位女先生 你建议之举 我定然会上报学堂 举以嘉奖 叶瑶光 只是淡然一笑 随后她一跃而起 足间在荆棘上一点 人就像是仙鹤一般 落回了南穴这边 这时南穴这边的山长 已经是赶了过了 山长五十几岁 一席灰蓝色的布衣 他姓和 大家都叫她何山长 发生了什么事 山长见到叶瑶光 这种伸手 不由皱了皱眉来 这样的伸手 怕是围墙都防不住啊 不过好在年纪尚幼 因为是处地时推荐 所以何山长 格外地关注 回禀山长 夹道之中 是有女师的 叶瑶光 简单地说了出来 吓得除了温婷战以外 所有的人都是脸色一白 何山长更是不可思议 你确定夹道内有女师 是才对面的女学员掉落 已经是被吓晕了 何山长 即使并没有怀疑 叶瑶光的话 但是白鹿书院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出现过 枉死之人 一时间 他也很难接受呢 转身 在他的随从耳边 吩咐了一句 等到随从离开之后 这才面色肃然 此事 老夫已经上报官府 今日起 不准任何人靠近 否则定为凶徒 扭送衙门 山长 我是木鸡之人 我想参与 若是衙门需要你路口供 老夫自然希望你多协助 不等叶瑶光说完 山长已经打发了他 那徐生就告辞了 见此 叶瑶光跟着温婷战一起走了 走到无人偏僻的地方 叶瑶光才冷哼荡 现在不让我帮忙 说不定 以后还要求我帮忙呢 好了 瑶瑶 我们初来学院 此事本就对书院的名誉 有所影响 山长不论是为了书院 还是因为我们年幼 而不信任我们的能力 不让你参与也是无可厚非 你如此迫切地要参与进去 是因为 那女子会化作厉鬼 那女子乃是凶死 而且身着红裙 我估摸着 已经是死了四五天了 身子已经发胀 若不是她膨胀的身体 紧紧地嵌在了墙盗中间 那掉下去的女子 就会跟她一起沉下去 过了头期 这女子 必然会化成厉鬼 什么厉鬼啊 全来两人说话之间 已经是走回了自己的院子 恰好 从院子中走出来的秦敦 对鬼这种东西啊 真的是阴影太重了 所以 她瞬间就缩了缩脖子 有鬼 和秦敦完全不同的是 肖世锐 她已经是满是兴奋和激动了 啊 哪里有鬼 肖世锐没有见过鬼 她原本是不信的 不过她和秦敦同社的时候 聊到了各自 是怎么和温婷战 还有叶瑶光相识 她听到过秦敦的故事 于是 她便是信了 你就放心吧 你这辈子都见不到鬼 为什么 因为你是龙子奉孙啊 古代的皇家子弟身上 自有龙器相护 这一点 叶瑶光也不明白 到底是为何 这股龙器 虽然没有九五之尊那么霸道 可也足以百邪不清 那我和小杨见鬼怎么办 肖世锐竟是一脸的期待 叶瑶光简直是懵了 这些天家子弟的脑构造 是不是有问题啊 竟然想要见鬼 长孙殿下 那鬼可是不好看的 瑶瑶 便不能化解吗 此时温婷战更关心的 是那只厉鬼 叶瑶光断然摇头 若是其他还好 这红衣凶死之人 只能坐等他出了头期之后 化成了女鬼 不要问他为何 他们也解释不清楚 就算是邻族的人 都未必知道 如今之际想要阻止 得先知道 他到底死了多久 这样吧 肖世锐 我若是圆了你的梦 让你见一见女鬼 你可是能帮我一个忙 肖世锐的身份 可是很好用的 他虽然年幼 也没有风绝 但是说愿乃至府衙 都是不敢丝毫地怠慢 摆出架势 要知道一些外人 不能探听的消息 那也就容易多了 比如说 五座检验那个女子 到底是死了多少天 我已经让肖普去查过了 那女子死于毒杀 身上无伤 但是此前遭受了凌辱 已非完毕之身 死了四日 肖世锐只用了半日的功夫 就将衙门 所有调查出来的结果 弄到了手上 五座的暗路 衙门的调查结果 一一地递向了温婷站 和夜遥光来 她不是女学的学员 你确定 她不是女学的人 在这样的地点 发现的尸体 竟然不是女学的人 她几乎都要怀疑 是不是书院为了名声 而暗中做了什么手脚 我已经派销部去核实 晚些时候 应该会有答复 不用查了 这个女子定然不是学院女学生 她之所以诧异 是没有想到 这个死者不是女学员 而并非是怀疑书院 这样的事情发生 目击者无数 书院没有下令封口 便是坦然 正是需要澄清的时候 若是此刻用了不正当之法 掩盖事实 只会适得其反 书院山长一职 乃是朝廷任命 想挣私品待遇 眼红的人可不少 所以山长不能行将踏错一步啊 那么这份暗路 若不是衙门的人调查错了 那就是全部的真实 那 那这女鬼 还会在书院吗 不会啊 啊 衙门已经将尸体送到了驿庄 她七日之后 在驿庄行程 若此处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若是书院没有残害她的人 她是不会出现在书院的 解释着 又从怀中掏出了四张符纸 递给了肖世锐和秦敦 但是凶手究竟在不在书院 这就是一个位置了 按照当下情势分析 凶徒应该是不在的 你们从今日起 就将这个符纸随身携带 切记 不可丢失 另外两张 给你们的书筒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第二百四十集 秦敦赶紧收好 当初那还不是厉鬼 都吓得他现在还有心理阴影 若是再碰上鬼 他觉得 他定然是要噩梦连天的 可我想见鬼 我可告诉你 你不过是皇孙 还不是皇帝 是没有真龙之气的 最好不要大意 有些厉鬼 可是非比寻常 不要拿什么小命 图一时之兴起 我的姑奶奶 这话可不能乱说 萧氏睿 连忙看了看四周 心惊肉跳 这要是被有心人听到了 说不定 会说他想要当皇帝呢 叶瑶光的修为 百米之外的人 都能感觉得到 自然是无所顾忌 于是 故意地逗弄他 难道 你不想当皇帝 你 大逆不道 萧氏睿 吓得脸都白了 好了 瑶瑶 别逗他 温婷战 虽然知道 没有人能够听到 但是这个话题啊 过于敏感 于是转移话题道 也就是说 若是书院没有凶手 那么这个女鬼 就会去寻找凶手 若是如此 得赶紧查出 凶手是何人 我倒是可以沾一挂 看看凶徒 到底是何人 不必 还有三日足够了 为什么不用沾博 多快呀 萧氏睿一脸疑惑 她也选择了易血 虽然侧重 于奇门不振 但她对易血 是很感兴趣的 瑶瑶每算一挂 就是泄露一份天机 会有因果报应 温亭站的目光 凉凉地扫过了萧氏睿 不到万不得已 她都希望能减少 夜摇光溃探天机的次数 好吧 那我们是要查案 相思河已经被封了 尸体也运到了一桩 我们怎么查 秦敦是毫无头绪的 虽然他也很想加入 日后他们都要围观 若是父母观 这些东西少不得会遇到 他可是听说了 这温亭站 是查案的一把好手 现在跟着学习经验 也是好的 先把死者身份查出来 这个女人已经面目全非 衙门已经去附近查询 有没有人家中失踪了女子 告示也张贴了出去 到了晚间 应该会有结果 夜摇光痴笑了一声 温亭站不可置讽 秦敦则是一脸茫然 萧氏锐则是恼怒了 你们两夫妻什么意思 长孙殿下 你还记不记得 他死了几天了 四日啊 怎么了 是啊 你家如果丢了人 会四日都不去衙门报案吗 若是这四天 衙门有失踪人口报案 那么知府大人 只需要核对一下即可 为何还要调查 这个女子的身份呢 萧氏锐和秦敦 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既然家中丢了一个人 这四天时间都没有人报案 那就说明 这个告示是无用的 就算看到了 也不会上报 就算是衙门问上了门 也会说谎 所以就算官府派出 再多的人手 今天晚上 肯定是没有结果的 为什么呢 萧氏锐更是反应不过来了 这家中丢了一个人 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倒是年长一些的秦敦 若有所思 嗯 得看这姑娘的身份 若是她的死 对于她的家里而言 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 为了省去麻烦 自然有人可以隐瞒 这姑娘身无配事 看似遭到了喜结 未必不是有人 顾步一阵 瑶瑶 你把你看到的尸身 跟我仔细说说 我将这画下来 那 这 萧氏锐和秦敦 都有些懵了 这画尸体 简直不要太重口味了 叶瑶光 瞅了两个人一眼 对着温婷战说道 把手伸出来 温婷战 乖乖地伸出手 叶瑶光 将她的手 覆盖其上 心无杂念 让我和你 神识交流 叶瑶光 还是决定 直接传送 神识画面 会比较好 虽然她画画也行 但她没有 温婷战 那么细心 指不定一个细节 就能改变很多的东西 温婷战的胆子 如今早就是被 叶瑶光 给磨砺的足够大了 饶氏接受了 叶瑶光这样的画面 依旧是面色如常 略思索 便是提笔作画了 秦敦选择了 齐画抚修 这几日 也已经把 画剧颜料 都准备得 非常的充足 也因此 让温婷战 近乎其神地还原了 齐敦看到了画质后 完全不顾 画上的内容 是多么的可怖 直接拜倒在了 温婷战的长袍之下 要求温婷战 传授画迹 温婷战的画迹 是结合了 他看到叶瑶光画画的手法 和现有的手法 将两者去乌存精 在勾勒线条方面 又是格外的独特 看起来更为立体 你们可有觉得违和 温婷战可是没有 理会秦敦的求学 而是看着画 促起了眉来 因为 在他画的过程当中 他就已经觉得 有些不对了 哪里违和 温婷战指向了画中 尸体的衣着 不由得连染红韵了 我刚刚不是说了 这女子死前被凌辱 她只是穿了外衫 有什么不对 这画中女子 只穿了一件 红色的外衫 除去外衫 是不着寸缕的 又因为在水中 太久的缘故 所以衣衫 都有些散开了 这发胀的身躯 也是若隐若现的 你们看 她的外衫是完好无缺 没有丝毫残破 温婷战又将细节 点了出来 还有这里 这个金带的结是死结 她的尸身肿胀 却和这衣衫恰好贴切 肖世锐立刻反应了过来 这不是她的衣衫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这衣裙这么的合身 却忽略了 她的身体 是在河中肿胀过的 可为何 她会穿着别人的衣衫 温婷战将 武座的尸检路 拿了过来 她背上有不均匀的刮伤 皮肉内有残留泥土 因为叶瑶光在场 所以温婷战 算是点到极止 肖世锐 也不过才十五六岁 可她活在军营里 什么婚话没有听说过了 倒是叶瑶光 这个小唇结 完全不懂 然后皱着眉头 看向三人 三人也都是很有默契的 将目光移开了 所以 这个姑娘按照 温婷战的说法 就是被人毒害的 然后抛尸 却害怕身上的东西 暴露她的身份 所以洗劫一空 抛的是个裸尸 也许 还想毁尸灭迹 可惜中途出现了变故 被侵犯这个姑娘的人 给打断了 而这个人 她很可能是看到了一个 身段窈窕 面容娇好的 美人赤身裸体 躺在面前 而没有按捺住 所以将其侵犯了 才会有了被捕 混着泥石的刮伤 但在侵犯的途中 或者在侵犯之后 这姑娘才毒发 导致蹊跷流血 她扯了一件衣衫 将其包裹 这衣裙的样式 还有质地的 像几了青楼女子 也符合了那人 为何会这般地 抵不住诱惑 但是 会宽衣解带 不代表会穿 而且还是在 极度的恐慌之下 衣裙还是光滑的青纱 所以她所幸的 便是打上了 一个死结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抠 每集点赞 多多 制作播出 第241集 萧氏睿和秦敦 也不是笨的人 已经是把温婷战 想要表达的意思 心领神会了 而易遥光 被他们一副 神秘兮兮的模样 弄得很是恼火 你们在打什么亚弥啊 给我解释清楚 哎呀 你忘了你赶这 长服的时候 田嫂子对你说过的话吗 这衣裙 一看就是花楼女子 才会穿着的样式 那些事不适合你听 萧氏睿和秦敦 立刻服饿 有这么老实的人吗 竟然 给自己的未婚妻 解释这种东西 他们俩都快晕倒了 其实也不能怪温婷战 人家也还是连 闭火图是什么玩意儿 都不知道的小纯洁呢 她会明白那点事儿 还是在书院有时候 不小心地 听到了一些婚话 偏偏她的记忆力 和理解力 都是超强的 所以才明白了 只是她觉得啊 这样的婉转 叶瑶光估计是不明白的 扯出青楼呢 也是因为 但凡女孩都会觉得污秽 不愿深谈 就是想让叶瑶光 不去深究的 也许换了个 土生土长的女子 听到青楼两个字 就不想再听了 可是叶瑶光是谁啊 她上辈子没有吃过猪肉 难道没见过猪跑 温婷战这么一说 她瞬间就懂了 那姑娘背后的擦伤 是怎么来的了 她的那双桃花般的眼眸 顿时变得危险 看得温婷战 毛骨悚然 心中也是无比的茫然 她说错什么了 秦敦和萧世锐 要收回对这次的崇敬之情 你们倒是经验丰富 叶瑶光说完 也不忘狠狠地 踩了温婷战一脚 然后转身就走了 你现在去追她 你怎么解释 我要解释什么 解释你怎么知道 那姑娘背后的伤 是怎么来的呀 哦 我是在私塾的时候 听到别人谈起 她冤枉啊 她可是从来 没有那样的心思啊 什么不该看都没有看 要怪只能怪太聪明了 和她一起的呢 还都是十五六岁的 家里有钱财的 已经开始被教导人世 出射到了新的领域 大家伙聚在一块 就会谈论嘛 虽然没有人找她谈 可架不住耳利好啊 哈哈哈哈 萧世锐和秦敦听后 真是笑趴在了暗脊上了 觉得这可真是冤 笑了好一会儿的 萧世锐才揉了揉肚子 你难道要去跟叶姑娘说 你是在私塾听了这些 当然不能啦 指不定会怀疑她在私塾的时候 都学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可能吧 既然不能 那我教你一招 你说 你看 你是从私塾里不小心听到了 才明白那事 可你家娘子呢 她又是怎么就听了你三言两语 就明白了 你不如先发制人 去兴师问罪 自以为是一条妙计的萧世锐 完全想不到 温婷战一听之后 脸色都阴沉了 此瑶瑶 非比瑶瑶 她一直都知道 可她从来都没有问过 她的来历 她的过去 这下子就被萧世锐 给提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是啊 她是从私塾里 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的 那么瑶瑶一个规格女子 是怎么知道的呢 唯一可能的就是 瑶瑶以前成过亲 一想到这一点 温婷战就有一种 挖心的疼 既然事情你们都清楚了 那就按照这个方向去查吧 两日之内 查清楚这个女子的身份 啊 既然那女子穿的是别人的衣服 那她就不是红衣兄死 我们干嘛那么着急啊 温婷战冷着脸 一把甩开了萧世锐 就走了 温婷战没有理会她 一路就去追上了叶瑶光 找了好久 才在后山上的一个 崖边亭子 找到了叶瑶光 此时的她 正面向悬崖 坐在栏杆上 双脚悬空 双手脱腮 脸色并不太好 温婷战知道 叶瑶光心里不高兴 并不是因为她所想的那件事 而是她发现 自己有些不对劲 她的反应太大了 温婷战的年纪摆在那 而且一直跟着她 她从来没有想过 温婷战有实战经验的 最多呢 只是想了想 温婷战看过了小黄图 可这有什么 她可是出生在 新时代的人 前世什么没有 再大的尺度 人家夫妻在家里 还一起钻研呢 她听了 也不应该这么不高兴才是啊 可是那一刻 她就是非常的不高兴 她觉得自己需要冷静了 所以才跑了出来 原来她有着原主的记忆 这个性子 也受到了原主的影响 正常女孩听到这些消息 估摸着都会不高兴 叶瑶光想明白了 也豁然开朗了 可这都明白了 又不能回去 该怎么解释 才能让温婷战懂呢 瑶瑶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只是在私塾 听了一些人的乌言慧语 叶瑶光顿时心中愧疚了 这小纯洁 连小黄叔都没有看过 就被他发痕踩了这么一脚 貌似自己已经成了 刁蛮女友了 我刚才 我 叶瑶光有些语无伦次了 哎呀 总之我没有怀疑你 嗯 我知道 虽然叶瑶光的话 明显是谎话 可只要他自在开心 他就乐意相信了 叶瑶光手撑着扶手 一跃翻过了身来 坐在温婷站的身边 一脸的迥样 嗯 我能明白是因为 我也曾经听人说过 他觉得他还是解释一下 比较好 他这两辈子呀 真的也只是听说而已 因为五行修炼法 稍微有些苛刻 金丹以前若非完毕 修炼会大打折扣 男人也是一样 他虽然曾经很爱过一个男人 但他还没有到金丹期 就和对方分道扬镳了 嗯 我知道了 其实来之前 他是很想问一问 他是不是成过亲的 但是他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他 心里开始着急了 才发现 对他而言 他能够在身边 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他问了 他会不会认为 他是在嫌弃他 而一走了之呢 他很相信 如果叶瑶光真的想要离开他 并且躲着他 他就算再聪明 也是找不到的 已经打算不去询问的温婷战 听到叶瑶光主动地解释 这心中一下子就明冷了 不计较是一回事 真的不在乎 是另外一回事 你对一个人 有多喜欢 就有多在乎啊 那照你这么说 那女子的身份 就要从青楼查起了 我们府城这儿 应该是青楼不少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朔 制作播出 第二百四十二集 那女子 也许并非是着红裙而死 府城青楼是不少 但是青楼的人 基本都会选择 差不多的绣房 坐衣裳买布皮 根据死者身上残留的痕迹 我大概知道 他被抛尸的地方 在哪些范围 顺着这个范围 查附近的青楼即可 两边分头行事 有长孙殿下 给衙门施压 想必很快就有结果 可惜死者 在河中浸泡了太久 很多的痕迹 已经是被河水冲走了 否则会更快 那就好 叶瑶光原本是要插手 是因为以为死者是女学员 杀人凶手可能是书院的人 而且对方身着红衣而死 不能让厉鬼 为非作歹 这会儿 很多事情都变了方向 他也就开始懒带了 温婷战他们参与 则和他的出发点不一样 他们是身为书院的学生 这件事情又是关乎到了书院的名声 在力所能及之内 帮忙一下 则是理所当然 事情按照温婷战的分析 很快 那件衣裙的来历 就被查了出来 果然是一个青楼女子所有 而玷污死者的人 令人意外 她并不是青楼的常客 反而是一家绣房 给那青楼送衣服的下人 这个下人 在六日前 去给那家青楼一个顾客 送定制好的衣衫 因为当天和几个狐朋狗友 喝了酒 本也打算要去青楼卸火的 谁料半路上 遇到了一个白痞无瑕 正在昏睡的女子 当时酒劲正高 她也就没有把持住 在树林子里 就把这女孩给绊了 等她身心舒畅 酒劲过后才发现 女子还是昏迷着 于是她又迷恋上了女子的滋味 于是打算把这个女子抱回家中 可是中途却发现 这个女子竟然开始蹊跷流血 吓得她赶紧丢下了女子想要逃跑 可是这女子死状太过吓人 她害怕被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缠身 于是想要把她给埋了 身边没有衬手的工具 又害怕抱着一个赤裸的少女打眼 所以才会把她要送去的衣衫给女子穿上了 走了一小段路 实在是克制不住心中的害怕 于是索性就把女子扔到了河里 却没成想到 她竟是顺着河流 飘到了白鹿书院的强盗之中 那个人不是凶手 这女子的身份 一下子就成了迷了 我要去驿庄做法 为她提前凝聚神魂 还她一个公道 她傻 并且死后被辱 还停尸在驿庄 若是不还她一个公道 就算不是身着红衣而网 也会成为一个祸患的 若是去驿庄 定然要夜间去 那就得留下施锐和秦敦守着 以防有意外之事 他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授课 可他们已经是入学了 夜间会有先生查房 确定每个学员都在自己的学舍 此刻又正是多事之秋 若是突然发生点什么事 查了学舍 他们又不在 那定然会受到来自书院的责罚 不 我要随你们一起去 萧世锐立刻跳了起来 不行 你们都不准去 我一个人去 她作为一个风水师 也是一个修炼者 这种事情没有遇到则已 遇到了不管 自然也没有什么损失 但是 良心就过不去了 瑶瑶 你们在书院掩护我 一个小鬼而已 由我而言 手到前来之事 我一个人去 也可以快去快回 晚间用了晚饭 书院的巡查护院 核对了人数之后 叶瑶光就趁着夜色 离开了书院 一桩距离这里 有几十里路 叶瑶光不敢耽误 她的速度非常的快 大概六刻钟的时间 便是到了 这夜间的书庄 格外的阴森 有昏黄的烛光 在纯白的灯笼内 折射出来 一阵冷风吹来 书庄两旁的树枝 微微地摇晃 书庄门口 有一个年约六旬的老者 在守着 她披着毯子 在书庄大门口的 导座房内 正在熟睡呢 门口摆了一盆 黑狗血 倒是有几个魂魄在飘动 却是不敢靠近 这些鬼魂 都是无害的鬼魂 叶瑶光 也就没有多做理会 而是植入义庄 五行之气 慢慢地散开 那死者 在河水中泡了太久 身体里的水元素 要比一般因为死亡 而导致体内水分 大量缺失的尸体要多 于是很快地 就找到了两处 这两处 都是一样的水气充裕 两副薄棺材 停在同一个地方 叶瑶光 站在了中间 随手 将右边的棺木 给推开 发现并不是 溺水而亡 或者在水中 浸泡很久的尸体 而是一个 被勒死了的孕妇 看她肚子那么大 应该是有了 八个月左右的身孕了 脸上 没有尸斑 也就意味着 她死亡的时间 没有太久 即便是没有死亡太久 她也不应该 存留这么多的水气啊 奇怪 除非 叶瑶光 掌心凝迹 她的手 悬浮在死者的腹部 果然 她感应到肚子里 竟然还有一个生命体 这下 叶瑶光 头疼了 会停尸一桩 证明 身份不明 是没有人 前来认领的尸体 她肚子中的孩子 坚持不了多久了 超过两日 不给予营养 就会闷死在 母亲的肚子里 这 可是活生生的 一条人命啊 叶瑶光 想了想 又是掀开了 另外的一幅棺材 这次 对了 里面正是当日 在学院强盗内 看到的女尸 指尖凝气 四道五行之气 萦绕而起 无数的水珠 开始凝聚了起来 最后 变成了一颗 大水珠 掌心一转 出现了空 和上次和客栈不同 这一次 完全没有任何的魂魄 叶瑶光 不由地散开了气来 五行之气 从女尸的眉心注入 最后探查出来的结果 仍旧是空空如也 这具尸身的魂魄 竟然没有 人死之后 大多数的魂魄 会进入轮回 如果没有愿力 基本不会凝聚 有些凝聚 却是因为各种原因 而成为了孤魂野鬼 一般凶死的 除非是有人做了法 或者是 特殊的情况 才会消散 否则 绝大多数 是可以凝聚的 但 能不能够称到为恶 就未必了 叶瑶光 想不明白 为何这个身体中 竟然没有鬼魂 但终究是一件好事 总比他为恶好 盖好了棺材 叶瑶光 又转身 看向了另外一个 这个孕妇的 就难办了 估摸着 他现在去寻人 也未必有人相信 就算是相信了 他们也觉得 在棺材里 死人肚子里的孩子 是不吉利的 最好的办法 是无声无息地救他 可如今仅凭一个人 他完全没有 这方面的经验 也不知道 这个时代 有没有铲婆 会抛腹皆生 咬了咬牙 叶瑶光 决定试试 转过身 出到了门口 冲着看守 一装的老头 指尖凝聚成一股气 飞弹而出 直直地 射入了老头的大脑 只见 这老头睁开了 茫然的眼睛 有些呆滞 这附近可有 接生婆 老头子呆呆地 点了点头来 在何处 他有些迟缓地伸出手 指向了左前方 三里落 叶瑶光一收手 老头子眼睛一闭 就晕了过去 叶瑶光 用五行之气 扶住了他 又将他送回了 原来的地方 年纪大了 经不起折腾 叶瑶光 又输入了一些 五行之气 到他的体内 可以让他的身子骨 更为贱了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call 每集点赞 多多 第二百四十三集 走了三里路 果然有个小村子 这时家家户户 都已经歇下了 不过 稳婆这个职业 很特殊 很多人生孩子 是在晚上 所以叶瑶光 就先挑着 还有烛光的 两三户人家找 第二家 便是稳婆 而且这个稳婆 竟然是独居 真是省了 不少的麻烦 控制了稳婆的神识 才问出 他果然是会抛妇的 小户人家 讲究不多 有些人一辈子 就只能娶一个老婆 若是遇上了男产 很多家里 会选择牺牲女人 抛妇娶子 所以也就养旧了 乡下稳婆的胆大 只不过 他们能够抛妇娶子 却无法救下 产妇的性命 这个是来自于 技术的局限 叶瑶光 还从稳婆家 弄了一个墙宝 有些稳婆 是会准备 这些东西的 所谓 一条龙服务嘛 有些还规定 得用他们的 也就是为了 多赚一点银钱 带足了东西 将稳婆带回了 义庄 然后让稳婆 亲自操到 叶瑶光 并不能控制 她的神识 于是 就让她 清醒了过来 稳婆刚一清醒 就忍不住要尖叫 却是被 叶瑶光先一步 定住了身体 别叫 你若答应我 就点头 过了好一会儿 稳婆才 平复了恐惧 点了点头 叶瑶光 松开了 对稳婆的束缚 然后将工具 递给了她 把她肚子里的孩子 给我取出来 不许拒绝我 一定要好好地 给我取出来 否则 我能够把你 悄无声息地 从家里弄到这儿 我也能够悄无声息地 要了你的命 稳婆一个哆嗦 手里的刀具 都有些拿不稳了 见此叶瑶光的目光一眯 好好出刀 不许等 稳婆的身体 立刻就僵硬了 叶瑶光 只能从怀中 掏出了一定 十两的银子 别怕 干得好 这就是你的 这可是十两银子啊 她皆生二十个孩子 才有可能赚到 财博 真是动人心 马上这心中的恐惧 瞬间也就降低了 她不断地碎碎念着 我也是拿人钱财 为人办事 您在九泉之下 可不能气恨我 我这也算是 救了你的孩子 叶瑶光 也不再吓唬她了 任由她念着 虽然很烦 但知道 这可以排除她的恐惧 大概过了一炷香 吻婆终于是肯下手了 叶瑶光眼睁睁地看着她 划开了孕妇的肚子 又做了几个 较为血腥的步骤 才将这个气息 已然是并不强盛的婴儿 给抱了出来 伸手拍了拍婴儿的屁股 等到婴儿叫了两声 才用叶瑶光 递过来的墙宝 将孩子给包裹好了 然后快速地 递给了叶瑶光来 叶瑶光一看 是个小男孩 而且还需要喂食 把她的肚子缝合起来 叶瑶光把孩子抱在了怀中 不着痕迹地 将五行之气 输入了孩子的体内 吻婆也是干过这事的 她很熟练 很快地做好了 而且还细心地 将能够清理的血污 都给清理了一遍 叶瑶光很满意 于是给了她二十两 这是二十两 今日之事 对谁都不能提及 记住了吗 姑娘放心 老婆子的嘴呀 不落风的 问婆接过了二十两银子 她笑得眼睛都看不清了 你放心 你做的是一件膳食 她绝不会来骚扰你 只会感谢你 去吧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 叶瑶光将她打发了 然后对着死者 念了一段 网生经 网生经刚刚念完 就将一颗星光 从死者的身体中 飞了出来 落入到了 叶瑶光妖剑的功德带中 多谢 你放心 若这孩子的亲人不来寻 我定然会替你好胜看顾 此时天色已经不早了 叶瑶光看着怀中的孩子 她想 总不能一直靠着五行之气吧 叶府又只有两个 看宅子的老夫妇 将孩子抱过去 还要解释 想了想 叶瑶光便是转步去了前府 叶姑娘 您这么大晚上的来了 被吵醒的前府管家 本来有些不高兴 但是一看到是叶瑶光 就连忙殷勤地迎了上来 很快 头发都来不及梳理的前夫人 就披着一件斗篷赶了过来 叶瑶光见此 十分的不好意思 前夫人 深夜打扰 真是不好意思 事情突然 唉 何姐姐需要说这些客套话 前夫人称了叶瑶光一句 然后看向了她怀中的孩子 这是才出生的孩子 叶瑶光没有隐瞒 也没有编造谎言 她是直接说出了 这个孩子的来历 但没有说 为什么自己要去义庄 我知府中有奶娘 而这孩子 现在需要清洗 也需要吃饭 如果可以 想先留在前府中 还要劳烦府中 派人去义庄守着 若是那夫人家眷来认领 就把这孩子给他们 若是不来认领 半个月之后 我定来接她 这是什么难事 你放心吧 就把她放在我这里 我现在可喜欢孩子了 说着 前夫人就伸手 从叶瑶光的怀中 抱过了孩子 还笑着哄着 多谢前夫人 那我就先回去了 走吧走吧 回到了书院时 天已经要亮了 翻身进入了小院 请房的灯 还是亮着 她轻手轻脚 推开了房门 就看 坐在了书桌前 穿戴整齐的温婷站 握着一本书 雪氏听到了动静 抬起头看向她 你竟是一夜没睡 看书入了迷 竟忘了时间了 我信你才有鬼 叶瑶光上前 将她手中的书 给收走了 然后一把 扔在了书桌上 快去歇着 好在明日还没有授课 可以睡个懒觉 叶瑶光说着 伸了伸懒腰 打了个哈欠 就去了小厨房 原本没有打算 烧什么热水 只是想用冷水 洗漱一下就罢了 却发现 灶头上的锅中 竟然是有温热的水 看了看柴火 估摸着温婷站 应该是前后 烧了两次了 这心微微一暖 打了水洗漱之后 就回到了屋子 温婷站 已经是乖乖地 躺在了床上了 他们学社 都是两间屋 其中一间是书房 另外一间 是公共卧房 两张床 紧紧地相靠 而且是正对的 叶瑶光脱下了外袍 换上了请衣 就躺在了被窝里 原以为温婷站 已经睡了 起料他刚是躺下 温婷站的声音 便是传了过来 是不是遇上什么变故 何以这般晚才回来 是因为遇上了一些变故 叶瑶光完全没有隐瞒 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 最后这才笑道 你说这世上 是不是好心有好棒 你瞧 我去了一趟 竟是得了一个功德 嗯 力所能及 不妨害他人 能为则为 对于叶瑶光的行为 很多人或许觉得 他太喜欢操心了 可是温婷站 却可以理解 如果所有人 所有事 都因为和自己无关 就可以冷漠地置之不理 那么这个世间 将会变得多么地悲凉 参与 并非是觉得世间 就自己一个能人 想要显摆 想要证明 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 只不过是希望这人世间 能够多一些温暖罢了 不要等到有一天 轮到了自己 抓住悬崖的绳索时 看到的 也皆都是 无动于衷的路人 再之后 温婷站就没有再说话了 但是叶瑶光的唇角 却是扬了起来 这世间 能够真正地理解他 懂得他的人 还真的 就只有温婷站了 换了一个人 只怕觉得他过于逞能 过于清闲 什么事 都要横插一脚 诚然 这世间比他有能力的 不胜枚举 可若是他抱着这样的心理 对很多 明明可以轻易解决的灾祸 置之不理 然后 一心地等待 所谓的高人来出现 没有殃及无辜 则已 若有无辜丧生 也会成为他心中的一道坎 这道坎 将会影响他的心境 也从而会影响 他的正道修炼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第二百四十四集 叶瑶光 进入了梦乡 温婷站 轻轻地掀开了被子 走到叶瑶光的面前 低头望向他 叶瑶光 或许不知 他在他的心中 到底有多美 不是容颜上的美 他这样的人 再是阴暗的内心 也许都会被照亮的 轻轻地 在他额头上 落下了一吻 温婷站 将已经准备好的香 取出来 点燃 第二天 叶瑶光 睡得格外的香甜 快是到了正午时间 才醒了过来 温婷站的床榻上 被子已经是叠好了 光亮的房间 极为的整洁 叶瑶光也穿戴好 收拾好了床榻 然后便是出了门 一打开房门 一股诱人的香味 便是飘了进来 看到温婷站和萧世锐 还有秦敦坐在院子的桌子上 而魏卓和四个小厮 正在从食盒中 端出了饭菜来 叶姑娘 快去洗漱 我们等着你呢 叶瑶光朝着厨房走去 很快便是洗漱完毕了 以后你不许喊我叶姑娘 这么大个嗓门 每天你要是因为习惯 喊漏了嘴 可如何是好 那我喊你小叔 小叔 我们俩指不定谁比谁大呢 我生于刚营年 刚晨月 丁九日 叶瑶光突然一愣 随即没话说了 怎么了 我们不会是 同年同月同日生吧 那是我娘捡到瑶瑶的日子 叶瑶光不过生辰 是园主在得知 自己是被柳氏捡来的时候 就说过了 绝不过生辰 此后谁跟他提起了生辰 或是送生辰礼 反而会让他想起悲伤的往事 渐渐的 到如今也没有人敢提起 园主 就是这么的敏感 然而现在的叶瑶光 却觉得没什么 既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便让你占个便宜 当哥哥好了 呃 碧安 我叫您姐姐吧 既然是那一日被捡到的 肯定是在此之前 就已经出生了 若是当天出生 很容易就被看出来 就不会存在 不知道生辰一说了 提到叶瑶光的伤心时 萧世瑞有些愧疚 那你要是叫姐姐也行啊 韩姐行 我以后啊 会罩着你的 萧世瑞对于罩着是什么意思 似动非动 温婷战呢 则是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快吃饭吧 这可是长孙殿下花了十两银子 特意让府城最好的酒楼送来的 可不要等凉了 辜负殿下一番心意 对对对 快吃饭 叶瑶光他可不是什么玻璃仙朗 根本不需要这么避讳 吃过了饭后 温婷战趁着萧世瑞和秦敦有事去忙 便拉着叶瑶光轻声地问道 瑶瑶 你的生辰是何时啊 起初叶瑶光还是愣了愣 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原来这是在问他 而非原主的生辰 我啊 我还真的是 更银年 更晨月 丁有日出生的呢 竟然如此巧合 那么就说明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注定了 这样的想法让温婷战心中可是美极了 你问我生辰做什么 明年你就急急了呀 女儿家急急怎能不大肆操办 以往温婷战没有问 是害怕叶瑶光的心中有芥蒂 这两年也不敢送礼 就是害怕叶瑶光觉得他想着的是旧人 可是明年不一样了 明年是急急之年 对于任何一个姑娘都是人生除了大婚以外的头等的大日子 能省就省吧 我可不想被累死呢 虽说是入乡随俗 可是叶瑶光并不喜欢繁琐 以后不准说不吉利的话 是是是 温大少爷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说什么悄悄话呢 这时候萧世锐又跑了过来 不告诉你 萧世锐也懒得打听 于是转头问道 对了 你昨晚是不是见到女鬼了 没有啊 叶瑶光少不得要将昨晚的事情又说了一遍 不过给女师抛妇的事情 她就没有说了 竟然没有鬼 让我心心念念了许久 别急啊 姐姐总有一日让你看个够呢 叶瑶光有些不怀好意 萧世锐则是缩了缩脖子 她觉得叶瑶光对她充满了深深的恶意 很快的这一日便是过去了 第二日便是正式授课的日子 主授课的时候 他们四个人都是上的假号班 这是由各自考出来的成绩划分出来的 不过 那位学子 那位学子目穷穷 定人是有所心得 不如说来 我等探讨探讨 这个时候 胡夫子突然之间戒齿一指 偏偏恰好 就是指向了叶瑶光了 此时叶瑶光还在神游天外呢 他身后的萧世锐伸出脚 从后面踢了踢她 这时叶瑶光才眼神聚焦 看到前方的夫子 目光带着鼓励和慈爱的笑容 他一脸茫然 他刚刚在想其他事呢 谁能告诉一下他 发生了何事啊 温婷战侧手看向了叶瑶光 正是准备开口之计 叶瑶光却是先一步 满脸的歉意 禀夫子 学生适才走神 未能细心聆听夫子教诲 愿受责罚 胡夫子反而笑了 他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知错认错 善也 念你出饭便不过于客子 今日的课也上完了 所以时辰不多 想被大家也罚了 你便讲个笑话 让诸位学子 松法松法 此事便过了 大伙都是一副期待的 把目光投向了叶瑶光 叶瑶光想了想 便先对胡夫子 行了行礼 说道 学生便讲一则 巨内的笑话吧 话说有一国君 主要则人才 要求有才能 勇猛且不巨内 然而当君主说 巨内的站左边 不巨内的站右边 大部分的人都站到了左边 只有一位人高马大者 站到了右边 君主非常高兴 问他原有 他答 夫人吩咐 不准我往人多之处挤 叶瑶光说完之后 学堂敬了几命 随即爆发出了 一阵阵的轰笑声来 笑得最欢的 莫过于萧世锐了 他显一些 就笑差了气了 一个上午都没有笑够 中午吃饭的时候 还在乐个不停呢 殷河 你听懂姚姐姐的声音没有啊 温婷站冷冷地看了 萧世锐一眼 没有说话 叶姑娘还有声音啊 秦敦也是个好宝宝 萧世锐听后 一脸的嫌弃 你是怎么靠近书院的 我是并州太元秀才第二名 鸡同鸭讲 姚姐姐与君王为例 君王先言左右而战 可她却先记住的 乃是夫人之言 不与多人相挤 完全忘了君王之命 天地君亲师 君在亲之前 岂可知还命于不过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抠 我是制作播出 第二百四十五集 萧世锐 顿觉索然无味 这不过是娱乐而言 他也不过是借此 来调侃一下温婷站罢了 可这鱼目脑袋啊 竟然是这样的不解风情 还真是无趣至极 然而 很多年之后 萧世锐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当中真正俱内的 竟然是这丝 每每这丝 西奴模样 露于他的面前 他都会将今日之眼 尽数地还给他 上午上了三节课 对于叶尔光而言 简直是不能忍了 下午打死 也不想去上课了 于是一个人窝在了学舍内 温婷站和萧世锐午休之后 就各自又去上课了 叶尧光原本是呼呼大睡的 结果却是被轻微的脚步声 给吵醒了 他默然睁开了双眼 耳朵动了动 原来是高手 叶尧光取出了紫灵珠 双手运气 法似一般极细的五行之气流出 围绕着悬浮在半空之中的紫灵珠 随后 紫灵珠变成了一片透明 瞬间将宅子的一切倒影出来 叶尧光看着那一抹 穿着学院护院衣着的灰衣男子 快速地进入了萧世锐和秦敦的房间 直奔寝房 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一般 先是将萧世锐和秦敦的被褥 都是摸了一遍 而后又打开了二人的衣柜 最后终究是没有找到 转身出了院子 几个纵身离开 叶尧光也是无声地翻身 从窗子飞了出去 就这样远远地跟着 这护院竟然离开了书院 去了关云街的一座宅子 宅子距离叶尧光的夜府 只隔着三座宅子 宅子挂着周府二字 叶尧光才是刚刚翻身潜入宅子 就发现这宅子内竟然有几重大阵 若是他硬闯未必不能破 却是会打草惊蛇的 而且破了阵 也来不及去偷听什么了 于是只好退了回去 在外面等着 接着 约摸是过了半盏茶的功夫 那护院又出来了 然后回到了书院 和帮他轮值的书院护院 道了声谢 又开始恪守其职 叶尧光悄无声息地回到了院子 他并没有去 肖世锐和秦顿的房间 而是看着天色不早 就准备食材做起了晚膳 准备了一半 温婷站三人就带着四个小厮回来了 学子上课的时间 书童是可以站在外面旁听的 魏卓正是需要学习知识的时候 叶尧光自然是放任他一道去的 吃饭时三人有说有笑 叶尧光也参合着 脸色一点都没有变 等到吃完了饭 叶尧光将四个书筒打发了 才带着温婷站 去了肖世锐的房间 今日你们去上课 有人翻入了我们的院子 叶尧光进屋 就是直言 不过他只见了你们二人的秦房 我一直监视着 他似乎是在找什么东西 还翻了你们二人的床铺和衣柜 肖世锐的脸色一变 秦敦则是吓得站直了身子 他们连忙进入了寝房 却看着和他们离开时 没有什么两样 将被子抖开 也什么都没有 又是把衣柜打开 各自看了一遍 什么都没有 我盯着他呢 他什么都没有放 不过那人是书院的护卫 翻完你们屋子之后 他去到了关云街的周府 周府布下了几重大阵 我不好轻举妄动 他进入了府中之后 做了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半盏茶的时间 他又出来了 我觉得 应当是去汇报什么 我会派人相查周府 肖世锐平时一副 大大咧咧粗枝大叶的样子 其实心中 可是有城府的 这件事情 他已经很清楚 是冲着他来的了 秦敦 只不过是受害者 既然 这是虚惊一场 那就这样散了吧 我去温书 就在大家都准备散了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 温婷战 走上了前来 他伸手摸了摸 两人的被褥 床单 枕头 打开了二人衣柜 也是磨了磨 最后低头 纹了纹自己的手 又轻轻地 摩擦了几根手指 怎么了 有什么发现吗 温婷战这一番举动 让叶瑶光等人 都是心中打鼓 定然是温婷战 察觉到了什么 你们将被褥床套 枕头都换了 衣柜的衣服 也一并扔了 一会儿我再寻一块熏香 到屋子里点一点 你的意思是 叶瑶光等人 大概明白了 有人在肖世锐 和秦顿的被褥中 下了毒了 而且是一种 无色无味的毒药 嗯 我尚且不知道是什么 但有意义我可以肯定 此事不宜张扬 你们处理得小心一些 我留一套 世锐的衣服 我们知道了 肖世锐和秦敦 都是面色一紧 两人的床上用品 都放在衣柜里 只怕也是不能用了 叶瑶光因为是女儿家 亲戚也已经造访 就怕特殊时期 一个不慎弄脏了 所以他准备的比较多 有着好几套新的 都没有用呢 就给他们一人送了一套 至于衣服嘛 肖世锐自然有他的办法 可以悄无声息地 重新地做出来 回到了自己的寝房 温婷战将肖世锐的衣服 仔细地纹了纹 最终选择了一个地方 撕了下来 又将小乖乖叫出来 绑在了小乖乖的腿上 你是想让莫大哥帮忙 除了制毒者 恐怕唯有莫大哥可知 叶瑶光伸手 从温婷战的手中 夺了过来 也是闻了闻 作为一个五行修炼者 他愣是没有闻到 除了造脚以外的 其他味道 你确定 这是被下毒了 我天生嗅觉敏于常人 这衣服 有一股淡淡的 湿核桃之气 是在他二人抖被褥时 我便看到了 由于粉尘不一样的白粉末 叶瑶光想起来了 这丝是连那小册子 他都觉得 全部一样大小的小星星 都能够一眼分出来的人 跟他们的眼睛啊 是不一样的构造 放了一整天的被褥 怎么都会有那么一点灰 有时候肉眼看不到 有时候在光线下看得见 但是 他抖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从来没有去研究过 那些细小的粉尘 是有什么不同的 若是照你所言 那必然是冲着 萧世锐去的 叶瑶光觉得 和萧世锐一个院子 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麻烦 必然是要参合到 皇家的事了 可是萧世锐 确实为人不错 他们也相处得很愉快 想到这儿 叶瑶光又道 这样 你和我说说 皇家都有哪些人 叶瑶光躺在床上 睁着眼睛望着屋顶 他觉得 既然注定是要参合进来 那就早一些 让自己的心里有个谱吧 其实 这也是迟早的事情 以后温婷战 是要步入官场的 虽然作为一个风水师 他是绝对不喜欢 和皇家打什么交道的 因为不论是邦也好 害也罢 都是太过于束手束脚 一个不小心 就会改变国运 那绝对是祸福难料 经上西下 现如今还有六子 前不久刚刚册封为太子的 乃是嫡次子 另有三皇子永安王 四皇子广安王 七皇子平安王 八皇子宁安王 九皇子福安王 太子殿下 排行第五 当今登基才二十年 算得上是明君 除了隔了几个爵位 也没有大肆地 斩杀朝廷重臣 赏罚也是分明的 治下也算严谨 除了几次旱灾 也没有多少天灾人祸 边防之地 也没有几次大举侵扰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我是制作播出 第二百四十六集 可说到皇帝啊 每位皇帝的心中呢 总是有一颗朱砂质的 当今的朱砂质 就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妹 也就是他的皇后 这位皇后 可能是因为 得到的太多了 出身富贵 爹娘疼宠 兄弟谦让 自小身边 还有一个太子 亲心相守 所以啊 天度红颜 他在三十年前 嫁给了 还是太子的皇上 第二年 却是难产而亡 生下了前太子 因为生产不顺 前太子 在十二年前因为体弱 已经是病逝了 留下了唯一的孩子 就是肖世锐 肖世锐 乃是嫡出的皇长孙 但是皇帝都偏心 肖世锐可是他嫡妻的亲孙儿 这可是唯一流给他的血脉 自然是含在嘴里 怕化了 捧在手心 怕摔了 肖世锐从小就在 冥枪案件之中过火 是永福侯 仲瑶凡 出售将其救火 所以 仲瑶凡的蝗虫 也是由此而来 病好了之后 肖世锐自寝去了军营 皇帝如何阻止 都阻止不了 就在肖世锐 离京的那一日 见了一个由头 将几个儿子 全部跪法了金鸾殿 整整一日 险西要了当时身体 一样不好的五皇子的 也就是现在 太子殿下的命 中宫空缺 皇帝在既是皇后 现任太子殿下的 生母去世之后 便是直言不再礼后了 也让后宫的朱妃 写了不少的心思 但是 不能当皇后 可以谋得太后 所以有儿子的 几个皇妃家族 可以说 是没有少波绝云鬼 好在 无论是作为 太后父亲的 中书令大人 还是作为 皇帝之师的 储帝师 他们都没有 女儿入宫为妃 也没有 沾亲带故的 后宫女子生了儿子 所以朝廷上 皇帝 是喜欢重用 他们二人的 太子成婚已经七年 至今无子 也就是说 太子不可能 是幕后主使 太子过于人善 所以陛下 让他成了太子 应该是为了 萧世锐 皇帝已经 宠爱萧世锐 到了一种境界了 就拿萧世锐 离京去了 军营的事情来说吧 皇帝的心中不如意 认为是这些儿子 逼走了自己 心爱的孙子 又查不出来 到底是谁 对萧世锐下的毒手 所以一怒之下 就将所有儿子 都给发了 这样的谦怒 这样的任性 只怕他的儿子们 不知道多恨 萧世锐了 估计皇上自己 也是知道的 所以选择了 人善的太子上位 因为这个儿子 估摸着 不会让自己的宝贝 孙子吃什么苦的 果然人心都是偏的 叶瑶光叹了一声 谁的心都与生俱来 是偏的 温婷战凑过了身 他枕着一只手臂 面对着叶瑶光说道 岂止是偏 太子过于人善 根本不是储君之血 陛下英明 却执意立敌为由 立了太子 你可知太子的生母 是何时被立为皇后的 就是前太子 去世的第二年 太子的生母 无论是家世 还是模样 也或是当初的宠爱 都是最差的一个 你是说 陛下是因为太子 才立了先皇后 叶瑶光瞬间反应了过来 这一盘局 可下得震大啊 皇帝是有心栽培萧世锐了 先太子刚刚去了 皇帝就立了一个儿子 身体不好的女人为皇后 转移了对萧世锐的关注 如今萧世锐才刚刚有所成长 皇帝就立刻又册封了太子 让大家多把眼睛 放在太子身上 太子身体又不好 指不定还耗不过皇帝呢 再过过五六年 萧世锐彻底地成长起来 到时候如果太子离世了 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策立皇太孙了 当今圣上打的是好算盘 可他没有把所有儿子给养肺 总有那么几个 脑子是比较活络的 心思也比较枕命 所以他看明白了 想要早早地把萧世锐给除掉 你还没有当官呢 就已经掉入到这么大一个漩涡了 叶瑶光翻了个身 不由轻叹着 迟早要掉进去 早一点 还可以早些试探出他们的深浅 这么说来 你是看好萧世锐了 按照他的历史观来看 最早站队 最后都容易阴沟翻船的 你担心我站错位置 你放心 我不会站错 因为即便是错的 我也能把它变成对的 有人壮志豪情 你会觉得是大话 有些人平淡一言 你会觉得他真的能够手握乾坤 叶瑶光相信 温庭站绝对是后者 他没再说话 而是侧手浅笑地 看向了温庭站去 很快就闭上了双眼 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修炼 吃过了早饭 四人一到去了学堂 今日的第一节课是史学 古代上课习惯讨论制度 一般夫子讲到了什么地方 会突然即兴地 让大家展开讨论 并且鼓励所有的学子 发表属于自己的意见 对于史学嘛 叶瑶光觉得 比这个四书五经是好很多了 有了昨天的教训 他也是认真的听讲 就当是磨砺耐先了 上午的课上完之后 用完了午膳 萧氏瑞问道 姚姐姐 你打算跟我一道上课吗 他一脸的期待呢 他知道 叶瑶光乃是修炼者 他很想看一看 叶瑶光的身手 现在的他 连温庭站都不敌 孤儿想知道 比温庭站功夫还高的 叶瑶光 又是怎样的修为 他下午学的 可是易学和奇门哦 你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怎么觉得 你是在打我主意啊 萧氏瑞听到之后 立刻捂着小心杆 往后退了一大步 萧姐姐 你怎么能如此质疑我 得了 别耍饱了 我下午不去上课 我打算 在我们院子里布个阵法 以防再有人 趁着我们不在的时候 潜进来 布阵 那我下午也不去了 我留下来看你布阵 萧氏瑞和秦敦 都是两眼放光 啊 逃课 完喽完喽 跟着他叶瑶光 都是学坏了 萧氏瑞 他看过很多的兵书 那些古书上的阵法 早已经是烂极于心的 现在正是想要有一个 新鲜血液输入的时候 于是才选择了 易学 作为辅修 可是啊 刚刚开始授课 学的那都是一些 非常无聊的基础 若不是害怕 后面的听不明白 萧氏瑞都不想学了 每天耐着性子 听着先生侃侃而谈 好不容易碰上了 叶瑶光药布阵法 自然是要讨课的 自然是要围观的 对 我也让秦三去告假 你也跟着起什么哄啊 不行 都去上课 都去上课 我们的院子无须布阵 果然 小相公也附和道 无须布阵 为何 现如今 施瑞已经被人盯上 那人既然认为已经得手 便不会再轻易出手 昨日你说 你追到冠云街的宅子 对方的宅子里有几重大阵 那么说明 他们也有你的同道中人 现在并不是你暴露的时候 我们要把自己隐藏在暗处 既然要加害萧世锐 定然会把萧世锐同社的人调查一下 叶瑶光和温婷战的名声 在官府都不写 知道叶瑶光身份的 都是结下了交情的人 并不好去探查 温婷战做了万全的准备 给叶瑶光换身份的时候 他们来书院 一直对外声称 叶瑶光留在了祖宅 祖宅他们定然无法探查 那么就得去查叶天书了 可是温婷战很是自信的 就算是皇帝派人去调查 叶天书这个人 也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过往的一切 都有记录 温婷战要把叶瑶光留在暗处 作为最后的底牌 才能够以防对手下狠手的时候 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叶瑶光也觉得温婷战 说得很有道理 可若是不布阵 要是对方趁着早间 闯入我们的院子 做了手脚呢 虽然一个人 以为自己得手了 但是这家伙的敌人 可不止一个 未必没有第二个 第三个 你把金子带来看家不就成了 金子 因为学校严禁携带活物进来 所以叶瑶光也就没有带着了 为此啊 小金子可是闹了好大一通脾气呢 现在他们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学院 再把金子招回来 也是不错的 最好是让他悄无声息地 潜入书院 对对对 那你们去上课吧 我这就把金子给叫来 你让神侯来看宅子 作为皇室子弟的萧世锐 是认识神侯的 在军营的时候 萧世锐也见过 神侯可是可遇不可求 即便是放在了皇家 也是供起来的份 叶瑶光竟是要召唤过来 看什么宅子 错 我不是让他看宅子 而是让他正宅 萧世锐还想说些什么的 但温婷站直接拉着他 就往外走了 有了昨天的教训 叶瑶光可没有想过 下午出去闲逛 而且这日头也毒 叶瑶光就把他们的院子 打扫归整了一遍 顺便帮几个人收拾了一下房间 而萧世锐和秦敦的 他只是收拾了书房 寝房是人家的私人空间 他是一个女孩 不方便 整理完了房子之后 叶瑶光就去整理厨房了 对于厨房的东西规整 他早就是已经看不过去了 只不过一直没有来得及去改动 反正现在有时间 恰好这个时候又有了兴致 晚柜都是盯在墙上的 加上灶台已经固定了 能够改动的地方并不多 好在水缸因为不是引入活水 而是需要去挑水 所以并不是直接地搭建在屋子里 而是一个大水缸 叶瑶光看过这个宅寺的格局 水缸啊并不适合摆在这个角落 扫了一眼 也只有米缸的位置才能够放下 所以也就将两个 可以将它容纳下的大缸 给对调了一下 整理完了之后 也差不多到了做晚膳的时间了 刚刚是把食材都取出来 还没有来得及清洗 温亭站等人 已是缓步地走入了院子 大家伙齐心协力 用了半个时辰 就吃上了饭了 吃完饭 大家伙都在院子中聊着天 马上就是重阳节了 重阳节那日 学院休幕 也可以参加学院的活动 大家就着这件事 讨论得很是激烈 突然之间 萧世锐的脸色一变 发出了一阵短促的深意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就是心口突然疼了一下 萧世锐揉了揉心口 傅又笑道 叶瑶光看到他的眉心 仿佛是有一条小蝌蚪般的黑线 正在那里 似乎摇摆了两下 当机脸色一变 叶瑶光大步上前 一把就将情蹲给推开了 然后抓住了萧世锐的衣领 活像一个侵犯者一般 往两边一拉 这一幕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萧世锐更是死死地 捍卫着自己的清白 他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襟 不断地嚷嚷 你干嘛 男女受受不亲 你不要乱来啊 我可不会就范的 闭嘴 叶瑶光的面色冰冷 平日中 叶瑶光嬉笑怒骂 都是很鲜活的 也是很随性 潇洒的 他们相处了这么久 叶瑶光可是第一次露出 这样的面色冰冷 一时之间 萧世锐也给震住了 他不由地松了力道 叶瑶光一下子 就把他的衣服给拉开了 在军营中历练过 萧世锐的肌肤并不是很白 但也不算黑 叶瑶光的目光落在了他的心口上 看得很专注 萧世锐也低头看着胸口 可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顺着叶瑶光的目光 他则是看到了自己露出的一个小红点 顿时脸都红了 可是叶瑶光的力道呢 却是格外的大 他根本就挣脱不了 于是只好对着温婷战嚷嚷 允和啊 你快管管你媳妇 你居然看着你媳妇 非离我而无动于衷 温婷战的心里正是恼火着呢 虽然他知道 叶瑶光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对于叶瑶光 什么出格的行为 都是可以忍受的 却无法忍受 他这么认真的 去看别的男人的身体 或者是 把目光投在 别的男人的身上 所以当呼救的萧世锐看过来 对上的 就是温婷战 冷得像是兵渣的目光 顿时便是闭嘴了 你们过来看看 温婷战和秦敦都上去了 看向叶瑶光指着的 萧世锐的心口 看见没有 这里有两个点 有两个点 秦敦低下头 仔细地看着 温婷战 看到了两个 非常细小的黑点 小得很难看到 这是何过 什么 真的有 萧世锐低头认真地看着 也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却是依然没有看到 叶瑶光将萧世锐给松开了 看着连忙整理衣间的萧世锐 问道 这是你第二次这样疼痛 对不对 萧世锐愣了愣 最后想了想 恍然道 是 三个月前在宫里 我也这样疼了一下 上次还没有这次疼得厉害 但也很短暂 当时他正和黄爷爷 一道用膳呢 因为他醋了醋眉 黄爷爷还以为 他什么地方不舒服 所以立刻传召了御医 几个御医轮流诊脉 再三地担保 他是没有事的 黄爷爷 才安了心 正是因为如此兴师动众 所以他记忆犹新 你下一次疼痛 将会是一个半月之后了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萧世锐也紧张了起来 不是他怕死 他可是他母妃 他黄爷爷的希望啊 如果他有什么闪失 只怕对他们 都是沉痛的打击 就算不为了自己 他也要好生地活着 你不是得了病了 你 是为施了术 这是七星断魂针 是一种巫术 你好生想一下 三个月前 你是不是流过很多的血 是 我接到传信 黄爷爷生病 孤儿连忙赶回帝都 在路上遇到了截杀 后来侥幸逃脱 但也受了重伤 萧世锐的脸色变了 就连他的目光 也不再如平常一般 仿佛是充满阳光似的明朗 气息收敛 那属于皇孙的凌然之气 一下子就暴露了出来 在哪里聊的伤 当时 在一户农宅 你的意思是 有人故意追杀我 就是为了把我逼入那个地方 而那户人家 根本就是敌人 能够安排到这一步 你的小命 早就是已经呜呼了 你让你的人去查一查 若我没有猜错 那户人家受了连累 说不定 已经是被灭门了 日后 你若是再受伤 处理完的血迹的东西 让心腹之人去烧掉 若不取了你大量的血液 他们如何对你施展这种邪术 到底是什么邪术 秦敦也有些紧张 这可是皇长孙啊 若是在他们身边有个闪失 就算他们是无辜的 按照陛下对殿下的宠爱 只怕也会要让他们陪葬的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已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第二百四十八集 叶瑶光沉沉地吐出五个字来 七寸断魂针 这需要用你的血 浸泡七根特殊的针 辅佐以鼓虫药草 而后 用你的生辰八字 做成了一个木偶 将七根针扎入其中 然后再施展巫术 这针就会顺着木偶渗透进去 待到七根针的墨入之后 便是大罗神仙 也救不了你了 萧世锐的目光一紧 他没有任何的慌张了 而是非常沉着地问道 我还有多少时日 你还有五次发作时间 乃是二十三日 加上十二日 加六日 加三日 加两日 一共是四十六日 但第三次发作之后 你的神智很难再清醒 而且一旦三次发作 便是回天乏术了 也就是我还有救 原本已经不打算 再问什么解救之法的萧世锐 听到了叶瑶光最后一句话 立刻目光变得明亮 嗯 这个巫术 我也只是听说过 我没有破除过 不过时日尚且宽裕 过几日后 我再给你答复 叶瑶光虽然没有给出 肯定的答案 但是他还是很明确地说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 看在你和我 同年同月 同日生的份上 这就是你说的 要照着我的意思 我可是你姐姐啊 你可以这么理解 叶瑶光笑道 然后运足了 五行之气的手掌 一掌打在了 萧世锐的心口 这时 一抹身影 快速地从地面 如同影子一般飞掠而来 温庭湛反应极快 身子一闪 挥手一掌 与那朝着叶瑶光 袭去的影子相击 那影子被击飞出去之后 温庭湛也是退后了好几步 退下 原本已经围上来的三抹影子 立刻消失不见了 感觉到心口暖融融的 萧世锐 对着叶瑶光欠然 是我没有约束好他们 姚姐姐别尽快 这倒是无妨 不过你功夫也不差 竟是一点也不反抗 你就真的不害怕 我对你不利吗 正常人都会对着 一声不吭袭来的力量 做出本能的反抗 唯有自制力超强的人 才能够触遍不惊 面不改色 他方才突然出手 就是为了试探一下 萧世锐的身前 当然 他是将五行之气 输入了萧世锐的身体 关键时刻 是可以互助心脉的 姚姐姐若想对我不利 有千万种办法 这是最笨的一种 萧世锐从小就是在皇宫里 竟染着长大的 他顶着无上的戎宠 若是没有一些过人的本事 也不能好端端地 活到今日了 方才我用了一股真气 在你的体内 只是为了护住你的心脉 好 天色不早 早些歇息吧 若是信我 便不要启人忧天 姚姐姐和允和 也早日接喜 萧世锐笑了笑 拉着精力方才变故 已使木灯口袋的秦敦 回到了学舍 叶瑶光和温婷战 洗漱好了之后 也回到了房间了 因为叶瑶光是女孩 自然要比温婷战慢一些 所以等到叶瑶光 回去的时候 温婷战已经是盖着被子 闭上了眼睛 但她用她的呼吸 告诉了叶瑶光 她还没有睡呢 叶瑶光披散着一头黑发 她走到温婷战的面前 伸出手 捏了捏她的鼻子 我知道你没有睡 别装了 我刚刚 只是情急之下忘了而已 我保证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她只是对巫蛊之术 有一些条件反射 才会什么都忘了 就这样冲上去 她理解温婷战生气的原因 此时可是在古代啊 男女大房 非常严谨 她当着温婷战的面这么做 温婷战 没有在外人面前摆什么脸色 已经是对她很好了 这时温婷战 也睁开了眼睛 其实啊 她心里不是气 而是不舒服 因为她的媳妇 看了别的男人的胸 她当时真有一股子 想要将萧氏瑞的胸口 挖掉的冲动 不过她还是控制住了 即便是再不舒服 她就这么软软地 说了一个保证 她也就什么不高兴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一辈子 她注定 只有这么一个软肋 你这样看着我 就是不气了 你若是没有话问我 我就睡了 见到温婷战 只是温柔地盯向她 沉默不语 叶瑶光转过了身来 结果温婷战 却凉忙拉住了她 叶瑶光对温婷战 是没有防备的 温婷战因为心急之下 力道大了一点 叶瑶光一个转身 就倒在了温婷战的身上 唇瓣也从她的脸上 一扫而过 两人都是瞬间惊呆了 四目相对 一时无眼 很快 两人就像是触电一般 快速地分开了 叶瑶光坐在了床檐上 有些不自在地 摸着垂在胸口的发丝 温婷战 则是僵直着身体坐了起来 只是过了好一会儿 为了打破宁静 温婷战才到 世锐的事情 你有几分把握 叶瑶光此时也恢复了常态 她缓缓起身 走回了自己的床 她坐下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治好她 只不过 她可能要受一些苦 而且风险很大 所以我打算 等到小乖乖回来之后 让她替我传信 去一趟穷雨山庄 去问一问沈庄主 小乖乖 应该两三日便能够回来 快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上课呢 叶瑶光上了榻 盖上了被子 早上的课真的很难熬 主要是一节课 时间太长 将近是一个时辰 令人有些消化不了 而且啊 这学的内容 又不是叶瑶光喜欢的 所以她觉得很枯燥 小乖乖 如同温婷战 估计的三日之后 就回来了 这期间 金子也在 叶瑶光的召唤之下赶到 即便是叫过来镇宅 她也觉得 只要是能和小主人在一起 她就很开心了 此毒叫做暴心 温婷战取下了 莫清传来的信 信中详细地说明了 这种毒的炼质 这种毒的成分 分别出自于何处 这种毒的功效 还有它的症状 以及还送上了 一瓶解药 这种毒 可在日夜接触之下 缓慢渗透皮肤 最后会暴心而亡 毒粉是由珍贵的 补药所炼制 味道毒发 即便是太医 也未必能够发现 一旦毒发 便无药可医 温婷战将信的内容 没有避讳地 交给了萧氏瑞看 萧氏瑞的目光 落在了炼制这种 毒药的几味药材的生长地 目光变得深泥 坚持 温婷战和叶瑶光 也是大概地猜到 萧氏瑞的心里 已经有了想法了 温婷战轻轻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就和叶瑶光走了 啊 是谁的封地在南兆啊 那些药材 大多出自于南兆 南兆乃是南九王的封地 南九王是经上的弟弟 氏瑞的叔祖父 先皇子嗣担保 仅有四位皇子 其余两位都是数子 都闲散在帝都 南九王 乃是经上一母同胞 你觉得是南九王所为 经上子嗣算封后 南九王就算犯上作乱 也轮不到他 他不会做这种事 就算做 也不会落这么大一个把柄 这其中一位南兆的禁药 非得有南九王的清令 才可以得到 一旦泄露 南九王罪责难逃 南九王乃是经上的胞弟 氏瑞是经上的眼珠子 这个消息 对经上是非常残酷的打击 这就是一箭三雕啊 弄死了萧氏瑞 让南九王背了黑锅 就算不是南九王所为 一旦萧氏瑞出了事 南九王看守不力 导致禁药流失 从而间接地害死了 萧氏瑞的罪名 真的是跑不掉的 一下子失去了眼珠子和胞弟 只怕皇帝的身子 是扛不住的 到时再来一个栽赃嫁祸 说有人是和南九王 串通一气的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抠 我是制作播出 第二百四十九集 这样一下子只怕要产出 几大块的绊脚石 果然天家子 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啊 这下毒的 有会部阵的高手 另外一波 还有会巫术的人才 这萧氏瑞能活到现在 还真是不容易啊 上苍对每一个人 都是公平的 得到了什么 就得失去什么 富贵贫贱 都得对命运抗争 才能够存活 那你打算怎么做啊 急什么 皇长孙身边 岂会无人 既然选择了萧氏瑞 温亭湛就不可能置之不理 叶瑶光明白了 温亭湛啊 这是等着萧氏瑞 亲自求他呢 既然他的心中有了成算 叶瑶光也就不多言了 然而两日之后 小乖乖就回来了 却是什么也没有带回来 温亭湛和叶瑶光 都在纳闷 又是等了几日 直到崇阳节的这一天 叶瑶光已经打算 等到崇阳节过后 就用自己的法子 给萧氏瑞破树 结果这一天 仲瑶凡确实来了 哟 侯爷这打扮 还真是兴起无比 崇阳节 学院组织了 登山赴诗的活动 都是自愿参加的 温亭湛和秦敦 因为萧氏瑞的事情 没有那个兴致 也就没有去 但好不容易 能够离开书院 大伙自然是想着 出去玩一玩 街上也是各种的热闹 却没想到 他们刚是进入了客栈 竟是在包厢中 等到了乔装易容的 仲瑶凡 眼前这人身强体壮 满脸的落腮胡子 穿的呢 是粗布麻衣 就算是和仲瑶凡 关系亲密的萧氏瑞 一时之间也是没有看出来 可是叶瑶光 却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臣见过殿下 永福豪无需多礼 萧氏瑞亲自上前 将仲瑶凡给扶了起来 仲瑶凡站起了身来 这才对着叶瑶光笑道 叶姑娘好严厉 不过 叶姑娘这副装扮 在下意识 还真没有看出来 这不能怪仲瑶凡 叶瑶光的的确确实 刻意地 用她体内的五行之气 遮掩了一部分的面目 可比起了仲瑶凡 这费力的易容 是要简单很多的 所以 很多人日后 就算见到了 她本来的模样 也不会觉得是同一个人 最多 不过是几分神似罢了 你的眼力 岂能跟我的比 叶瑶光已经是 臭屁地扬起了眉来 那得瑟的小模样 真是让人不由地 无奈地笑了 侯爷此来 是位殿下体内的 七寸断魂针吧 是 沈庄主收到信的那一日 我恰好就在穹与山庄 此事关乎长孙殿下 沈庄主 也就不曾隐瞒于我 因着我发现 不少人已经开始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还有你们身边 也有人监视 故而没有让沈庄主传信 而是亲自带着沈庄主 来了一趟 花银刚落 他们包间的房门就被打开了 一个一身富贵打扮的中年人 就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沈庄 沈庄主 这是谁给你易得容啊 还真是有些惨不忍睹呢 叶瑶光浮起了鹅来 你们这般打扮 不怕适得其反 温公子放心 跟踪监视你们的人 已经被我派人引走了 纯 谁料想 温庄占竟是吐出了这么一个字来 当下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 叶瑶光则是瞪大了眼眸 中瑶凡却只是眉风动了动 仿佛是没有听见温庄占给他的评价 既然费心思乔装而来 目的为何 自然是掩人耳目 秘密救治殿下 你此刻将人引走 是把他们都当作傻子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让他们起疑了又何妨 只要他们不确定 自然会想办法试探 带到他们露出马脚 再一击击中 温庄占 伸手端起了茶杯 不发一言 萧世锐和秦敦 都以为他是无话可说了 只有了解他的叶瑶光 觉得他是不想再和仲瑶凡 说下去了 这是一种藐视 对仲瑶凡 智商的藐视 仲瑶凡何等聪明啊 怎么可能沾沾自喜地认为 温庄占是被他说服了呢 不知温公子 有何高见 温庄占轻轻地将茶杯放下 漆黑的眼瞳 犹如是打开了贝壳一样 瞬间 就是绽放出了珍珠的华光 侯爷 此为中策 昔耳恭听 侯爷若是亲自带人救治世锐 是下策 如今大费周章 始为中策 侯爷身为殿下的谋士 不应当没有听说过 殿下被人下毒 对方有方外高人 侯爷也应该知道 殿下三个月前遭到截杀 而这截杀之人 定然不会与取走 殿下血的人是同伙 否则殿下活不到回宫 三个月前才截杀了殿下 总会露出点把柄 这是瞒都瞒不了的事情 陛下定然会派人彻查 以陛下的能力 总会有个蛛丝马迹 因为陛下插手 所以截杀殿下的人 自然短期内 定然不敢有所动作 这是在玩火自焚 孤儿不难想出 截杀殿下 下毒 施术 为三方势力 温廷战分析完 中瑶粉的目光变得深刻 其他人 却有些听不懂 然则 这三方势力 定然也互相知道 点彼此的动作 否则当初殿下 被追杀躲至农户 施术之人 就不会如此快地赶制 取走了殿下的血 既然如此 我们为何不一招制敌 栽赃嫁祸 让他们三方同时 暴露在陛下的面前 只要是悄无声息地 让夜瑶光将 萧世瑞的巫术破了 然后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照常形势该痛还是痛 等到鼓发之前 将关云间的周福扯出来 周福那背后的主子 愿意背这个黑锅吗 自然是不能 他既然能够知道 当初截杀萧世瑞的人 而选择这个时候 对萧世瑞下手 嫁祸截杀者 未必不知道 是谁对萧世瑞施的邪术啊 那就让他去自证清白吧 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揪出真正的凶手 这何乐而不为 而且这样一咬下去 三方未必不会互相咬 倒是能够得到的好处 将会是无限大的 可这么好的一个局面 却是被仲瑶凡给打破了 仲瑶凡只想着抓师术之人 却完全没有想过其他势力啊 几个人听完之后 看向温婷战的目光 都是深深的距影 这简直不是正常的脑子 仲瑶凡的计策 已经是完美到不行了 至少把师术的人 肯定能引出来 温婷战这个计划嘛 就更省力 更狠辣 殿下现在所示的 全是陛下的恩宠 侯爷切莫把这份恩宠 变得淡保 殿下的羽翼尚且不疯 这句话让仲瑶凡身子一僵 叶瑶瑶凡和秦敦对视了一眼 发觉 他们的智商似乎有些不够了 这跟皇帝的恩宠 怎么会扯上关系呢 倒是肖世锐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他站起身来 对着温婷战 行礼一个国事之礼 今说以国事之礼 求先生相助 温婷战的年纪 比肖世锐小了三岁 肖世锐却尊称他为先生 不为其他 只为深深地为他的智慧 所折服 才会行了 才会这般行出如此大礼 这是要煞穴为事 终身不复 温婷战竟然没有偏让 而是生生地瘦了 秦敦不由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只听温婷战又是开口道 我一直将你视为朋友 或是殿下以为 战有所高攀 是朋友 不是君臣 朋友和臣子 都可对其出生入死 为其谋划一切 但是朋友 不为利益 为的是情义 臣子可以劝谏 却不能冒险 温婷战从来不要屈居人下 他的高傲 即便是皇家子弟 也要与之平起平坐 一句朋友 是温婷战的条件 萧世锐接受 那么他以后不论身份 怎么变化 都是朋友 永远都没有君臣 若是萧世锐不接受 那他们就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共同的合作者 秦敦其实觉得温婷战是有些过于自食甚高了 在这样的局面下 还逼迫萧世锐 就连仲瑶凡 都即可不见地皱起了眉来 可是偏偏萧世锐 却是不一样 他 唯一没有的 就是朋友 他需要的 也正是朋友 好 今日我让永福侯 和秦敦作证 我与你煞血接义 萧普 去准备相案 这事要煞血为事 终身不复啊 殿下 萧普被惊得身子都僵了 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反应 以后萧世锐 就和温婷战捆绑在了一块了 温婷战现在的确有些过人之志 可是温婷战无根无稽 要有足够的势力和黄泉叫板 那还要等多少年都不知道呢 而且 他还未必能够活到那一日 怎么 本殿是只使不动你了 萧普是前太子留下给萧世锐的人 就算是不听皇上的话 也不敢不听萧世锐的话 这时 他已经是吓得哆嗦 再也不敢多言 从始至终 中瑶凡都没有阻挠过一句 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不论是看人眼光还是看物的眼光 都自有其独到之处 温婷战开出这么大的价码 中瑶凡也不知道值不值 可他觉得 万事都是需要承担风险的 日后是成为萧世锐的左膀右臂 还是扯了萧世锐的后腿 都是一个未知数的 可是人生就是需要博弈 才能知道 可不可以获利 在这一场博弈之中 仲瑶凡是赞同萧世锐 放手一搏的 叶瑶光也是此刻才知道 温婷战选择萧世锐的真正目的 他要的 绝不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他或许没有任何其他的野心 可是他就是要站在至高处 和真正的皇者 平坚而立 而这个条件 唯有萧世锐 才能够满足他 二人向天行礼 煞血结义 当他们把各自滴了血的酒 喝下之后 叶瑶光清楚地看见 他们二人的头顶 都出现了黄色的云雾 这两朵漂浮的云雾 已是融为了一体 这云雾凡人看不到 这是一个人的运道 也就是说 萧世锐和温婷战的运道 从此便是连在一块了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说明他们二人 都是发自绝对的真心的 这下你成了我的异地 那么姚妹妹 以后岂不是我的弟妹 黑着脸 叶瑶光伸手一把 从萧世锐的手中 将酒杯夺了过来 既然你已经是我们家的人 就得乖乖听话 你舔的那个东西啊 不适合喝酒 还有啊 以后各交各的 我不建议你叫他姐夫 我这才刚刚进门 你就这样苛待我 叶瑶光白了他一眼 就看向了沈赵 沈庄主 我想听听你的破树之法 豆法 沈赵给出了一个解决之法 叶瑶光的眉头 却是皱了起来 这个方法 会让这个小子吃足苦头的 而且 我们并不知 对方的修为如何 一旦失败 这小子的小命就没了 叶姑娘 七寸断魂针和木偶 都在对方的手里 我们别无他法 沈赵只能苦笑 这件事啊 他还真是不想沾手 一个不慎 就是谋害皇长孙的罪名 若非叶瑶光 对他们瑶族有恩 而且萧世锐 才中了两根 他根本就不会来冒险的 沈庄主 我有一个迂回的办法 你听听 是否可行 我想 这世间能够清楚 知晓萧世锐生辰八字 毫无偏差的 应该只有陛下 他自己 和他母妃 对方能够失数成功 萧世锐的血 才是关键 古人对生辰八字 很是避讳 尤其是皇家子弟 抱出去都会相差 一刻多钟的样子 萧世锐还没有籍贯 也没有订婚 成亲 所以他的生辰八字 最精准的数字 肯定是没有被泄露出去的 姑娘是想要移花接木 对 我要寻找一个 和萧世锐生辰八字 完全一样 或者 特别接近的死人 再用萧世锐 比之前更多的血 来养尸 从而 将七寸断魂针 移到那人身上 这个办法 叶遥光没有实际的操作过 但 绝对是可行的 现在看来 沈赵 也很是赞同 难怪你天天 放我那么多血 自从知道萧世锐中了邪术之后 叶遥光每天都去放他的血 以研究邪术为由 这会儿啊 萧世锐总算是明白了 连个碗底都没有寂寞 有多少 你怎么不说 我把血身给你滋补呢 血身 那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 叶遥光还是厚着脸皮 从肚形那儿坑来的 萧世锐顿时乖乖地 闭上了嘴巴 若是能够寻到这样的人 姑娘要收集到殿下足够的血 这个办法 是最好之法 可不动声色 不经动师术之人 此时的沈赵也轻松了 这样的办法 完全不会伤到萧世锐 而且没有任何的风险 那这事 就要交给侯爷了 侯爷 你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不过你要记住 我要的死人 若是因此而网害无辜 罪孽 可是会降到殿下头上 仲遥凡 点了点头 等到大家商议好 各自散去了 回到书院之后 叶遥光 才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对中遥凡 说的最后一句话 到底是何意啊 就是你说 别让陛下 对萧世锐的恩宠 淡薄的话 文言 温婷战坐到 叶遥光的面前说道 瑶瑶 今上 已经进五旬 当皇帝的 日夜操劳 活到这个岁数 也差不多了吧 越是如此 他不应该 越是紧着萧世锐 毕竟萧世锐 才十四岁 若是他没有个 十年的活头 萧世锐 根本来不及成长 瑶瑶 你不懂帝王的心思 陛下宠爱 世锐不假 可若是世锐 这一次 按照仲遥凡的计策 将背后的人引出来 他以及他背后的力量 也暴露在了陛下面前 陛下也许会欣慰 但同时也很有可能 对世锐产生防备 我暂且不知 世锐在陛下心里 是怎样的面目 但是如此暴露 若是世锐他本人的心思 那么必然在陛下心中 落下一个 城府深的印象 日后无论世锐做什么 陛下面不了 会去多想一策 世锐是否出自真心 是否他有什么目的 这对于世锐而言 极为不利 可 若不是他本人的心思 陛下就会担心 担心他没有主见 日后容易受他人所控制 陛下会因此 而更加地心疼他 可却会动摇扶持他的决心 嗯 那就按照你的办法 喜欢收听本书 记得每集打call 每集点赞 多多